男人在坟地直播求婚 对面的女鬼一脸诧异 甚至还一把手狠狠掐住了男人的脖子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还以为是直播效果 直呼刺激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男人扑通一下跪在坟地 只求观众老爷们晚上来他直播间 他是一名流量博主 今晚他就要和女鬼直播求婚 可好巧不巧 饰演女鬼的临时演员睡过头 奇怪的是 坟头竟然出现了一个新娘 眼看着直播倒计时快走 男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了上去 随着新娘的入境 直播间的流量急剧攀升 弹幕也是疯狂地刷起了名 男人大喊一声弹幕护体跑上坟头 看着这新娘自带的氛围感 男人直呼哪来的群演真是专业 弹幕也是疯狂回应 兄弟们这个女人我是真心喜欢 还有弹幕回应兄弟你哪个不行 可下一刻摄影小哥却惊苦后腿 原来女妇竟然双脚离地漂浮到了空中 而且关键在于 这个女人根本不是剧组里的女演员 从小坚信无神论的男人根本不慌 在她的眼中 这不过是良心剧组给她安排的优质女演员 她甚至打开了手电筒对准女人 兄弟姐妹们主播我豁出去 要个一件三连不过分吧 可很快观众们就发现了女鬼的特别美甲 导演看情况不太对劲 赶忙想把男人劝回 可是呼拉一阵大哼 女鬼表明态度我们不要多管闲事 下一刻女鬼一把死死抓住了男人的喉咙 正当她打风痛下杀手的时候 四起的大风把她的红带头吹散 竟是一个漂亮到眉边的女人 就算男人被掐着也看呆了片刻 可男人却无视她的美貌一把抓住她的手 你压得能不能按剧本来 剧本 趁着女鬼愣神之际 男人赶忙正脱开来 她吐槽就算有专业演员也不能这么厉 只见她猛的一跺脚 请客之间她细襟上身 公主殿下请嫁给我吧 弹幕立刻刷起飞机表示嘴过其猛了 这部点赞收藏过分 女鬼也是瞪大了眼睛 瞬间她的嘴唇几乎就要黑到男人的嘴唇 她看着这枚戒指有些粗声 转头询问男人为何现在才来娶她 男人大汗淋漓 明明这和说好的剧本不一样 女鬼当即崩溃大哭 为什么要让我等那么久 女鬼狠狠抓住男人的事 周围大风乱躲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上千年 可你现在回来说要娶我就算什么 巨大的 都吹飞了 女鬼露出真实面目 她冷冷地看向男人 反应过来的男人察觉 毕竟赶紧跑路 可却被女鬼一把抓住 拜托不要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男人惊恶在当场 小时候的她 也一直是这样被父母对待的 生病也好痛苦也罢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一个人扛着的 她也曾无数次的期望 自己不要被丢下 她想明白后誓言一笑 竟然疼是天涯沦落人 至少要好好超度她 喂别哭了 再哭可就不美了 男人随即将那枚钻进二人 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替女鬼带上 公主大人 我遵守约定回来娶你了 女鬼愣了一下抬起头来 男人瞬间就被大风震飞 而女鬼似乎还生着气 男人一头撞在树上 这和想好的不一样啊 直播弹幕则是一排666 男人明明好好地躺在床上 一抬头却看到一个女鬼 正压在自己身上 男人大惊失色感 男退到墙角 亲爱的你怎么了 却看到女鬼摇晃着头不知所复 男人瞬间抓狂想起了 昨天晚上的事 原来就在昨晚 她直播向女鬼求婚 女演员临时有事来不了 男人错把女鬼 当成女演员求婚了 要命的是她 亲爱的 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梦集 我仅仅是睡了一觉 可眼前这个女鬼 无疑在告诉我 这一切不是梦 她正是男人 昨天求婚的对象 你 你来这里做什么 明明你不应该 在公主坟那边吗 哪料到下一刻 女鬼竟然直接 跑出了男人的声 亲爱的 昨晚你不是向我求婚了吗 不是说过 不会丢下我一个人吗 男人瞬间实话 没想到这些羞耻的话 她昨晚真的说过 亲爱的 你不会骗我吧 男人一时不知 该怎么和女鬼解释 要知道昨晚 那可都是巨女 可下一刻阴风袭来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来看看吗 男人尴尬一笑 说大可不必 男人胆忙扯开话题 问起女人名字 女人指了指自己 说自己叫姜黎 姜黎笑得花枝乱颤 甚是好看 这一幕甚至让男人 都有些动心了 真是单身久了 看个女鬼都没清目秀 老 老婆你是怎么来我家的呢 这里离公主坟 有十公里之远 姜黎当即表演了个瞳孔术 下一刻她竟然俯冲向了男人 男人下意识地想接住 却抓了个寂寞 男人四下张望 却看不到姜黎的身影 下一刻从男人肚子前 钻出一只小可爱 我在你身体里哦 男人吓得毛骨悚然 赶忙让姜黎出来 姜黎一个没控制好 四肢着地摔向极彩 啊疼疼疼疼 老公你也不来附我一下 看着姜黎可爱的模样 男人也渐渐放下了戒心 男人看姜黎衣服 过长不适合行走 于是询问她 是不是穿着这衣服不方便 可姜黎表示不用担心 于是她捏着口诀使用法术 男人惊呼 你竟然还会法术 简直就像是天女下凡 姜黎此刻一脸呆蒙地看着男人 这样子应该就不会半倒了 男人当即喷出三斤鼻息 我明明是让你换衣服 你直接脱了是几个意思 男人赶紧抛出一件衬衫 让姜黎穿上 听好了以后 在家的时候要把衣服穿上 所以你换好了吗 老公是应该这么穿吗 男人直呼对不起我 什么都没看不到 甚至还帮他扣上了扣子 老公这样子还是太紧了 男人有些无奈 让姜黎忍一下 话说回来你真打算以后 一直跟着我 姜黎当即用力点头 表示老公去哪我去哪 老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男人摸着脑袋刮 差点没站住脚 也就是说以后 都得和女鬼过日子了 男人打定主意后 让姜黎跟上自己去浴室 男人发问你 记得刚才说的话吧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是的老公我说话算话 男人突然坏笑出声 既然如此的话 哎老公你莫非是想 当然是刷牙了 以后你住在我这的话 每天都要刷牙 你学着我做一遍 先把牙膏像这样挤出来 上一秒男人还在解释 下一秒姜黎 直接拿起牙刷塞进了嘴里 男人脸红一片 这岂不是间接接吻 不要一口气喝那么多水 笨蛋会呛到的 谢谢老公关心 姜黎最喜欢你了 就这样 我和女鬼姜黎的夫妻 日常就这么开始了 亲爱的 嘿嘿 明明是公主坟的千年女鬼 此刻却在男人家练习刷牙 只因男人在坟壁和她求婚 她就从此认定了男人 是她此生唯一 回到家 男人忍不住问她 看上自己的原因 女鬼表示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男人也没有强迫她 于是转身走向了卫生间 正当她打算放松一下的时候 忽然感觉一阵背脊发凉 女鬼不知何时 竟然来到了身后 男人急急无语 满脸黑心问她你干嘛 女鬼声称在贴身保护 男人瞬间压麻呆住 你压在保护上 随即她一脚 就把女鬼踹飞出宿舍 当男人放松完 回到房间之时 她的表情再次失望 女鬼竟然就这么 趴在了自己的床头 而更要命的是 她竟然还翻看着 自己珍藏的哲学杂志 男人奋力扑向哲学杂志 却扑了个空 开始奋力解释 这其实是五年高考 三年真体 你咪咪 你怎么能偷翻 我的学习资料呢 女鬼独的津津勇为 并且表示 我也好想模仿书上这样 男人羞得满脸通红 全身发抖 下一刻 她趁其不备 马上夺回学习资料 老婆你听好了 以后床底的东西不准翻 亲爱的我知道了 那老公我不看书了 你亲自来教我 学习资料上的内容吧 男人忍不住大海 拜托你忘掉 刚才学习资料的所有内容 哼 女鬼掘起了嘴一脸傲娇 正当她得寸进尺的时候 男人终于忍无可忍 拿出一件外套 让女鬼披上 女鬼这才不情愿地 披上了衣服 可很快她又绣起了 衣服上残留的 老婆的气息 差不多是可而止了 我要和你说正事了 女鬼这才安分下来 站得笔直 江里你真的是鬼吗 可女鬼却把头摇的 和波浪鼓似的 不 我才不是鬼 或者说我不想承认 我只是丢了什么东西 想要找到 男人一愣问 那你丢的东西是什么 女鬼肚子 我让姑姑叫了起来 老公我饿了 男人看着女鬼 可爱的表情有些羞涩 可她没想到 鬼也会饿毒 于是男人 把她带到了自家冰箱前 她翻了半天 才找出一块面包地的女鬼 家里暂时只有这个了 你能不能将就下 女鬼没有吃 一立马开口砍了起来 什么似的看向窗外 老公老公 那边好像有好吃的 而且有很多 男人来到了窗边 闻闻气 可也没发现 有什么食物的味道 老公我带你去 男人惊呼出声 他竟然被女鬼 抓着飞出了窗外 天哪 你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去 女鬼表示 他是第一次带人飞行 让我悠着 男人惨糊 你新手上路 别带上我 天空中两人身影 犹如一道流星划过 也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终于踏上了实地 转而 他就开始难受 可女鬼却静止走向了前方 所以 你到底把我带到哪了 男人抬头之际 整个人瞬间将住一栋 无数乌鸦飞翔的天空之下 眼前赫然是一个阴森科派 正门门牌上 写着海员小学 老公快点跟上我 我想吃的食物就在前面 这个男人直播 向千年女鬼求婚 谁料女鬼 亲爱的 而且当晚女鬼 就要求住进我家 甚至她还偷看起了 我床底的学习资料 男人刚想训斥 女鬼可不怕怕的说 男人刚想下单叫外卖 下一刻女鬼就把男人拽出窗外 说吃免费的 两人直到飞到一所海员小学 才落地 女鬼快步走入 表示这里是免费食堂 男人扫了一下周围顿港的量 当他打开定位 发现在海员村时 他更是整个人压麻呆着 这个废弃村子上有新闻 据说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男人刚大询问 你呀平时吃的是个啥 女鬼却闻着味道说真香 老公我们一起吧 男人立马躲到树后说大可死地 女鬼表示你一个人才危险 而且老公我想念这种 于是男人被半推半救着 进到了学校里 女鬼则是趴在男人肩头一脸信物 亲爱的你真好 男人想起了刚才手机上查的信息 这所海员小学里 有发生过不少怪事 老公你看这是食堂大叔 男人吐槽着好歹也是一校之长 正在此时 女鬼感受到一股别样的气息 老公我们去那边 只要一双人把眼睛的塔门打开 老公老公就在上面了 男人一顿爬楼后 终于他来到了五楼校长室 闻到美食气息 女鬼飞溅一般向前冲去 女鬼一边流着口水 一边双眼冒惺惺 老公你看这多好吃 男人随手拿起桌子梳子 一看没发现什么特别 可下一刻女鬼就 稀溜稀溜地吃起了梳子的灵力 女鬼捧着小脸一脸陶醉 老公我好开心 这些灵力好好吃 不过前面还有更好吃的 男人摸了摸头表示老婆要吃 那就往前走了 可很快他就停下了脚步 原来男人突然想起了自己老本行 这么有爆点的事情 为何不开直播 女鬼一脸疑惑什么直播 男人一把抓住女鬼的手 表示老婆我们玩点刺激的 不管多吓人的地方 他都可以去 这可是他小主播翻身的绝佳机会 没准摇身一变成为有钱人 也不是没可能 更让他惊喜的是 女鬼能自由操控手机的拍摄角度 老婆只要你好好拍直播 以后我经常带你去吃好吃的 女鬼一听有吃的立刻开心的转圈 男人则已经开始幻想了 未来他成为专区一哥后的疯狂流量 只是想想男人就笑得合不容嘴 那老婆我们要开拍了 我现在数三二一然后就开始 三二一 各位真语直播间的老铁们 好久不见有没有想我呀 今天我将带大家前往又一处诡异之地 继上次公主坟之后 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海原小学 十年前的少女失踪案 开启了海原村的诡异序物 从那以后这里诡异不断 这到底是巧合 还是人为 又或者说 正在此时男人感觉手被抓了一下 然而这回江黎应该在拍摄 难不成是偷懒吗 他转过头去发现江黎确实有在好好拍摄 如果不是江黎的话 在抓住我的手呢 手历时抓住了男人的手 下面直播弹幕顿时起了一排弹幕互体 定睛看去这不就是一个无眼女鬼了 老老老婆出大事了 而另外一边江黎还在打着哈欠 随即男人被无眼女一把抓住了喉咙 他试着发出声音未卜 就连身体也在逐渐僵硬 不会吧不会吧 江黎不会还没发现吧 谁料江黎这回正不得弹幕 而男人的身形也正好卡住了视线 老婆救我呀 我快要撑不住了 男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她的意识也仿佛沉入了谁 可转瞬男人脑海里传来一阵气色声 睁开眼 我把力量借给你 男人双眼金光泵射 浑厚磅礴礴的气息 男人周深的眼睛 你们这些跪一颗颗的就会是合适吧 无眼鬼则是愣在当场 他想要挣脱开来 可他发现自己根本挣脱不开男人的距离 无眼鬼万分困惑 区区一个人类为何会有这种灵命 可还没等他想明白 下一刻男人就把他当成千球一样扔飞 大妹子力道还可以吗 这个女鬼有多牛逼 不但偷看男人床底的学习资料 还黏着男人说老公我了 于是男人让女鬼帮忙拍直播转身伙伴 起料男人被另一个身材很哇塞的女鬼登场 关键时刻男人脑海里有人说要把力量建议 男人顷刻眼冒金光开始暴露 他就有惊惊意识了 就把黑发女鬼的小飞出去 帮他回过神来时他本次似乎有奇迹 他怎么跟大力神似的 然而黑发女鬼其实并未弃绝 他稍微调整一下又扑向了男人 可男人再次轻松不过 男人吐槽就我现在这身体素质 没准能拿奥运体操冠军 而另外一边 黑发女鬼眼看了 脱进了马里开溜 他奔向大门正欲离开 然而哐当一声 他被大门上的灵力罩弹开 此时女鬼将离发动了环衣 他逃不掉了随你处置 男人疑惑地看着自己的手 看来还真是将离借我的力量 男人顿时摩拳擦掌了起来 他只是轻轻一挥 黑发女鬼就避之不及 黑发女鬼刚想贴墙淘妥 就被男人一把摆起来 之前你压得那么恰我 现在想走就走你当我是病猫啊 男人背身上了黑发女鬼一群 后者直接被击飞出去 随即男人立刻壁动了黑发女鬼 这下你叫啥也没用了 小哥哥 你别这样对一个柔弱的女孩 人家刚才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了 哎等一下 眼前的黑发女鬼突然变了个人世 小哥哥 你这么用力抓着人家真的合适 只要你放开我 奴家什么都一米 好不好嘛小哥哥 当男人被迷得有些神魂颠倒之时 忽然一股寒意从她的背后写 深厚的将你此刻正一脸寒意的看 以这个独尊手轨道的女主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调戏梁家妇人 黑发女鬼顿时压麻呆着 这小子翻脸比翻书还快 男人握着拳头宣示 像他这样拥有钢铁意志的人 事与赌骨不两立 将你立马吐槽老公一把黄放入去 黑发女鬼连忙示弱 小哥哥我错了我再也不会 还没等男人回话 他就喷出一口的嘴 男人被迷得神志不清这样的触节 黑发女鬼哈哈大笑 什么再也不管 我下次还敢 他趁男人神志不清狠狠一击打在她背上 抱歉了小哥哥 你的灵力我就收下了 可无论黑发女鬼如何不及 男人总能百分百闪 女鬼一愣他不是中了迷雾 更出乎他意料的是 女鬼牵动全身的致命一击 竟然被男人轻松打下 女鬼恼羞成怒果是要废了男子 男人忍无可忍当即就送他一个大脑 你到底有完没完 女鬼被一巴掌打猛 这简直是鬼声吃辱 男人反手又给他一个大脑 你还委屈上市吧 不如你看看我这身上被女鬼 而此时的直播间画面 弹幕正夸赞着男人的五毛特效 简直665 将离之后张开大脑 将女鬼的灵力吸水进去 真是美味啊 老公下次我还想多一些 男人一把抓起黑发女鬼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为何要在这里害人 只见她的眼里清满了泪水 下一刻她的泪水如同绝地江河一般女 为什么要这么欺负 男人看着逐渐缩小的女鬼突然一惊 你你你是 新闻里报道过的那个失踪少女 以前的女鬼忽然变成漂亮欲姐 求小哥都放过 男人却反手送她一个大脑 没看到我老婆在后面盯着 下一刻女鬼竟然嚎啕大哭 更诡异的是 女鬼越哭人越小 到最后她竟然直接变了个人事 男人定睛一看 这不是新闻里的失踪少女吗 你叫怜香对不对 男人一想这失踪少女回归 肯定是流量密码 她立马打起了精神 哪料少女情绪突然崩溃 我是被迫的 这一切都是她指使 大哥哥你要帮我 顾及慢慢说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本国主的美国 可话应当落 怜香就被距离吸引坠入破坊空间 男人想要抓住怜香却是抓了个劲 而怜香也是被完全卷入到黑暗空间里 紧接着一股黑色澎湃的气息呼啸全场 男人惊讶抬头看着眼前的庞然巨物 弹幕此刻亮起一排排的弹幕护体 却见一个足有三人高的怪物从黑暗漩漠中冒出 若是吃她一拳怕是直接就见阎王 哪来的臭虫也敢对我老公出声 老婆倾傻不 竟然将怪物的致命一拳完全揭响 男人则是被鱼波震飞到墙上 老公你没事吧 可正是他这分神至极 老婆被击飞到空中 眼看着老婆就要葬身怪物 再度醒来 男人睁开眼只看到了老婆一人 男人心头一惊赶忙起身 老婆我来保护你 可下一刻男人脚下踩 他这才发现自己刚才是在树枝上 关键时刻老婆用灵力抓住 男人回头看向身后学校 我们逃出来了吗 还有那个黑色怪物是什么 女人思考片刻 应该说算是又厉害又好吃 可暂时还打不过 男人无语那么强的怪物 你就别想着吃了 几条命都不够赔的 这时老婆把手机归还给我 老公你看我拍的视频 你一边看着我一边吃点东西 老婆吸溜一声 把手指的灵力吸了得干净 男人整个人呆住 刚才那手指有些眼熟 老婆满足一笑 那当然了 刚才我顺手带过来 忽然男人胸膛的伤口复原 就有一缕阳光缓缓升起 老婆的皮肤如同被点燃似的 老公快走 我下不离开 嗖的一声 两人便回到了屋内 老婆蜷缩在角落 她的浑身还在散发着黑色烟气 男人赶忙把窗帘拉上 果然还是会怕阳光 随即男人拖着一倍的身躯坐到床边 老婆那你一会好好休息 休息什么 我要老公抱抱 男人一推手把老婆摆正 下一刻老婆就气鼓鼓的撅起了小子 老公不让我抱 我激愁 抱抱抱 等你恢复了抱一小时行李 老婆顿时心发怒发 男人随即正色看着老婆 话说回来以后怎么办 外面阳光升起来的时候 你就出不去 老婆指了指男人胸膛 我可以进到老公你身体里去 毕竟我已经和老公缔结契约了 男人瞬间哑巴呆住 这契约是个什么鬼 老公你不是娶我了吗 那定力的契约也没什么 某人还说要一辈子让我孤孤单呢 这些回忆每每想起来都很让人心动 所以我就和老公签订契约了 男人服务你能不能说通俗 契约的内容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同位一体 我饿了的话老公你也会玩 如果老公死了的话我也会一起死 不过老公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男人整个人如遭雷击 不过他也很快想通 他之前获得的力量怕事也来源于此 老婆连连点头 以后我们的力量也是共享的 所以老公你以后可要把我喂饱饱 这样我们俩都可以变得很厉害 男人望向了仓 我这以后还能过人过的日子 而另外一点 海源小雪 莲香被距离灌入墙体浑身事上 你这没用的东西 害我不得不亲自动手 还有为何我感觉到一瞬间 想要向他们寻求帮助 你是打算离开我吗 你是我一个人的 不过没关系 我有预感他们还会再来 到时候我一定一定要了他们的命 漂亮女鬼正贴着男人脸球放过 可下一刻她就变回小女孩秒怂 只因老婆就在男人背后紧紧盯着一切 老婆此时惩罚男人说你股子里也 男人表示就算你是女鬼也不能万象 老婆表示黑黑你想成什么 他所指的是同生共死契约 复带同宝公网 男人仰天长小眼看今后怕是人生如鲁 一月一早男人来到拉面店大事或事 老婆传音透露他不仅可以吸收其他鬼的灵力 他还能吸收恐惧恢复力量 吸收恐惧 男人瞬间压麻呆住 原来正是那天的万人直播帮女鬼恢复了一时 直播可以的话那视频岂不是也 于是男人赶忙回到家思索制作小视频 那天老婆拍的视频属实不错 稍微加工一下没准可以全报了 男人转过头来正想夸夸老婆 想理你 可老婆竟然如离弦之剑一般闪身到我面前 老婆气鼓鼓的说你干嘛掉我蚊子 罚你喊一百遍老婆我爱你 男人无语在当场 这老婆黏人的嘞 老婆我们先说正事 昨晚学校遇到的怪物有办法请 不仅可以帮助老婆恢复灵力 也能拯救被困少女 甚至还能增加本博主的点赞收藏量 老婆无奈摇抖 现在的她还办不到 除非能找回她的邻居 男人一把握住老婆的手说一定帮忙 老婆连连点头甚至还抓紧男人的事 老公你真好 从来没人这样对我 男人抚摸着老婆的头 笨蛋不是已经定立契约同为一体 老公老公那学习资料上的事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尝试 男人羞红了脸 你就不能像我一样正经吗 男人继续追问邻居的下落 得知是被三个盗墓贼偷走了 其中两个已经被老婆吓上了 应该是第三个人拿走的邻居 男人表示好歹现在有的方向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寻找邻居 正此时男人的手机突然响起 莫非是王导把我的视频剪辑制作好了吗 可映入眼帘的赫然是警方信息 夜晚发生多起伤人案件 杨大金融中心里 王导兴高采烈的招呼兄弟们来 上次那个博主直播 向女鬼求婚成了暴霸 现在他又向我们吓到了 摄影小哥立马满脸飞起 该不会咱们又要去本地了 其他工作人员也是一脸不情愿的言论 王导这钱咱们要不就不赚了 我一直都是有底线的人 一百摄影费 一千摄影费 一万摄影费外加分成 摄影小哥立马握紧拳头起身 所谓底线就是用来打破 请务必把项目交给我 可当这四人围在一起 看博主姐的视频之时 他们瞬间惊恶在当场 这女鬼的特效不比好莱坞 就连王导也止不得擦汗 这位小哥更是吓得烟掉了也顾不上 王导我现在坚持原则还来得及吗 这博主太牛逼了 还没剪辑过的视频就那么吸引 王导更是自信满满 这条视频肯定能保 视频之后每个人发一笔额外奖金 听到奖金众人历史卯足了最 而另外一边 偌大的编辑部里 视频审核人员老陈正在百无聊赖的看着视频 切又是个封面打 封面做的那么好看的新博主 点进去大概率是一团糟 现在的年轻人老想着走捷径 明明把内容做做好才是王 这是 什么呀 已经有那么精美逼真的特效了 老陈一个不留审把热水都散到了身上 此举顿时引来了编辑部其他人的资源 老陈赶忙收藏了视频 并点是这个一点也不好看 他就打算回家看一本 所有人 谁都可以 全都过来一下 老陈的吆喝顿时引来了一群人的注目 我做了半辈子的视频审核没见过这么好看 男人的画面 可出现在众人母亲 他忍不住打了狗 谁在想我 这个大叔不小心把水洒在身上 只因他刚才看了一个堪称诡异天花板的视频 不只有漂亮 更有女鬼和男人激烈战斗的画面 而一切源头都来自于男人几天前向女鬼直播求婚 另外一边 男人初步推断夺走老婆邻居的家伙背后还有高人 于是男人走在大街上开始按着灵力寻找线索 老婆你能感觉得到灵力的方向吗 忽然老婆探头出来点点头表示 看到老婆冒头男人顿时下的六十无主 要知道这可是大街上 被别人看到了可怎么办 别急别急 等回等没人的时候再把老婆你放出来 话说回来现在的傍晚的街上人可真少 是因为收到了警方的预警短信了 忽然老婆伸出小手指了指前方 老公你看前面 那边是 男人定睛看拒 只见白鹿酒店之下围了一大局 大部分人被拦在警戒线的外面 只见死者如同被怪物吸干了事 死相极为惨烈 张警官叹了一口气 这是避急起案 不好意思让一下可以吗 男人奋力推开众人想要挤到前面去 张警官让助手说说以前的连环案件特征 助手翻看几地说应该都是死于凌晨三点 法医鉴定后表示无伤口死于心力衰竭 张警官立刻摆手示意助手停下直接说结论 助手立刻指向了摄像头表示没有伤人画面 那应该是提前下毒吧 张警官表示问题就在这 他在三旬问过法医死者身体里无任何残留药 助手随即表示他想不到其他可能 张警官拍了拍助手肩膀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鬼做的 可问题是怎么和公众交代呢 要是真那么说了可能会引起更麻烦的事 幽静夜 废楼里一个连茂男毕恭毕敬的线上保密 主人你看这是千年女鬼将离的邻居 而他的眼前赫然是一个巨英怪 他忽然猛个睁眼 不往我从你们三个之中选 因为你最听话 主人说的对 小人绝不背叛永远听主人的话 下一刻邻居飘浮到风中 散发出诡异的蜜罗之力 去吧 有了这邻居再去狩猎一定无往不利 酒吧之中 男人猛干了一杯八二年拉飞问老婆灵气情况 老婆无奈说气息越来越模糊 老婆表示刚才受害者的身上有他邻居的气息 忽然老婆惊觉大叫 老公我感觉到了 我的邻居就在外面 外面这群人之一就是偷我邻居的 男人赶忙把钱拍在桌上大喊 不用找 服务员看着这一块钱陷入了沉思 他终究还是气不过把钱摔在地上 你他喵的光喝白开水好几个小时就付一块钱 男人冲动人堆里询问情况 可老婆片刻后回应人太多了 最好还是一个个靠近了场 正此时男人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妙龄女子 小哥哥你也是参加园城冬日记录 你长得那么俊要不要和姐姐认识一下 男人赶忙问老婆是不是这个 如果需要可以牺牲一下小我刺探敌情 老婆会狠狠地掐了一把男人的腰 谁要你牺牲了 男人一个没收住就往前狠狠 女子被重重地推倒在地 妙龄女子倒地后童的当众扑了起来 顿时几个社会大佬围了上来 小子你很狂啊敢对老大的妹妹动手 你是哪条街上的垃圾 放的地方让我卸了你一条胳膊 男人连忙摆手这是一场误会 首先我不认识你们所有人 其次你们在战的各位都是垃圾 纯玉天花板的女人邀请男人去吧台喝一杯 男人却急忙一把将女人推开 只因女鬼老婆在一旁吃起大醋 可下一刻一群社会大佬把男人团团为主 原来男人刚才推的正是大哥的妹妹 男人一把抓住混混的右手 随即贴心地送上脸部着地服务和手肘按摩 社会大哥鼓掌喀在男人有两下的 男人表示你也一样别装 老子赶时间你们一起上 社会青年们也没和男人客气 直接背后偷袭 画面一转一个大叔正最绝逛在小巷里 东茂南伸手拦住大叔的身子 老板需要来点特殊的刺激吗 大叔眯着眼睛说他对男人没兴趣 苏茂南冷着一张脸声称是死亡快笛 他催眠着大叔让他沿着巷子一直直走 大叔果然听话地向前笔直走去如同捣了魔 可走着走着他来到墙前发现是死 他稍稍转头 可不论是脚上还是水上 孔孔被鬼抓住四个洞堂部 他本身的力量划出 无如怪物的 大叔的脸上表情争鸣一片脸 婴儿怪冷笑着说自己马上就要突破到四季无力 作为本王的养量 可这婴儿怪还没装上三秒滴 就被男人一脚菜肥 是吧还能站得起来吗 被我救了一令回头给本博主点个关注不过分吧 大叔摸着受伤的脖子点头一定能点 可他话没说两句就直接倒地晕了过去 体内的女鬼老婆这回开口说灵具就在婴儿怪身上 婴儿怪我过时来后勃然大怒 你知道你他喵弟惹的是谁吗 男人回击那你知道本大爷是谁吗 婴儿怪估计同时使用灵力绑住了男人 男人下一刻全身燃气火焰将灵力锁链燃尽 就只有这种能动吗 婴儿怪大惊失色 没想到一个人类能破他魂属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男人搜的一声闪身上前 并且表示他只不过是厨子吧 只不过你为你适合 就是自己体内的女鬼老婆 女鬼老婆一脸满足的 此时的婴儿怪一路胆怯之色 男人则是不依不饶催他快交出邻居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交不交出邻居 下一刻男人便将婴儿怪重重的鸡 婴儿怪想跑却被男人一脚踩住了身子 男人问老婆你想怎么做 女鬼老婆表示 先让我把他灵气吃了再说 可婴儿怪情急之下竟然直接破释 只见江里的女士杀石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男人和老婆避之不及闪到了一旁 在落地时婴儿怪已经不见了曲线 正在此时身后传来了警察的声音 为你不许动局欺手 男人听出声音是前几天的警察小陈 于是便也不敢反抗袭警 小陈兴奋不已表示终于抓到犯人了 张警官此时也是一脸严肃地将枪口对准我 我叫男人别乱动用心感受 下一刻他竟然直接亲了上来 时间回到三个散事前 男人将婴儿鬼击倒在地 却被婴儿怪放在一具阵退逃脱 更悲催的是 男人还被警察盯上 小警察反绑住男人声称抓到犯人了 张警官举起手枪对准男人 可他又很快放下枪说男人并非犯人 小陈立刻指向地上大叔 师父明明地上那个死者的情况和之前一模一样 倒地的大叔一听立马站起身来说我还没断气呢 而且那个小哥刚才救了我 小警察一看傻眼了完了自己这小乌龙了 男人则是拍了拍挥拳 小警察连忙问起大叔到底什么情况 真正的犯人长什么样 大叔刚说了俩字 婴儿随即又体力一直倒下 小警察再度傻眼婴儿什么年头可以作案了 可他本着职业精神还是叫起了救护车 小警察刚到握拳对对对不起错过你 男人直冒冷汗你是不是第一次道歉 张警官问起男人你是不是受魂者 男人想着不能透露老婆的信息 这里还是装傻比较好 张警官却似是看出了男人的矛盾 故想说也没关系 每个人都会有难言之意 只不过下次最好表现的更加自然 就不会被他们盯上 下一刻他竟然直接递出名片给男人 张警官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你会了解他们的事 张警官无奈呼出一口气 小子你自己小心点就好 少打听大人的事 看着转身离去的男人 张警察只觉得很有意思 殊不知他背后的高楼穷顶处 兜茂南冷冷盯着眼前的一切 婴儿鬼气急败坏 可恶明明就差吞噬一个就可以生警了 偏偏被坏了好事 都貌南毕恭毕敬地称要为主人献上其他事物 随即他猛的一踩地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一般从高楼跃下 而另外一面 摆脱了警察的男人此时也在一路狂奔着 老婆你现在还能感知到邻居的位置吗 老婆表示邻居就在前面不远之处 不过老公 你这次要不要试着自己 更拖那个婴儿怪的缠绕 男人稍一回想 确实那个黑雾缠绕还是麻烦 老婆解释主要还是因为男人不会灵活运用灵气 明明共享的灵气已经很不错了 男人疑惑你呀不是失业了吗 怎么突然记起来那么多 老婆沉吟片刻说自己可能是补充完灵力 自己就慢慢回想了 所以老婆表示要我学会外放灵气 男人看着自己的双手有些愣声 就算你这么说我也没有头绪 我明明只是一个只不要点赞收藏的博主 老婆忽然想到了什么事的眼前疑量 下一刻他就投身进我的怀里 还叫老公别乱动 随即老婆对着男人的薄唇吻上去 还未等男人细细品味 他的思绪仿佛坠入海底 男人一脸诧异这是哪里 老婆表示这里是我的内心世界 因为缔结过契约所以能来这里 男人明白过来后又忍不住反问 来这里做什么 那个婴儿怪没准就跑掉了 老婆一把从背后抱住男人 老公别担心这里的时间流速是外界的万分之一 而当务之急是让你在这里学会灵气的运营 男人上一秒还点头表示自己明白现状 下一秒就发现自己衣物竟然不知所尽 老婆一脸严肃地表示衣服会影响你感知灵气 这是变强的必经之路 男人只好羞红着脸继续修炼 无数金光犹如漫天萤火一般从他体内流出 在老婆帮助下男人的修炼可谓事半功倍 也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从内心世界中脱离而出 在睁眼之时 他的毛子里火光似舍 老婆我们差不多该走了 是时候帮你取回邻居 听老婆说好要一起正经修炼 下一刻他就吞去男人衣物说会影响邻气运行 可谁叫男人是当代留下会美女坐怀不乱 当男人修炼完再度回到现实世界时 他的灵气外放也有心 仅是星星一跃就会越来处长 老公等一下 邻居好像是在那里 男人也发现了远处快速行进的家伙 都冒男此时正神情捧张地逃跑 主人今天那个受魂者厉害 婴儿怪连忙摇头表示他的实力一般 强的是那个藏在他身体里的另外一个魂领 实力在我之上 都冒男此时轻巧落地 可还没等他坐上摩托车 他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般将在当场 于是他猛地抬起头来看向了空中 男人站在高处虎视着他 又晚上好啊公主坟的第三个盗墓队 男人想起警方发布的悬赏通告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是叫山猫队吗 山猫文言之下脸色大变 随即男人一跃而起挡在他面前 实相的就快点把那个邻居交出来 婴儿怪冷笑 你这么想让那本王就给你便是 他估计你不是大 在邻居加持下 黑色气焰形成浪潮一般将男人包裹其中 少年你应该感到荣幸 能把本王逼到愤怒的人类只有你一个 本王会记住你灵终的 话未说完 只听轰的一声浪潮被炸成烟尘散开 这 这怎么可能 明明你刚才还没有这等灵力的 婴儿怪气几个 他不惜折损本源灵力也要杀了男人 男人握紧拳头活用自己 我刚才就觉得你积极渣渣反复不停 现在给我消停点 区区一个人类竟然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简直是我的本身吃辱 老婆从我身体里散逸而出 说是要给这一击加点量 然而这岂是加了一点量 就怕是可喵的加了一颗核弹的量 男人从爆炸中抓住掉落下来的邻居 休想拿走我的邻居 垂死的婴儿怪放出最后的灵力还响一搏 可老婆顺势大口吸食起了婴儿怪散发出的灵力 婴儿怪本是不敢 我的邻居 我的发赞 男人无奈吐槽你一个大男人带什么发赞 这邻居是你的魔哥那痛叫个半天 下地狱去找你的邻居去 婴儿怪的身形被打消散了一大半 可嘴里还念叨着要拿邻居复仇 最后的时刻 他竟然变成了一个真的婴儿室 男人看着逐渐消亡的婴儿怪若有所思 可紧接着一缕残念动入男人额头之中 老婆我好像看到了她的记忆 她是个被父母抛弃扔到河里的溺衣 甚至还是她生死亲自动手 她自己就是溺死之息而亡 所以她制造连环杀人案的时候也用了同样说话 那么老婆你呢 你在公主坟的千年执念是什么 正在此时一劫明晃晃的尖刀静直刺了过来 男人一脸不爽 你没事打断我和老婆的交流做什么 只听咔嚓一声 尖刀直接断成了两半 东茂南看着这碎成两半的尖刀 吓得直接瘫坐在地 他抓住自己的头发开始抓狂 我完了我完了 他们找到我的话我一定会死的 男人一把抓住东茂南的喉咙 我问你答行不行 东茂南连忙尖男点头 很好那你听好了 你是怎么认识这婴儿怪的 男人交代是常总给的大胆 他便招募了两个人一起干 常总是谁 细说一下 听上一秒还在生气的女鬼老 下一秒却让我帮他带上发男 时间回到一小时之前 男人百分百通手接住白院 吓得山猫赶紧交代出 背后住人是常总 他是我们这行的信息贩子渠道横广 常总给了我一个古旧罐 说要到了公主坟才能打开 可我一时出于好奇提前在酒店打开了 谁料就此被恶魔缠上 他给我的窒息感太难受了 所以我不得不听从他 等到了公主坟 他忽然解除了对我的空间 我本想逃跑可见 他抓着一个发三船 他解决掉我的两个同伴 我说可以帮他打下手 他才放不过 我也没办法 谁叫我还要给我儿子筹钱看病 我死了的话 那我儿子也肯定活不了 这就是你做帮凶杀死 那么多好人的理由吗 甚至刚才你还想偷袭杀了我 都茂南扑通一身跪倒 在地连声道歉 他痛苦求饶了 至少等我把儿子重病的钱 筹集再把我送到家里 和我道歉什么 要道歉就和那些被害死的好人 和他们的亲人了 还有一个问题 唐总在哪里 都茂南摇头表示真不知道 但是发布任务都是通过手机线上发布 男人要都茂南赶紧把手机离开 都茂南愣了一下还是赵总 男人输入了一下自己的联系纹事 旋即他又把手机扔还给都茂南 都茂南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他 所以你真的打算放过我不报警了吗 男人转过头来笑着说 将功赎最懂的 那个常总或许还是万恶之缘 都茂南立马无体投地的跪下 谢谢你一有消息 我立马会告诉你 男人采了一口气准备离开 还有如果你孩子病好了 别让他咯你老公 要不然的话 就算是天涯海角也杀了你 望着男人的背影 都茂南久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到底是个好人还是恶人 明明本来的他已经对人生失去希望了 可现在他是真的有了自首的心 男人走在回家路上 老婆你说我做的对吗 男人承认是有带着私心 他不希望都茂南的孩子 也陷入无边的绝望中 老婆冷不丁从男人身体里针出 嘿嘿老公既然决定了就别多想了 想点开心的事情吗 比如老公你帮我找回了发展 不如趁热打铁晚上我们再修炼你 男人一把推开老婆发问 说正经的那个常摆到常总你认识吗 老婆煞时之间陷入了沉思 关于这个吗 完全没有任何想法 男人吐槽那你还想的那么一本正经 老婆生气整个撅起一片 是老公你一定要问我就拼命在想吗 男人笑着点头发 现在咱们回家 好夜老公 回家回家 想念老公床底的小杂志 对了老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老婆一个闪避不及直接撞在了男人身上 看着脑袋起包的老婆 男人不禁有些尴尬 刚才就应该给你了 你的邻居 你的发簪 男人随即温柔地帮老婆带上发簪 只一瞬间江里的眼中出现了男人 那分明是千年之前古代装束的男人 只听他笑着说 李儿这个发簪是特意为你取回来的 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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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此时男人摸着他脸颊 两人竟然说着同样的话 哭什么 我又不会离开 江里明明说好不会离开 可他一离开就是千年 如今他把失去的遗憾重新弥补 千年后重新为老婆带上发簪 只可惜此时的老婆已成了女鬼 老婆一把抓住了男人的手 这一次绝对绝对不会放你离开 此时一滴泪珠从老婆眼角滑落缓缓落地 四散的灵气犹如百川会海一般带入老婆的发簪中 老婆的衣物被距离撕扯而开 男人顿时羞愧难当 这是我一个不三连的人可以看的画面吗 与此同时老婆那边已经完成了变身 新换上的衣服称得他身材恶膜多姿 此时一道金光从他眉心积涉而出 和老婆共享灵力的男人立刻感到了自身变化 他稍稍闭目感受一番 在睁开眼时 只见他周身金光暴涨 冲天的金光历史引来了远处高楼上的几人注目 红发小姐姐顿时感叹着灵力不寻常 有一定的观察价值 地旁的壮汉表示要不过去瞧瞧 没准会是一个有趣的心愿 可小姐姐身后的魂灵似乎还想做最后一步 为首的魂灵大喊 就是现在 大家一起上 红发小姐姐冷灭现象 树道魂光覆盖在他枪身周围 只一个照面他就将魂灵毒蜂砍碎 一栋老旧大厦之中 两个男人正俯视着下方一切 而在他们身后一个倒霉蛋被反绑发抖 因而怪的气息消失了 这件事你怎么看 虽然我知道他确实是个没要救的蠢 常总摆了摆手根本没放心上 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 怎么和博士交代情报 常总想起还有事就任由黄发大叔 处置他的玩具人 而黄发大叔会议后身身一体 倒霉蛋犹如被操控了 四的全身悬空在半空 他大力喘着气 请黄发男放弃 他什么情报都肯定 然而黄发男冷笑着拒绝 比起获得情报 他更愿意折磨男人 张警官似是感受到了什么猛然抬头 小陈你先回去吧 我忽然想起来有个打折鸡腿饭要买下 小陈愣了一下 师父你不是从来不吃鸡腿吗 可他师父已经快不离开 画面一准 男主大口喘着淑气 他终于压制住了体内爆棚的灵气 可短时间里难以作战 与此同时老婆察觉到似乎来人了 以防万一余是要男人离开 刷得一声两人回到了家里 男人拉紧的窗帘回头 老婆刚抬我爆发力量的光柱会上新闻吗 老婆摇头表示这种灵气普通人是看不到 男人坐在床上感慨我这回厉害 可老婆无情揭穿 这实力只有他编纵的十分之一 男人询问老婆有没有想起什么 老婆捂着头说想起了一些 可是仔细去想的话会很疼 男人抚摸着老婆的头让他别想 想坏了我的小可爱该怎么办 老婆直接扑进男人怀里 我就知道老公最疼我了 视频告换了 男人双眼冒星星 旋即把老婆小可爱直接丢圆 三小十百万播放 这也太爽了 男人已经开始幻想自己成为吞金兽 看来成为顶流竞想天花感 级别待遇指日可待 正此时老婆的喊叫引来了男人的注意 哪呢哪呢 老婆冷不丁从我身前钻出 老公你快和我来内心世界 随着和老婆进入内心世界 男人抬起头来的瞬间 却被眼前的场景整个震慑住 此意外男人和女鬼同温 女鬼不仅答应甚至还成了贴贴怪 男人甚至还会被老婆 拨入内心世界修炼那里 老婆只是说了一句放开自我 下一刻男人和她的衣物就不意而说 只见无数名为普世之力的鲸鱼盘旋 老婆的贴身帮助 使得男人的修炼如鱼得死 男人吸收灵气后大有所 片刻过后她忽然起身 妆全已是金光环绕 辛苦一天的她决定去洗个澡放松下 她回想着这几天来和女鬼老婆发生的遗弃 爱意使她不但毫不害怕 甚至还斗志满满 洗完澡的男人被困意席卷开始睡觉 老婆温情地摸着男人的脸 摸着摸着她静一言不合 吞去身上衣物 老公我等了你一千年了 终于等来了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整年 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 而于一步时 男人正做着恶梦 天心孤儿怨 熊熊大火将一切焚烧殆尽 周围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小男孩的脚边放着一桶汽油 再回水 竟是男人小时候的模样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洒进了屋内 男人流着口水想着美食 包子 馒头 年糕 忽然他骑在年糕上大块躲 这年糕真是又软又滑 年糕 不对这手感怎么那么真实 男人猛地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好家伙老婆是什么时候 睡到自己床上 男人直呼老婆 我真不是故意 却见老婆这个迷茫的双眼 刚刚坐起 这真的是我一个不三连的人 可以看的画面 男人只是稍稍一响鼻血 就喷出三惊 老婆担心地站起身来 老公你的鼻子没事吧 男人惊呼你不要过来 旋即他马上奔向了贵族旁 当他好不容易找到纸巾 这才松了口气 转头就要老婆把衣服穿上 老婆意犹未尽地鼓起了小嘴 却也无可耐输 只见他玉卒点地 在一片光芒地环绕寓议之行 老婆终于换好了衣服 这新衣服直接把男人看上了 大白天活见鬼了 黑活见女神了 然后关键这女神还是自己老婆 男人倾咳了一声缓解干大 你怎么不怕阳光了 老婆手里把玩着发簪笑着说 因为多亏了老公的帮助 我力量恢复了一些 老婆一边说着一边 给自己戴上发簪 怎么样老公穿着这衣服 是不是就方便行动 男人正色端向着老婆 白丝固然好 肯非丝才是永远的事 老婆一愣老公你说什么 男人立马扯开话题 说你这身挺好 老婆心花怒放地扑向男人怀疑 老公喜欢就好 正此时床头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王导打来的电话 王导激动不已 火了火了咱们成热搜第一了 是千年修炼的女鬼 却同时也是男人的抱抱怪老婆 天然呆萌的老婆 时常让男人比起配 可男人也能深刻感受到 老婆对自己的全权爱 这天下午时刻 男人的手机响起 原来男人发的女鬼 老婆小视频上了热搜第一了 男人耸了耸肩 表示我看到并且三连了 王导则是越说越起劲 要不要在视频里 推小广告很赚钱的 男人郑重拒绝了王导 抱歉哥们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王导愣了一下 十万块也不要吗 你如此高风亮节 王某真心佩服 区区十 十万啊那我考虑一下 比起这个王导 你这边有运营吗 男人表示自己这边拍视频 会挺忙没空打理账号 不如把账号交给你们团队 来运营如何 王导推托表示团队确实能做 但更推荐另寻高明 男人开口笑着说 王导我记得你上次在片场 偷看同事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叫什么来着 请务必把运营交给再下来走 求你了 王导同期手机那 关于分成的话可不可以议成 给你们团队三成吧 当我还是个小主播的时候 是你接纳了无处把去的 王导感动得泪流满面 先生你放心 我们团队一定会帮你 把这个账号运营到完美 男人随即将合同你好发送了过去 还有王导 其实上次你偷看同事小姑娘的事 我只是听说的 王导愣了片刻瞬间泪目 男人满意地滑了滑手机 看着热榜新闻并随手点赞 片刻后男人忽然转头 老婆你们鬼 既然是吸收恐惧增强灵力 这次视频让你恢复了多少力 老婆她的可惜恢复了一些 可是还不如第一次 在公主坟恢复得多 老公你看这个光球 如果是全盛时期的话 这光球应该是满的 男人瞬间傻也没想到还差那么多 那现在的我们对付 海源小学的怪物有几成把握 不止恢复力量 而且老公你还帮我夺回了邻居发赞 如果我认真全力以赴 应该有师生把握 这么高的把握呀 那老婆我们还等什么 今晚就要让海源小学 那个怪物知道歌的厉害 然后顺带解救下怜香小妹们 好爷好爷 老婆蹦蹦跳跳着非常开心 对她来说又是一次 饱餐灵气的好机会 深夜时分 男人这回再次戴上探险帽 现在的她已经明显 不是刚开始的菜鸟了 老婆有没有看过一部 经典电影叫泰坦尼克号 你还记得那里面男女主的动作 下一刻男人的肩头 被老婆的手搭上并且扣住 她下意识地感觉不妙 等一下老婆 不要好歹让我帅过三秒 只听嗖的一声响 男人已经化作流星 飞到了遥远的天边 关注真与漫画 十年老作者更懂创作 男人明明只是嘴硬 说了一句歌带你刷副本 下一刻竟就被女鬼老婆带飞上天 而飞去的副本 正是之前卡吉的海人 等落地时 他们眼前竟已有三人等了 回首的可爱妹子 甚至一脸害怕地问我们是人是谷 原来早在二十分钟前 俩男人就早早来到了海员小学门口 黄毛明明只是问了 俱张哥我们确定要拍视频吗 结果就被张哥拍得一脑门 他没有三连护体不敢进去 张哥宽慰黄毛这世上哪来的鬼 年轻人就是应该学学我板子大写 张哥话才说到一半 他的背上就搭上了一只手 鬼啊 张哥和黄毛没等看来人 就被吓得眼眉乱飙 短发妹当即就发梦了 你们两个耸蛋看清楚了 我是你们的老大 不是说好在海员小学门口集合吗 怎么你们俩大老爷们都不敢进去 黄毛连忙解释 他刚才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拍小视频讲究机关和特效派 他们什么都没有 不如回去买好设备从长机 短发妹当即赏他一拳 你懂不懂什么叫蹭热度 我看你是怂了 短发妹掏出小本门认真思考 我们团队要不就做个视频 名字叫做 震惊 热榜第一女鬼视频戏伪造怎么样 好了事个遗迟 本晚的其他博主就来蹭热度 毛毛小心翼翼地问老大 后面好像有声音 回手看去 在不远处站着的赫然是男人和老 两男人最如惊弓之鸟一般下的当即类本 老大我们不如去拍颜值 须小姐姐别来拍鬼蹭热度 短发妹偷了两个大男人一脸无语 你们俩大老爷们的胆子加一块还没有大 张哥咳嗽了一声 其实他本不是那么胆小的 都是被黄毛传染的他是无辜的 短发妹解释说道不好意思 哈我朋友胆子贼小 还有以防万一你们到底是人是鬼 看我问的是个什么问题 这世上哪有鬼 张哥缓过神来尴尬一笑 不好意思见笑 我是张土豆叫我土豆就好了 特点就是胆子大 黄毛也自我介绍是张哥主手 还说自己的胆子仅次于土豆哥 短发妹则称是他们俩的发小 一起做户外直播 直到此刻黄毛忽然认出了男人的身份 等一下你不就是那个热榜第一那个谁 咱们就是看你的视频才来蹭热度 配我们才找过来了 短发妹一把推开发小 原来你就是那个若搜第一的博主 我是你的小粉啊 方便的话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还有您身边这位姐姐也在视频里出现 请问她是名的 老婆无比任君盯着我 她是我的老老婆 男人千万签名咳嗽一声 你们想进海员小学直播可能 不过还是等白天比较好 张哥一听不说 怎么你这是买了这快递吗 凭什么你能播我们不能播 男人谈了火器我没有和你们开玩笑 里面真的有鬼 像你们这样的普通人进去的话 你们会有生命危险的 张哥当即忍不住发飙 什么生命危险你肯定是在骗我们 你视频里那些不都是特效和剪辑吗 话音未落一阵妞 吹得几人甚至有些战力不稳 黄毛吐槽今天天气预报没封啊 怎么刚突然刮时机要封 等一下他们一转眼等哪去了 这是进去拍上次爆款视频的续集了吗 黄毛下意识的觉得不对劲张哥要不算了吧 张哥表示你的粉蛋现在正是爆火的最佳时机 黄毛还想让老大帮忙劝劝 可老大这边已经向前冲去 黄毛眼看按不住这俩人只能无奈跟上 那一声黄毛进入了结界之中 海员小学的副本此刻正式开启 男人和老婆走在学校走廊 希望那三个人听话离开了 说起来老婆你能感知到那怪物的气息吗 老婆点点头应该就在上次的房间里 男人将手机丢给老婆 很好老规矩 三二一开始录制 各位观看视频的观众老爷们 此时此刻我们的位置依旧是在海员小学之中 三天前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实力强大的怪物 被其打退后一直有好好锻炼自身 毕竟莲香小妹妹还等着我去解救 也正因此 杀回来 原本只是个户外探险小主播 却在一次探险直播中收获一只漂亮的女鬼老婆 男人为了帮她恢复灵力取回记忆 于是两人来到了灵气充足的海员小学 两人穿梭在一片黑暗之中 怎么样老婆你感觉到怪物的气息 此时老婆注意到了桌上有个散发灵力的墓书 老公你看那边 好家伙这才智的古代墓书应该能耐我半个月工资 男人伸出此才刚想摸一把墓书 却听疯的一声想怪物出现 他怒吼着你们俩居然还敢回来 这次为了防止你们逃跑 我已不下了结解 臭小子你们就是插翅也难飞 男人冷笑一声歌今天就是来拿你练几的 以自己堵住自己费路出来 疯的一声一人一怪灵力相撞 怪物大惊是刻你怎么开几天就突然变墙那么多 莫非你之前在隐藏实力 男人摆了白手一脸垃圾 就不能是小野我天资聪颖这么多天来变墙了吗 眼前的怪物怒不可遏 你哥这耍猴呢你以为只有你会变墙吗 你给我等着 下一刻一个钢铁化的脚掌落地 映入男人 恶然是一个钢铁化 是非要逼我的 我本来不想用这招了 只见一颗巨大的紫色光球在钢铁怪物头顶 给我下地狱去吧 完了完了这会打不过就耍赖的 物理攻击不行就换魔法攻击 而另外一边 小主播土豆随着镜头也来到了海园小学直播 相信大家一定听看过热搜第一的海园小学鬼故事 可是今天我要向大家揭露这完全是一个骗局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这一说 等一下刚才上面谈来的是什么声音 半空之中 五楼走廊的骑卷里竟然被距离吸卷爆炸破碎 三人愣了一下已经顾不得还在直播 他们齐齐向着天空方向看去 土豆一个没站稳 这这这 这不是那个热搜第一的博主吗 原来男人被距离吸卷从高空迅速坠下 最关键的是她的头还是朝下的 以博主花容失色这样子摔下来必死无疑的 第二次就好了 流光略赏 还好老婆从天而降对男人伸出援手 老公我来救你了 老婆的及时感到终于还是救下了男人 可下面的一群人确实惊呆了 兄弟姐妹们我已经更到最新了 关注一波每周五都会制作完放入合集了 现在来说我搜了一下全网 是第一块更新这个漫画的 是大家点赞情况而论 看看要不要加更一集翻外的 另外大家有没有想看的别的漫画 可以评论区留言或者私 如果希望博主做同类型漫画的请扣干幕衣 希望博主换个类型 比如热血或者悬疑的可以直接打出 明明这个黄毛排名第一处是波澜不惊 一口假牙刷了半小时还感慨无敌真寂寞 下一刻就被手机上的短信惊掉了下巴 只因手机上充斥了各种朋友的信息轰炸 原来遥遥领先的她竟被一个新人博主超越 一条短视频仅仅一晚上就有三千万播放 黄毛一把甩飞牙刷 连忙推开书房大门 随即她立刻进入认真模式来看这新人是整个什么火 难不成是让评论区观众给她刷狗头刷上去的吗 只见小视频里既有人鬼情未了的千年贪命 女鬼有个堪比当红女明星的颜值 又有特效大力的硬态战感 甚至还有难以超越的户外直播 各喵地哪个主播蹲在红绿灯上直播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她一个人摊坐在电竞以上久久不能起 是在下说 凭她自己看来是没法层住主播第一荣光 黄毛彻底放弃了和她对拼流量的念头 小兄弟哥也是爱才之人 就让我再给你的热度添一把火吧 下一刻一连串的回复接转而来 吃瓜群众纷纷回复 什么情况大大居然转发了这个视频 黄毛做完这一切又回去刷牙了 小子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 我很看好你的女鬼老婆 这男人从高空激素坠下 吃瓜群众目瞪口呆这个高度摔下必死 可老婆的身处相救 终于还是救下了男人狗命 眼见男人毫发无伤吃瓜群众炸破了 张哥你胆子大你说 刚才那个女人是非浅了吧 张哥故作这一定表示小场面 刚才女人肯定是吊了威亚 话音未落举 很高空一声巨响 一个铁甲武士重重落地 光是扩散的余波就让三人站立不穩 张哥这么重的家伙总不能用吊威亚来解释吧 给我三分钟思考我也可以解释吧 可张哥没来得及解释 直接啪的一声摔了个底朝鸡 还解释的毛线 赶紧跑路啊你们两个蠢 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跑 赶打我家怜香主义你们一个别想 只听翁的一声 小主播里可以覆盖一整片区 可他当冲撞上去就被距离弹飞 老大你说我们看那女鬼视频三连就好了 何必来现场拍爆款视频呢 三连购付我们房子租金吗 小主播当然要来追热点 而另外一边男人已经冷静下来思考对策了 老婆我吸引他注意力听我指令 却见铁甲武鬼手臂电磁环绕 而男人也在全力闪躲着武鬼的重击 可这武鬼体型虽庞大伸手也敏捷 他重重一拳袭来被男人堪堪挡住 光是物理攻击男人告诉他 关键是这武鬼拳头带走 男人被电磁阵飞删去树米 男人想划出树米之远 这才稳住身心 很好他已经快上功了 刚才他这权力一击应该不能连续时 当武鬼再度袭来男人大喊 老婆就是现在 让他压的 老婆同男人身体钻出立刻释法 只见半空中锁链从续空击射而出 武鬼的拳头在男人面前一寸之处停下 武鬼想要振脱锁链 臭铁块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还说我们一个都别想活 可恶放开我你这个小子 男人拍了拍无鬼的头你当我傻呀 放开你的话你岂不是要彻底崩崩 话说回来让我猜猜你的身份 你应该是海员小学最后一任校长讲床吧 回答我 莲香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不是我不是我 我不想杀他了 都怪他害怕的好跑 留在我身边不好啊 男人立马赏他一记破眼犬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他还那么小就因为你死不明不白的 如果死的那个人是你孩子你怎么想 快说出来莲香在哪 小爷我给你的痛快 你做梦我绝对不会让你把他带走的 下一刻他竟然爆发出惊人力量挣脱灵土 向后小心他现在很危险 男人直接被禽兽抱着向前冲去 只听咚的一声笑射一脚被撞破 可恶这老东西怎么突然那么能打 老东千万想信 他应该是临场晋级了所以才实力大分 老东西进入发行 本来晋身才能释放进去 如今远程就能打中了 男人暗骂这家伙 换个正常人也不可能被激怒就爆发如此力量 老婆照灭 随后受到锁链再提醒 然而现在的他已经不再畏惧锁链 电光一闪锁链就被弹飞 眼看着老婆就要遭殃 男人立刻闪身上前 用肉身挡住着全力一击 男人惨叫着被一击打飞投出来 自立把男人直接把光断嵌入地 老公你怎么样不要紧 我没事这倒也算是个锻炼机会 你先进到我身体来这样防守压力小点 既然硬听不行 那就只能想想别的大方 却见老东西一边捏硬一边喃喃自语 男人周身出现鼠不尽的爆炸 终究还是一一躲怀 他不管不顾的向前冲 必须要去校长室找到那样东西 还能获取 可这回走廊里突然出现一个巨大雷球 糟糕地上都是雷球 只能硬闯过去 男人深吸了一口气 卯足了进 随即他足间一点地 他整个人如飞燕一般瞳空而起 他几乎是贴着雷球 不吓的目标 勉强堵 只听风的一声 男人 这里是死了一笔 臭小子你已经逃不掉了 不仅是你还有你身体里的女人 包括外面那三个小鬼 你们统统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男人明明陷入绝境此刻 却反而镇定自若 是吗 可是你似乎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我之前就在思考 对怜香执念那么深的 你会把她藏吗 然后你猜怎么着我想明白 老东西似乎发现了什么事 的整个人一愣 等 等一下 不不不 不要 眼见男人高高挥起 拳头老东西立马慌了声 可下一刻男人一拳 已然重重打在木树之上 男人明明说好 会带小姐姐离开 可她一等就是一个礼拜 原来就在十时钟前 男人一拳砸向了魔法阵 一个偌大的漩涡当机险险 老怪物想必你把怜香 藏在这里面吗 你猜到又如何你休想进去 老公这里交给我你快进去 校长凝结出雷球 正打算解决掉二人 下一刻雷球刚呼猛 爆炸开了 男人速度奇快地 在爆炸余波中 抱着老婆逃出 只是一瞬 他就跨过漩涡来到里面 火不其然 怜香小妹妹就被吊在这里 怜香抬头 看着眼前突然形成的漩涡一景 男人抱着老婆踏出漩涡 大哥哥 你真的来救我 男人旋即冲向了怜香的位置 不是说好了会来救你的吗 咔嚓一声 男人用灵气破开锁面 怜香脱离一般倒入了男人的怀里 校长争鸣着也从漩涡里跃出 怜香是我的 不会让你们带走的 怜香乖快过来 我来保护你 怜香害怕地抓着男人的衣服 不敢出声 怜香 你这是打算背叛我吗 巨大的狂 妹子才吸了一口 就晕乎乎地倒在地上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握倒在地 老公小心点着烟雾有古怪 怜香小妹妹你跟他久了 你知道这家伙弱点在哪吗 他弱点应该是在胸口 可是那么多震荡电球你也过不去 男人回想了下自己危急时刻 就像老婆的情况 要是用那样的速度未尝不可 下一刻男人幻影一般向前冷不出去 这难不成就是我的魂数吗 老怪物还在一脸嚣张地嘲讽 下一刻男人的拳头眼 印在了老怪物的胸口 一个法师怎么敢碰刺我 这高敏捷刺客的 哎呀死了 这怎么可能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之后 老怪物坐在地上 喃喃发声不要离开我 都是爸爸的客户 最后时刻他深水向了脸香 竟然说出了一句对不起 男人感受着校长魂力里隐藏的过去 老婆这家伙的过去有些曲折他 他原本有个美好的家庭女儿叫燕安 可15年的女儿 他被钢筋钉在驾驶室里 而欺语双亡 他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在他痛苦绝望之际 常总找到了他 他们以颠覆三观的做法 捕获了他 甚至还给他制定了 一个复活女儿的计划 而脸香你就是他 用来复活女儿的容器 一连串的打击 使得他上吊自杀成为孤独野狗 他就此慢慢把你 当成他的亲人看白 原来一切的经过是这样 谢谢大哥哥和大姐姐 你们俩是我的恩人 突然和大哥哥 我那么客气做什么 然而下一刻一点突生 脸香整个人的身体 变得犹如透明一般 抱歉了大哥哥 我看来只能到此为止 不过大哥哥 不用为我担心的 能够离开这里一程 就是还是有些不甘心 明明刚重获自由 老婆他这情况还有旧吗 有是有 就是需要一样 同他产生联系的事 男人一想那这幕书 应该能派上用场了 于是男人将幕书 对准脸香扔出 可奇怪的是这幕书 可以说是一点用过没有 大哥哥谢谢你 有你这份努力的心已经够了 莲香化作万千光点 消散于空气之中 男人一阵垂胸钝底 是我食言了 没能把你带出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幕书这边却忽然有了一朵 转瞬之间幕书的灵力四溢 这是什么情况 只见老婆施展着灵力 全力保住莲香魂力 用你的灵香小妹妹 男人明明说好 要带少女看外面的世界 却只能看着她化作 万千光点消散 关键时刻还是多亏了老婆出手 这才勉强将少女的魂力 封印成型 只是这大小尺寸 实在是让人有点蹬不住 老婆解释 这是因为我分了一部分魂力 可是 老公 老婆一把抓住了男人的腰子 老公你眼里只能有我一个女人 要不然我就嘎了你腰子 男人立时抓住老婆的手 老婆你还不相信我的为人吗 老婆被哄开心后追问男人 对了老公 你刚才是不是觉醒了魂数 男人表示这魂数 能感觉到周围空间时间减缓 看过电影部 这一招有点像子弹时间 而且更邪门的是 当时尸海里蹦出个声音 告诉我这个魂迹叫一梦千年 老婆重复着一梦千年 四个自作有所思 至于眼前昏倒的三人 男人为了防止他们 被残余法证影响 还是好心把他们拖到了校门口 随即两人则是如流星 当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老婆呀老婆遇到你以后 我的作息全都乱了 看着老婆扑上来 男人直呼 这是我一个不三连的人 可以看的画面吗 男人红着脸拦住你 咱们还是分两床辈子睡吧 老婆立时嘟着嘴表示不满 于是两人温馨地 靠在一起酣睡衣 一日一早三个博主 逐渐行转过来 短发萌妹第一个睁开了眼 随即马上拍响了两个大男人 你们两个猪头赶紧醒过来 黄毛摸着脸问早饭做好了吗 还早饭呢 我们昨晚差点命都没了 短发萌妹看向了高处 昨天谁救了我们 会是他吗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事 对了我们昨天拍的视频吗 还不赶紧拿出来 黄毛立刻翻找着昨天拍的视频 视频立刻给出了确切证据 确实是小哥救了他们一命 张哥表示多亏了我胆子 大拍了爆款视频 回去剪辑一下咱们的点赞 不就蹭蹭的长发 正当俩活宝拍手庆祝时 短发萌妹认真思考 这么说来这一切都是真的而非特效 难不成她的老婆 真就是公主们的千年女鬼 而另外一点 男人缓缓睁开眼睛 周末睡的懒觉真是舒服啊 等一下这已经下午了吗 此时男人注意到了被窝里 似乎有动静 看着熟睡的老婆 男人不由的有些感慨 正当男人忍不住 想摸摸老婆头时 黄岛的电话立时打过来 我第一天咱们的短视频 已经九千万播放 男人随意地点点头 嗯嗯干得不错 现在整个网络都在讨论 你这个年度最强心人 喂 正此时王导这边的电话 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声响 老公早安啊 想要抱抱 嘿嘿嘿喜欢我家老婆 男人机智地把一个抱枕 塞给老婆从而金蝉脱强 王导刚才 没什么 你继续说 短视频官方已经邀请你正式入日 我粗略算了一下 签约后一个短视频 能有九万收益 九九九万 那还不赶紧签约 男人直呼我搬砖一年都没九万 放下手机的男人 长出一口气 多亏了老婆让我赚了那么多 而且我还触及到了一个 未曾想象过的世界 这一切都是多亏了他 虽然咱们的第一次见面 算不得友好 甚至差点还被他掐断气 但现在的他已成了 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为回报是应该帮他 找回记忆和魂力了 总之先洗一把脸 再找找有什么都市传说之类的事 正此时男人忽然注意到了 水龙头的一样 这水龙头里居然向外 冲刷着红色液体 更要命的是 这水龙头根本就关不上 而更让男人感到惊讶的 还在后头 他缓缓地抬头 看向了镜中的自己 竟然完全成了男鬼的形象 只听镜中的男人忽然开口 说我到你了 我急匆匆地从房间跑出 却发现老公突然昏倒了过去 吓得老婆赶紧追问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就在几分钟之前 男人正在洗手 镜中却骤然出现了男鬼的模样 男人抡起沙包大的拳头 向前轰出 镜子当即就被震碎成一片片 可男鬼的笑声 却依旧回荡在耳边 如同精神冲击一般折磨着男人 男人立刻意识到 这卫生间里有不干净的关系 于是赶忙寻求老婆的帮助 可男人刚转身 眼前场景疏忽变化 男人眸子瞪大 这怎么可能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只狸猫 只见他在各个镜子间来回穿梭 男人一咬牙 想要靠自己速度优势拼颖 我就再等你过来 男人只觉得浑身脱力仿佛 被蛇缠上了事 他想发出声音 可却连发声的力气都没有 小子你结束了 正此时一道灵刃刮过 瞬间斩下狸猫怪的头颅 男人这才猛地清醒过来 他大口大口地传了气 思绪回到了显示中 老公老公 男人耳边传来了老婆熟悉的声音 老公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男人虚脱一般导入了老婆怀里 老公你刚才被魂体袭击了 幸好我及时发现把他消灭了 要不要陪老婆我得个赞 男人咳嗽了一声 刚才那个似乎是擅长精神攻击的 可无冤无仇的他为何要攻击我 老婆表示自己也没有头绪 他刚才担心老公没有余力留下活口 随即老婆开始抓狂 到底是谁要对付我家老公的 让我知道的话绝对不放逼他 男人忽然注意到了 携手吃力的一个项圈H031 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总之老婆你先把衣服穿好 老婆嘟着嘴边去换衣服 男人正经地反思自己的心态有些浮躁 他的魂迹用来对付物理系敌人 还行但对付不了精神 现在看来自己已经被某股势力盯上了 只能自己也快点变强了 老公我换好了 怎么样老公有没有很人资萨爽的感觉 哎不对那是我的衣服啊 老婆直呼不要我就要穿老公牌衣服 正此时一张名片从衣服里滑落而出 男人看到名片不由地想起了张警官 而另外一点 一个眼镜妹猛地磕出血来 西装男催促着问找到他们了吗 眼镜妹喘着粗气表示我的英零猫被消灭了 西装男一愣你的英零猫专注精神偷袭的话 甚至能解决掉五级受魂人 眼镜妹颤抖着回忆本来差点就要成功了 可是突然就有一道极为可怕的力量 瞬间解决了我的英零猫 长总对不起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求求您在博士面前帮我说说话 长总一把托起眼镜妹的下巴 我知道你确实已经尽力了 可是那又怎样 没了英零猫的你就等于没了用处 话音落下眼镜妹已伸手一处 长总擦了擦手扬长离开 西装男发问长总你不觉得奇怪吗 蒋校长盘踞一方十年却突然被肃清 多想无意 快点调查清楚那个受魂人的情况 半空之中红色漩涡展开 长总一跃之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市区的咖啡厅里 张警官仔细地盯着自己的小厕子 注意到男人前来 张警官赶忙挥了挥手 张警官 我这次找你出来 是想让你帮我看看这个项圈 张警官的神色顿时为之一负 这 这是 这个婴儿明明才刚刚出生 就被认定为S级魂灵 只因这个世界存在着魂灵的体系 拥有魂力之人可以被邀请加入受魂人组织 以上就是我说的受魂人现状 你有疑问吗 男人当即质疑总有人不肯吧 张警官耸肩表示这很常见 那就会被封印记忆回归正常人生活 男人表示受魂人搞清楚了 那不如来聊聊受魂人的对立面吧 张警官肃然看着男人手里的名牌 其实那个就是冤的信物 男人愣了一下咱能不能用大白话讲 到底什么是冤 张警官叹了一口气 说到底冤这名字不是我取的 还有你小子从哪弄来的 男人紧紧盯着眼前的名牌 张警官实不相瞒 昨天我被一只松鼠怪袭击了 他死后实体就化作了这名牌 张警官笑笑你小子应该刚觉醒能力不久了 那还真是走运了你能活下来 男人随便打了个麻虎眼应付了过去 老婆的存在还是不说更好 张警官一眼看出男人一定拟瞒了什么 但是他也懒得追问了 他开始解释这个世界上的土著魂灵 他们天生就拥有魂 普通人一般无法察觉到他们 但是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和伤害 分为六记忆 男人当场那么的既然如此 为何我从未听说过他们 原来机构为了不让大家恐慌 利用魂记删除了大家记忆 他们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保密的工作 而在这个过程中 也同样会有怨念所生的魂体 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极大的危险 男人很快想起了之前的魂音和校长 可他很快有了新的疑问 最近的事件为何不见受魂人出现解决 张警官闭上眼睛似乎不想回忆 之前的一件大事造成了受魂人手严重不足 张警官含着一张脸 张警官表示确切来说是和你一样后天觉醒的人 他们藏在普通人中却常常因为力量而迷失自我 还说会对不三年的人进行类似这样的特殊惩罚 所幸他们的数量不多 一旦真的干了坏事 那可一定是要抓捕的 只是他们也不傻 他们网络人才成立了代号为冤的组织 所以谈的不只是人还有其他物主 只因神秘组织的人要提取魂灵对应的魂灵 即使到了今天他们还在对受魂人发起袭击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 相比那些天然存在的魂灵来说 受魂人和冤之间是世仇 他们死后的特征是会化为带数字的名牌 袭击你的人正是组织冤之中的人 男人那么的那就奇怪了 我也没和谁结仇啊 可他仔细一想倒也不是没可能 难不成他们和鬼鹰或者校长有关系 对了张警官你有办法找到他们吗 我很急 张警官摇头要能那么容易找到他们倒好了 他们都是有各种各样特殊能力的人 其实我们也有活捉过他们的人 可是每当他们说出某个关键词都会暴体而亡 对了既然你是新人 你应该还不知道什么是魂术吧 那是灵魂深处的力量只有极少数天才成功 男人自信一笑却并未着急说出自己魂器 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天才就在你面前 张警官表示不会也没关系很正常 那些天生灵体的魂体一般都可以直接使用魂器 这一点需要小心 男人一拳砸在桌上这我一个人势单力薄了 要是被盯上了那还了不 张警官表示问题不大我可以推荐你加入受魂人 男人心想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啊 我是靠江丽觉醒的不是靠我自己 万一江丽哪天离开了我岂不是又成了普通人 张警官无奈一笑放轻松点小伙子 身上竟然有那么多秘密还不肯说 男人终究还是拒绝了张警官的提议 换谁来选一样 和受魂人一起住还是和可爱老婆一起住 这道题谁不会 张警官有些可惜但是也就不再夺权 男人却当场害怕 你这首饰莫不是要掏枪 张警官悬急将一个寿字卡牌呈上 男人接过卡牌上面写了的代理 张警官解释这其实就是个实习证或者叫编外证 有了这个代理证就可以不用消除掉你的记忆了 当然偶尔也需要在必要时协助受魂人 张警官一杯咖啡喝完丢下一本小册子 你想知道的信息都在里面了自己看 男人捡起小册子吃溜一下站起身 张警官你到底是什么人 问我是什么人 这可真是个好问题 现在的我不过是一个普通警官罢了 张卡牌是受魂人代理证 意味着男人正式成为代理受魂人 男人赶忙追问送出卡牌的张警官 你到底是什么人 张警官却只留给他一个孤单的背影 现在的我不过是个普通警官 男人重新回到座位 也就是说我现在面对的敌人叫做冤枉 多亏了张警官 起码我现在知道敌人是谁了 忽然一道道金光从卡牌中激射而出 好家伙这卡牌看起来还挺高级的 回头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现在的我已经是受魂人边外人员了 可以受到组织最低程度的保障 正当男人思考着张警官真实身份时 美女服务员拦住了男人的去路 先生承蒙汇谷 元旦套餐成汇58元 男人瞬间待着我可是什么也没吃没喝呀 服务员连忙解释是你朋友点的 我真是服得够够的 开头也不会给我装高手 一日一早男人被老婆搂着逛街 可男人却对冤的事依然耿耿运怀 老婆你如果想恢复实力 除了吸收魂灵和吸收恐惧还有别的方法 老婆思考片刻摇了摇头 应该就这些了没别的了 男人继续追问恐惧之力获得的机制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老婆当即解释只要被吓到的人情绪波动越大 那我的魂力也可以更快恢复 男人当即想到开个鬼屋 然后让老婆进去吓人 或者开个密室逃脱都不错 可这样一来最大的问题来了 只因男人脑瓜子上就刻了一个字 大写的穷字 终究还是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正此时一个男人快步朝着两人跑了过来 男人下意识地警觉回过头去 谁 只见一个小胖子被男主撞你弹开 男人见他摔倒赶忙伸手想去搀扶他一把 兄弟你没事吧 却见摔倒之人立马谈地而起 恩公终于找到你了 这个女人明明是魂界数一数二的公主 却只对老公的话言听计计 男人叫他喝了咖啡 晚上追更真语漫画就不困 他才铭起嘴唇喝上一笑话 时间回到二十分钟之前 男人遇上之前救过的小胖子 小胖子赶忙将恩公请到咖啡店 服务员来三大杯你们店最贵的咖啡 男人吐槽才刚离开没多久 怎么又回到这点 小胖子可别是张警官一样尿顿的老奈 确定小胖子在那长叹了一口气 大哥我其实有件怪事想要问问你 男人一愣你小子该不会又遇到什么鬼事了吧 小胖子老脸一红还真是如此 而且发生地就在我们公司 老婆说那你可找对人了 小胖子当即谈作而起 此举一度吓坏了端来咖啡的女服务员 小胖子连忙给他道了个钱 这位小姐请慢用 这是本店的招牌咖啡 二十年没喝过咖啡的老婆不敢动作 男人悄悄告诉他常常看有惊喜 老婆这台小口明请咖啡 小胖子一愣着美女怎么不太正常 而且谁大白天出门头上贴动 为了掩饰尴尬 老婆一口气就把咖啡喝光 小胖子心想大哥身旁多点奇怪的女人 这一点也是问题不大 随即他摸着脑袋回忆起了之前的事情 大哥就我的第二天我就赶回了公司 指引我是虚拟现实游戏公司的老板 而最后发布前的测试环节我必须在场 本来事情在我的预想范围里发展 第一轮测试也如期进行 测试人员创建的虚拟人物都很正常 然而他却在游戏里见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他竟然在游戏里回到了我们办公室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把自己办公室做进过游戏 而且能明显看到有红色的灵气波动 我一把揪住助理的衣服 这个场景到底是怎么回事 程序员也是连忙检查起了代码 可排查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也不想闲着 赶忙冲向了监控室想要调取监控录像 然后大哥我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 这键盘进行自行敲击 这种怪事我和大哥一起碰到鬼子 当然就不敢懈怠了赶忙想回办公室停止测试 可刚一打开办公室的门 我整个人就傻眼了 测试人员就和发疯了一样大喊大叫 我让助理赶紧终止测试 这可能是闹人命的事 可没用的助理已经吓尿了 这回只会说有果 于是我只好强行摘下他的头盔 我不敢想象如果晚了几分钟他会怎么样 就是因为这件事我手下很多员工都辞职 我不想坐以待避 于是花仲惊请来了一个专家智商大师 男人一脸无语 你这大师听名字就是个男友 小胖子连忙拍起马屁不愧是大哥 猜得真准 这大师当时有不下震动 还和我们保证邪魔外道已经驱逐 可我们早已发现他背后有怪东西 当他自己也意识到的时候 咱们三个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男人心想这可真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小胖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嘴 大哥我只能靠你了 我知道你能对付他 如果我的游戏公司倒闭了 我就什么都没了 男人摆了摆手别哭了 帮你就帮你了 小胖子看男人双手张开成五指 他立马就会议过来 要是大哥能解我燃眉之急 这五万块就是给大哥的谢 男人瞬间呆住五万块 驱鬼这赛道原来那么赚钱的吗 小胖子还以为大哥对数目不满意 我错了大哥应该给你十万 而且事成之后还会再另外补贴两万 男人知乎我们真的是相见恨 嗨嗨本老六 黑本正义国败 绝对无法坐视妖务坐乱 回头把公司地址和银行卡密码一起报 于是当天晚上 高高的铁栅栏钱赫然占着两人 男人高高举起手来 为了这五万块 两人一起举手高喊 干完这一票吃好吃的去 男人忽然转身问老婆对手强不强 老婆却说和之前的魂灵差不多 男人黑黑一笑 这单岂不是直接拿下 只听员工卡一刷 大门缓缓打开 男人转头一笑 家人们新的一场直播又开始了 这女人明明颜值堪比当红明星 却甘愿给男人打下手 只因她是男人的女鬼老婆 男人正是主播界的药野猩猩 如今大晚上的两人来到空无一人的公司 男人向观众老爷们介绍 这一家游戏公司 曾经开发过脸纸和星群体 至于为何深夜来此 理由其实很简单 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就在三天前这个公司的VR游戏 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游戏测试员进入到了一个 现实办公室的地方 而更令人后怕的事情发生了 监控室里竟然发现键盘可以刺激打字 而游戏测试人员也因为种种缘故精神失常 可今天换本大爷来就不一样了 正此时男人忽然抬头注意到了眼前的意行 欢迎来到我们的游戏 胆小者甚入 男人赶紧提醒各位观众老爷们注意 点赞收藏一波可以狗头互动 男人为了直播效果不足寻常路 直接走了个天井盖的棚 可对方似乎已经预判了男人的操作 还用方向符指引着男人 直到他来到门前方向符才消失 男人刚一打开门 就见妖气扑面来 给你散开 男人重重一拳砸在地上把妖气打散 而且这一拳砸下没想到还抱装备 上面可以感受到不足寻常的气息 老婆自溜一声把键盘上的灵气同口吸进去 好吃好吃是我爱吃的 正此时屏幕发出滋滋的声响 男人发现前面的VR机器似乎在召唤你自己 老婆你能找到他的位置吗 难不成那个魂灵藏在VR机器里面 老婆表示确实外头灵气很多应该是在机器里面 男人吞了一口唾沫 老婆你要不要坐我身上一起进去 可这回机器却跳出了一个提示眼 似乎他也在欢迎着老婆进去 好家伙他那么明目张胆地邀请我 那算了我还是一个人进去吧 老婆则是一脸担心着老公那你悠着的 有危险的话我来帮你摘了头盔 男人点点头随即看向这特殊的VR头盔 没事我有预感这个魂灵攻击性不强 当然这是自己瞎猜的老婆我去去救 老婆连连点头老公我等你 下一刻男人就在一串代码中进入了VR 男人伸展了一下手指指呼针齿 这个魂灵有几把刷子 他肃然看向上方为我已经来 你是和方神圣差不多可以现身了 只听一阵电流声在耳边响起 男人瞎内间仿佛来到了现实中的办公室 好家伙别人穿越都是大宝 我穿越还在打工室吧 正此时男人注意到了会议室里 有两人在大声交流着 男人闻想和默默里 没想到他直接整个人过来 只见一个眼镜男正在和和胖哥谈着理想 可话没听上去 男人旁边的空间却骤然崩坏 而在外界的老婆看着男人咬紧他关 也只能在心中默默为老公祈祷 你说你叫真语是吧说说看你的梦想 老婆忽然发现周遭的显示屏上居然出现画面了 真语自豪表示自己从小喜欢漫画和游戏 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制作一款广为人知的游戏 而贵公司的游戏正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就算不要工资也要成为你们的研发 上一秒胖哥玩在想着婉拒的台词 下一秒他立马拍板你正是我们找寻多年的人 谢谢老板以后我会好好努力的 胖哥明是类似你这样不要工资的人还能介绍我 现在外面都说00后整顿直角 可是年轻人我很看好你 男人一脸无语这眼镜男就这么被胡佑 还是说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开始思考着这些应该都是过去的 没准是魂灵希望让我看到的部分 正在男人思考之时 一个同事捧着一叠资料穿铁 为真语你听好了 刚才的矛头小伙子如今沧桑的雪 怎么了磊哥 这些文件需要你附和一遍等会老板要警察 真语一愣这不是给你的任务 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能者多劳劳 磊哥的忙你不能不帮忙 好了这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等会请你喝杯奶茶 男人无奈叹了一口气 这已经是不知道这周第几次了 男人在空中有些气愤的看着 不要是他直接把文件拍霸凌的同事脸上 深夜空气的办公室中就只剩下他一人 今天把这个媳妇是鬼娘的游戏做好就能发布 这波周末的流量必须给他拿下 一日一早 同事们来办公室却发现男人累倒在桌前 你们说这个新来的是不是傻 为了进我们头部游戏公司工资都不要 还说什么为了梦想 这年头梦想能值几个钱 男人皱眉看着这一切 嘲笑他人梦想的人自己才是真的可笑 正此时门口忽然跑来一人 为所有人都给我听好吗 我们发布的原创游戏被官方陷入 现在投资方直接撤资了 正在熟睡中的男人听到撤资二字 他立刻于睡梦中惊醒 刚刚说了什么 明明是魂界独来独往公主 却每天要和老公贴贴25小时 甚至要老公摸头摸到头 时间回到真语听到游戏被撤资之时 老板拍拍他宽慰说我可以补偿你三次按摩 真语立刻怒了这是按摩能解决的问题 我只是想做完原神二这个游戏 老板降不过他只好给他一个月时间 从此真语过上了起早贪黑的更新生活 在这期间同事纷纷吐槽他傻 有好的手游不做非要做电脑端的原神二 正此时老板咳嗽了一声走进来 恭喜你有投资人看上你做的游戏 真语知乎是金子组会发光 风水轮流转终于轮到我 老板摸头不好意思你不是金子是天子 投资方要求改手游并且改六成剧情变成色色游戏 真语当即怒了这特喵的太过分 老板则贪手有钱不赚猪头三年人 老板拍拍他大不了我把我按摩会员卡给你 嗨嗨里面应该还有二十次 不行我绝对不会同意 激烈的吵闹声顿时引来的同事主意 你同不同意没用 游戏属于公司而且合同我已经签了 哦对了你不想做的话现在就可以走 我们公司不养闲人 什么你竟然说我是闲人 一口鲜血从真语口中拼出洒在键盘上 他就这么倒在地上永远没醒过来 所以这就是你想让我看到的金领真语 真语点头认可了这一说话 你和你同伴太强大了所以我不敢动 男人双手环抱那你现在怎么敢出来 你就不怕我直接原地把你去除 真语尴尬一笑你如果真想去除我也太容易 而且你老婆可以把我这拆家拆的寸草不胜 不过我没伤害过谁充其量就是吓吓人 你能不能让我把游戏做完再说 男人追问你先说说为何对这款游戏那么执着 可以说都到了不合场里的地步 其实那是因为我的父亲 真语低下头去神情有些落幕 我的父亲得了癌症 而母亲也因此离我们而去 可明明是这么惨淡的人生父亲没有消垂 反而还经常空下来和我玩游戏 我小时候就和他许诺过 等以后做出第一个游戏一定让他先玩 他哭着告诉我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你要做出一个能让大家振作起来的游戏 当然了他不可能玩到我的游戏 因为在我十岁那年父亲就在病床上去世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拜托你带我离开这 让我做出那个未完成的游戏 男人思考的片可不对啊 此字可谈大用 男人激动地握住真语的手快告诉我你的 在虚拟世界里我可以自由构筑东西 甚至代码也可以自动完善 男人大行啊真是独卢 也和我今天感受的差不多嘛 真语点点头表示可以做到生灵奇迹 对了我要不送你出去 不然你老婆快拆架了 男人摘下头盔舒缓了一下精语 那真语你能出现在现实里吗 可以是可以就是比较耗费魂力 就比如说这种程度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出来的话我可能会有些设备 男人摆了白手老婆把视频录制关了 好哎老公对了我可以开动了 男人当即护助真语阻止了老婆 他人其实还不错 而且我有个计划要用到 女人听到没得吃 立刻气鼓鼓的嘟起了小嘴 什么计划比我吃饭还重要 男人摸摸老婆投好了以后计划成功的话 你就顿顿饱了而不是现在一顿饱 一月一早天花公司之中 小胖子颤颤巍巍的进来找到了男人 大哥你解决掉这里的脏东西了吗 伙伴是你放心就是了 对了小胖我给你拉了个辛苦 什么活呀那么神神秘秘 却见平板中突然冒出的人头 差点把小胖降了 小胖急忙躲到男人背后 大哥你不是把脏东西去除掉了怎么还有 男人把小胖整顿好 你说你也真实的都过来人了还会被吓 小胖立时傻了眼 这一般来说没有正常人可以接受的 对了小胖和你说正事 咱们合作一款V2探险游戏如何 这个真语是做游戏的专家 多说无意你体验一下看看如何 小胖戴上头后顿时被吓到了这也太真实 这合作必须得干 男人达成合作后带着十万定金离开公司 老婆眼巴巴的看着男人 老公你拿了十万也不请我吃点好吃的 男人摸了摸老婆的头 别急等V2游戏做好 到时候你就有好多恐惧之力可以吃了 老婆一跃跳进男人怀里 我就知道老公最好拉今晚要一直抱着你 男人甘大一笑随即拦来一辆出租车 吃得先慢点 咱们先把穿的安排一下 于是两人逛着逛着来到了一家内衣专卖店前 老公这衣服布料好少啊 你好这口吧 男人红着脸直接把老婆拉进店里 老婆你喜欢什么款式的你自己 这个女人明明已经活了上千年 却依然风云犹存地要老公抱抱才开心 只因两人早已是过命的交情 强盛集团的富二代本想认识一下老婆 却被男人一把推开 一个娘炮去照照镜子别来搞笑了 而另外一边 兜茂南兴奋地来到了医院 他终于凑够了救儿子的医药品 可未曾想到常总已经守在这 常总冷然开口 罐子 赶紧把我给你的罐子交出来 一提到罐子 兜茂南立时反应过来 常总确实之前给过他罐子 而这也正是他走上歧途的开始 如果可以重选 他肯定不会再打开这罐子 不会再把婴儿怪从里头放出来 罐子不小心 被火了 常总对不起 求你放过我和我儿子 你让我做牛做马都可以 可常总却毫不领怀 反而是一把提起多茂南 谁稀罕你做牛做马了 我就问你一遍 到底是谁杀了婴儿怪 说出来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多茂南想起曾经男人放过他婴 如果出卖他的话 自己还算认了 于是他真就守口如瓶 即使常总使出婴儿怪的手 他直到断气的那一刻 也没供出方明影 常总擦了擦身上 见到的血液 随即吩咐西装男手下 你去找东脑男的手机 找找通话记录 片刻过后 西装男还真有发现 婴儿怪死的那天 有的通话记录 备注联系人上面 仅有一个字放 常总听着这个字 若有所思 赶紧让组织的人去查 必须让他对我们的损失复复 如果没猜错的话 公主坟的重要物品 也在那个人手上 我们可以一网打尽 清晨时分男人睁开眼睛 却发现原来老婆已经醒了 老公老公 我们两个做夫妻那么久了 也该学习一下 你床底藏的三年高筒针铁 而且昨天当着你前女友面 买了那么多衣服 也不知道老公喜欢哪一件 要不今天一天别出门了 在家把所有衣服都是穿你 彼尔肯定不比你前女友差的 然而好巧不巧 不如其来的陌生电话 破坏了气 至于老婆那边 应该是一时当会火不好 她甚至气得又穿回了以前的衣服 原来打电话来的人 正是前女友 男人戴上蓝牙耳机 生怕老婆听到吃大口 听这声音你是蓝缝吗 前女友顿时压麻呆住 你到底要我说几遍我叫杜鹏 跑了这个赞姐 无论我是来找你求救的 男人顿时想起了多天 她在两人身上 看到了蒙厚的阴气 那么杜鹏小姐有何贵感 求救的话 我还是更加推荐警察局 前女友声音之无者 这种是说出来警察也不会行 对了我可以给你报仇 男人摆了摆手停停停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平坚不能一威武 不能去说的就是在下 我的意思是得加钱 前女友嘴角抽出的 这看来要下去吧 五十万现金够不够 外加雷神和希儿全套绝版周边 男人邪魅一笑着还差不多 如果再加上福宁娜的周边 这单我就接了 确见老婆这回扑进了男人怀里 你就答应她吧老公 我可以感觉到 他们身上的魂力特别香甜 我是真的饿了 要是能吃掉他们最后的家伙 我一定可以恢复很多 而且老公还请放心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没问题 既然如此的话 这单就接了 不过事先说明 我不是为了周边和钱 我是为了老婆你能恢复利用 男人披上外套 所以听到了把蓝房 现在就把地址发给我 我和老婆马上就过来 男人前脚刚进门 前女友就焦急地迎了上来 你们可算来了 我一个人快撑不住了 男人并未安抚她的情绪 而是直奔主题 有什么事到里面说吧 前女友点了点头 带人进了庄园 明明此时此刻外面是大白天 可房子内部看着 就如深处黑夜一般 男人丝毫不拒着 走到富二代的房间前 压力大的法是前女友 他嘱咐着我们 一会不管看到什么都别惊讶 根本是囊中羞涩的新人夫妻 如今却花着前女友的酬劳逍遥快活 只因前女友的现任殷器开准 如今前女友只好把方明视作就行 把寿逢二人组请到家里看看情况 虽然杜逢有叮嘱 一会看到什么都别惊讶 可男人还是被眼前的情况吓了一大跳 只见富二代平躺在一片血雾笼罩的床上 双眼紧闭着似乎没了气息 男人瞬间就怒了 你怎么把你现任杀了 我这边是不负责凶杀案的处理 前女友连忙解释歌女误会 她还没有死 为死鬼别装睡了你给我起来 富二代费的老大镜也才睁开了一只眼睛 方哥 我的亲爹啊你得救我 我只要一闭上眼就感觉有什么东西拽着我下去 男人点了点头只会记得叫我方哥 之前怎么嘲讽我了 这就忘记了吗 前女友催促着哥快点了 他就剩一口气了快没命 我们真的大错特错你大人不记起人物 男人看孝子之错能改 倒也没在当 随着他眉心一点光亮动如富二代眉心 对方咳出一口黑鞋总算是逐渐好了起来 他缓缓坐起身来比刚才好的血 至少现在可以把两只眼睛都睁开了 而且环绕他周身的黑气也减少了血 男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来我们说说吧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才会招惹上这团黑气 方哥昨天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有东西在敲门 我就去看看想从门缝里看外面 可谁知道 外面有个人穿着抖 他的双眼则是通红无比 我对视的瞬间就无法动他的一直持续到现在 方哥知道你刚才鹦鹉如神明一般出手 我才解除了那个状态 你的嘴还能动 看来你全身上下最硬的就是你的嘴 富二代尴尬一笑方哥你就别取笑我 然后后来的事情方哥你就知道 冯妹就联系上你向你求救 可男人依然含着一张脸就这些了 我猜你一定隐瞒了什么 富二代一论给我把什么都说了 你可得信我呀 男人严肃瞥他一眼不说是吧 不说的话老婆我们走了 谁料老婆真是一点不给面子 老公我还没吃东西呢我真的饿了 男人一把抓住老婆的手 老婆听话他们不说出实情的话就没有合作必要 等一下你别走 前女友推散了富二代一下 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可以的 富二代尝出了一口气那好吧 其实我的主业是做古董交易 男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懂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怕是做一些不怎么合法的古董交易 富二代尴尬一笑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方哥 之前从客户那里收到过一个古董戒指 他一边收着一边打开了一扇储藏式的大户 却见一枚紫色戒指就躺在了橱柜的边缘 本来这戒指放在这好好 可昨天晚上突然就出现在了我们卧室 来回好几次都这样 冯妹感觉害怕就把戒指扔出去 原来如此看来问题就在那戒指上 男人和老婆对视一眼一起向橱柜走去 映入眼帘的戒指散发着妖艺阻光 方哥你小心点 这东西据说是千年前江国的文艺 男人一听江国历史呆愣在了原地 老婆你认识这个戒指 曾经叱咤江国千年的神秘戒指 如今却被摆放在富二代橱柜无人靠近 男人带着老婆深入险境 只因前任给了整整五十万筹劳 还说要比珍宇漫画家特别关注 此时男人询问老婆是否认识这枚江国 可老婆仔细端向后依然毫无印象 于是男人回头朝向前任 你找我来就你现任我已经救了 按理说我做完就该走了 两人几乎红石愣住 我递亲哥你一定得帮我来 是啊这戒指扔也扔不掉 要不然晚上我们睡觉怎么办 男人伸出一只手暗示对方 其实要我善后处理这戒指也可以 只不过这是另外的价钱 富二代神情一乐 方宁你过分了呀 难道是要在家五十万吗 原来你的命不值五十万吗 老婆我们走吧 富二代气的咬牙切齿 终究还是人了 老哥你说的对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不就是五十万而已吗给了给 这戒指你要的话也随便拿去 男人停住了脚步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好了今晚我们住这里 你们去外面找个酒店 哥那我们出去的话安全吗 那东西会不会一直跟着我 男人摇摇头放心吧 刚才不是已经帮他把杯器清理干净了 好了你们快走吧 入夜了你们就跑不了 一听晚了可能跑不了 两人哪还敢停留半步 直接撒开了脚丫子跑远 毕竟昨晚发生的事太过吓人 如果可以他们不想再经历第二步 偌大的别墅就只剩下了男人和老婆 老婆你说我要是破坏戒指会不会 可谁料老婆直接扑进了男人怀里 老公你老想这些做什么 现在这大房子里就我们两个 男人一把将老婆喂着 谁说就我们两个 还有那个魂灵呢 老婆气鼓鼓的也许那个魂灵被狗羊喂 他就出来了呢 男人摸了摸老婆脸颊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不过老婆你想想 这枚戒指是你们将过的 官衣里面有老丈人藏着 老婆一脸认真 还是老公想走着 连我娘家人都想到 那就先放过老公了 男人随即瘫倒在床上 老婆我们先休息 等到了晚上那个魂灵自然就出来了 老婆黑黑一笑 老公等等我 我们一起睡到魂灵来敲门 男人一想失策出门衣服忘带 可翻箱倒柜一阵这里 没个正常的换洗衣物 原来富二代的柜子里面 不是什么鱼网漏空 就是什么暗夜发光蛙 男人无奈之下 只好和老婆分了两条辈子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骤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响 外面有人在敲门吗 老婆放好衣物从床上一跃而起 老公似乎来活了 男人潇洒一笑转过头来 老婆新的直播又要开始 配合默契的老婆也毫不行 现在的她已经能完美地 拍出各种记录室 兄弟们咱们又见面了 这次咱们身处富二代的庄园别墅 听说一到晚上 就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敲门 要是不点赞收藏的话 是千年前的江国流传至今的 然而与此同时 老婆那边却回应戒指不见了 更加可怕的是 每个房间的门似乎都被锁死 无论如何也打不开 唯有门缝的外头还冒着红光 男人呵呵一笑 这家伙是隐约我从门缝看的 然后被他像控制富二代一样控制我 太天真了 小爷我不看你了 你又能怎么样 看我不急死 小爷我不但不从门缝看 还一脚踹飞你 只见门板被男人一脚踹到猎里 可是外头却空无意 而刚才的一阵骚动 似乎也恢复到了 看来这魂灵有两把刷子 知道我不是富二代那样的软事 十分钟时间过去了 男人带着快睡着的老婆 回到房间室 却注意到了窗帘处有一动 那是 只见男人的瞳孔一阵收缩 富二代描述中的那只魂灵出现 两人对视的瞬间 男人的身形就被钉在了原地 下一秒 富二代还说男人这辈子住不进豪宅 下一秒 他就把两人请着自家别墅随意玩手 只因这个别墅里藏着不干净的东西 而男人正是对付魂灵的高手 此刻男人和红眼鬼对视 他整个人仿佛被定身刺得动弹不咬 原本只有两只眼睛的红眼鬼忽然变成了四只眼 你不该看我的眼睛呢 男人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破除定身效果 小爷不但看你眼睛还要做非 可这一拳击处理 对方的身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男人四下张望却找不到红眼鬼的踪影 老婆你看到他去哪了吗 可老婆那边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还是一本正经的录制视频 更诡异的是 江国的骨戒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男人伸出一根手指如同被迷惑了一半 不由自主地将手指伸进了戒指之中 可也正是与此同时 他骤然觉得四肢发凉难以移动 男人爆发灵力想要破除这控制 可他的脚如同被灌了牵一般动感不动 一如之前的富二代 终于他还是冲破这控制 整个人被击飞在墙壁之中 可抬眼看向前方却已不见老婆的踪影 男人反复叫唤着老婆名字 可是都得不到回应 原来如此这就是红颜鬼的魂术 男人用尽全力往门的方向冲去 门是冲开了没错 可是门里的自己醒来 却又看到了之前水龙头流血的话 这是什么情况 时间回溯么我回到了过去 那接下来镜子里应该出现的就是 果不其然正如男人所料 殷松鼠的脸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男人这次并没有选择和他战斗 而是选择开门去找老婆 可和之前情况不一样的是 开门遇到的并不是老婆 而是这只红颜鬼 男人神情一愣慌乱无比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 真的很像是个逗逼 你以为我是富二代那样的普通人吗 男人挥起一拳重重砸在了玻璃之上 红颜鬼的身形 这才显现在了他的面前 斗篷之下的他露出原来的面目 一个臭小子原来在装害怕 男人耸了耸肩 其实早就发现了 也就是想学习一下视频 吓人的元素就陪你演一下 你喜欢吓人我喜欢吓不 要不你还有什么吓人的手段没用 一起使出来我在陪你玩会 红颜鬼的笑容逐渐淡去 你一个中了我魂术的家伙 还敢如此出言不逊 男人摇头你说这颇幻境吗 我早就知道自己在幻境里了 因为我和老婆同命契约 他不会离我很远的 你说什么 你一个受魂员 竟然会和一个魂灵缔结契约 行了咱俩也玩过了 乖乖解除幻境 我老婆等我回家打亡者 红颜鬼瞬间就暴怒无比 再怎么说你也在我的领域之中 而在这里我的力量取之不解 幻境中无数魂币抓向男人 可男人轻巧一击 就将这些魂币悉数正随 红颜鬼嘲笑着说没用了 我的灵力在这里无限 可是你总有灵力好空的那一刻 男人黑黑一笑什么 我怎么不觉得 而且谁说我没办法出去 老婆开饭了 这里有好吃的 幻境之外的老婆猛然一惊 有好吃的 我真的饿了 本是个只知道干饭的事 却因担心老公全力出手 一招干翻红颜鬼 老婆赶紧上前扶住男人 不让他摔倒 男人摆摆手表示自己没事 对了那个红颜鬼怎么样 老婆一脸正 老公你也不夸夸我 原来红颜鬼的肉身被打烈 如今只剩下一颗 硕大无比的眼睛 该死的魂领 你居然做了人类的走口 男人看他还能说话顿时乐 我正好有话要问 你是不是江国的魂领 江国是什么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 男人顿时陷入了沉思 既然不是江国 那就没戒指怎么说 而另外一遍 老婆急不可耐地开始 吸食起了戒指的 不要 眼珠之中闪过一道奇怪之色 本大爷好不容易 从实验室逃出 等一下什么实验室 男人似乎捕捉到了关键的信息 可是已经晚了 红颜鬼的灵气似乎来自于戒指 而戒指灵气被吸走时 他自然也会衰竭 可老婆刚刚露出满意的感情之时 一道黄光从远处击射 直接把红颜鬼整个洞穿 男人的脸色骤然变化 一团团黑气从红颜鬼的尸体上冒出 等一下老婆 这黑气有点不太对近 却见一个巨大的红色漩涡 显现在他面前 此时的他不由自主的 就联想到了一个自愿 只见西装男的左眼泛着白光 他似乎是拥有什么特别的魂气 有臭小子可算是找到女人 而常总的目光 划过男人时也是不由情形 没想到处处阻挠我们计划的人 是逃走的实验品 男人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马上倒发出自己的灵气 严正与他 你们是谁 可西装男这边 直接闪身到了男人面前 随即轻轻一个手刀拍在他的后背 男人一愣着定身 效果比刚才红眼鬼还要浅 他顿时就有些动弹不动了 老婆眼看男人被困 当下哪里还冷静了 他直接冲向西装男的方向 可常总仅仅是默念了几句口诈 数只魂灵从他背后冒出直扑老婆而去 老婆只得全力施展保护照 可这么一来 他自身的行动也就受到了限制 这是博士特别研究出来的妇灵症 足以困住六级以上的所有魂灵 随即他打量向了男人的方向 你叫方宁二十二岁 自幼被养在天心孤儿院 而你六岁那年发生过一次巨大的 男人本想穿过控制让对方闭上鼻子 可很快又被西装男控制住 而那场孤儿院的大火其实就是你 其实我挺佩服你 才六岁就拥有这样的决断力真不紧 男人神情有些涣散 这是他一辈子也不想提起的往事 为何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提起 哦对了我还没做自我介绍吧 我是来自渊的渊犬 我的代号为渊徒 对了臭小子我没猜错的话 就是这位江国公主 把我们组织的阴松属灭了 还有海员小学的检查 应该都要算在你们两个的头上 随着渊犬一排水 一股巨大的压力自上而下 灌在男人身上 老婆担心地回过头来 老公你怎么样 可老婆这边也完全疼不开手 稍稍一不注意就有黑色灵气 端入防护罩 男人望着苦苦挣扎的冷 陷入绝境冷 女人明明言之堪比明星 却甘愿跟着透明小主播当跟班 只因她是男人的媳妇 两人已经私定终身 此刻媳妇脸红得想告诉男人一个小秘密 原来她可以把所有衣服收进发单之中 无论何时都可以穿上想穿的衣服 比如老公黎儿这身衣服你喜欢吗 男人顿时捂住鼻子以防喷气 媳妇是鬼娘不讲 但是怎么看都和鬼娘不沾边 再看一会儿 不行不行 男人终究还是让媳妇变装换了回去 媳妇关蒙地点点头变了回去 男人掏出一个快点 其实老婆偶尔也可以穿穿这件 是我喜欢的风格 老婆期待的打开包裹 特别想知道老公喜欢的风格 老婆立刻兴奋不已 这衣服穿着让我感觉很像是居家太太 下一刻老婆闪身来到我的面前 老公你说我要不要做些太太该做的事 两人深情对视 老婆的眼睛似乎都能拉丝 男人将老婆按住 就在两人即将亲上之时 一阵不合时宜的手机铃声响起 两人立时傻眼了 男人接起电话王导有什么事吗 我正在双排很急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挂了 王导黑黑一笑方 哥快别双排了 评论区和粉群的都在催更女真语漫话 男人一愣这样呢 我把先行版的鬼娘素材发给你 男人一边说着一边把视频发了过去 可就是王导这么一耽误 男人没了继续轻轻的兴致 转头就要去洗澡 老婆气鼓鼓的拍着床 老公你不亲我了 你是不是不行 可当男人飞出一只手机后 老婆又两眼放光的扑了上去 谁叫他空下来以后最爱打王者 浴室之中 水声滔滔不绝 男人想起冤就一阵头大 要是能联合受魂人的力量一起对付就好 再怎么说他也算是个代理受魂人 男人一边思考着一边走出浴室 媳妇你 却见媳妇毫无防备的躺在场上 睡相可爱至极 男人帮老婆好好盖上被子 却听老婆忽然说起了梦话 相公 我等你娶我 男人一正相躲而不是老公吗 你还是对前男友念念不忘 殊不知千年前的相公也正是男人自己 可被蒙在鼓里的男人还是无奈叹了一口气 讲真自己已经不知何时就放不下了 还真是羡慕老婆你的前男友 能被你坚定选择 老婆睡得死沉死沉的 鬼友男人哥那睡不着想的事 放心吧梨儿 等你恢复了记忆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别墅特点福利小剧场到此玩几 时间回到当下 西装男一脚把踹着房门 他的脸上嚣张至极 方宁啊方宁你们已经完了 男人躺倒在地神情有些绝望 而常总也是有意无意的把玩起了小刀 他笑着说自己很期待男人可以爱他千刀 如若不然的话 摆在你方宁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归顺我们组织 老婆连忙转过头来 老公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答应他们吧 我见不得你受苦 男人粗粗的喘了一口气 就算我归顺你们 那你们会怎么对我习惯呢 常总并开一笑 你说那个特殊实验体 既然是博士看上的猎物 那自然由博士来除 男人趴在地上原来是这样 那我懂了这样的话也是没办法 常总以为他任命了笑着板 来手 正所谓实施物者为俊杰 既然孤儿院那个伙事你放了 也许我们很合得来 去你大爷的还合得来 只见男人顺身向前 沙包大的拳头裹挟着 雷霆万钧的气势 直接激向了常总 常总也是反应器 立马就放出自身魂技 臭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可男人一拳明显鸡片 根本就没打中常总 常总先是愣了片刻 随后的西装男大笑 就这准头还想来和我们为敌 就算是站在这边打他也打得着 男人一脸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你们笑那么欢做什么 谁说我是朝着你们的方向打 看看你们身后 他们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可正在他们情义浓烈之时 却被两位不速之客偷袭得手 面具男不但要带走女人做实验体 甚至还命令男人归顺他们组织 如若不然杀无赦 男人调动体内灵气奋力一搏 却因为男人攻击的准心实在太偏 遭到了两人的嘲笑 谁知男人刚才权力的一击 瞄准的并非是他们本人 而是他们的背后 只见一连串的能量乱窜后 困住老婆的腹灵牢上出现了一丝裂口 老婆这边压力突然减轻不少 而她也是趁此机会全力破续 夫妻同心齐力断金 只听一阵滋滋的响声过后 理应外合之下 巨大的爆炸声代表着傅灵阵的魂 破碎的光点之中 映衬出长总惊讶的脸 这怎么可能 你真的只是六级魂灵吗 同时爆发了发散力量和自身力量的老婆 成功从傅灵阵之中拖出 老婆沉着一张脸面色不善 老公你等我一下 他们这样对你让我现在很生气 看到老婆生气样子的长嘴 此时也是有些脸上挂不住 臭丫头你未免太狂妄了 而老婆的眼神仿佛回到了初见时的梅了 呵呵你说我是丫头 那么请问千年之前你在何处 狂妄的人到底是谁 浓烈至极狂 夹杂着虚无 瞬间席卷向了长总和西庄男 西庄男被巨绿裹鞋狠狠摔到地上 骨头断了十根不止 老大我们跑吧 我们不是他对手 长总那边虽然表面没有受伤 可他实则也受了内伤 于是丢下狠话正欲跑路 等一下别让他们跑 他们背后的博士到底有什么怒 约又是什么这些还没问呢 老婆神色一领灵气若有实质般外露 无尽阴峰向着长总两人刮去 可这阴峰刚一接触到长总这边的魂色漩涡 就如过眼云烟般消散 这是博士研究出来的顿血症 你又如何阻止我们离开 下一次见面你们的死期就到 一阵奇特光芒炸开两人顿时无影不踪 老婆这才叹了一口气恢复平静 不好意思老公让他们跑了 如果我能变得更强一些就好了 男人安慰着老婆你已经做得很好 至于变强的话我们以后一起努力 不过现在最要考虑的倒不是冤的事情 而是这屋子都成这样 本会怎么和富二代他们解释 果不其然富二代收到男人短信 他赶来之后面色大便别墅怎么这样 而男人则是把长总描述成了一个底级恶魔 自己和老婆拼尽全力才帮你灭了他 至于长总两人成功逃跑 关于这事他是只字不提 富二代心中有疑惑本来还想多说几句 男人却开始说起了他柜子里各种女士袜 记得前女友是从来不会穿这些的 富二代咳嗽了一声后秒懂 兄弟误会了对了你们辛苦 我再给你们转五万辛苦呗 男人摇头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回头送我个原神崩铁马克号就行了 富二代稍微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 你小子坑我的马克号不止这钱了 而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 前任看男人的眼神明显不同了 甚至还对男人暗送秋波 方哥我玩摇的要不要一起双排 可别说前任就连男人后背也是一两 老婆的阴冷气息毫不掩饰的吸睁 感觉整个房间的温度都低了三度 男人当即翻脸栏逢我警告你 我是有家事的人了 说完男人带着老婆头也不回的就算了 杜芳一脸无语你到底要我说几言 我姓杜芳我叫杜芳 好不容易回到男人自己家中 这么多天来发生的事情让他身心俱疲 他无力的瘫倒在了床头眼睛逐渐闭上 忽然之间孤儿院的往事一幕幕浮现 他明明是个说梦话都在吃炸鸡的事 却能大战组织头目三板飞河 甚至还能将其逼退 只因她是博士看重的公主计划第一人 而她也容不得老公受到一点伤害 此刻夫妻在经历一场大战过后 男人躺在床上头脑一片空白 一片朦胧的意识中 他逐渐闭上了眼睛 当他再度睁开眼神 男人一愣自己仿佛回到了十四年前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年幼时候的自己 他想伸出来摸摸曾经的自己 却摸到一团通气 方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 说话的人正是自己熟悉的皮妹 方宁手忙脚乱地点点头 皮妹你是问这个题目吗 这道题大带是用勾骨硬度 方哥哥你又开小差了 我其实是来和你说再见的 老师说我被选中了可以去外面的时间 方宁神情一正 这段时间孤儿院已经有好几个人离她 虽然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 可直觉让她感到很不安 皮妹抿着嘴唇 方哥哥我其实不想去外面 我宁愿一直在这个孤儿院长大 和方哥哥你在一起学习 方宁咬紧牙关出去看看有错 这个孤儿院也就像是个笼子一样 毕竟你是被选中了 方哥哥那约好了 等我出去以后 回来再告诉你外面世界有趣的故事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的约点 也是最后一次的见证 方宁眼睁睁看着皮妹 被人犯子靠近麻袋带走 她跑去质问老师 老师却贪手说 能被主人选中是你们的荣幸 想当初你们的命本来就是我们救的 拿走一些你们的健康器官也很正常 方宁气愤不过一拳 将老师的眼镜打黑 老师却依然一脸无所 人分三六九等 而你们这样的事 方宁气愤不过立刻跑不出去 她知道今天外面有审核孤儿院资质的人 这回应该在校长办公室了 而在校长办公室 一个斯文男人推了推眼睛 你们如果有不合规的行为 我这边是不会通过的 方宁一听这不就机会来了吗 赶忙跑出来说主任 咱们孤儿院有很多人适中 甚至还被套进麻袋带走 斯文男人一皱眉头此花当真 那可得好好查查 原来年轻有为的校长 没准在干着什么动作 校长则是派手下 把一大股钱放上桌子 装啊你大可以继续装 早就说了一人一半了 怎么还装起来 斯文男人怂怂间 谁叫你事情做得不干净 你看连小朋友都出来告状了 还好今天没有媒体直播 要不然你我不晚了 校长向着手下递了个很利的眼神 把他给我处理掉 记得手脚干净了 随着校长一声令下 立刻就有人去抓方宁了 方宁眼见不妙 随手拿了一个打火机就跑路 同时他还边跑边骂 你们都是一群吃人不秃骨头的家伙 此时此刻一个黑暗的计划 在他的心底弄胜 然而即使现在的他 也并不想伤害孤儿院的独播 于是他赶紧先跑回了教室 大家快出来去看看 外面有很好看的彩虹 你们在操场等着看 直到班里孩子 被他拖着拽着去看他 他这才一步步走向了 后处明火之地 这个孤儿院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回想到这里 就算是梦境中的方宁自己 也有些不忍再看下去 方宁避开了搜捕他的大人 从后处找来汽油浇灌在孤儿院周围 得着打火机引燃汽油火苗 只可惜小提他们不会在乎 因为背后就传来了笑嘴的叫骂声 方宁你个天杀的 你竟然敢放火烧了孤儿院 谁能想到眼前熊熊燃烧的孤儿院 竟然出自这个小孩之手 只因这个孤儿院 其实是贩卖儿童器官的黑心组织 而另外一边 赶来调查的张警官 分析出了男孩所有的作案过程 可他依旧选择了给男孩隐瞒 甚至还在眼皮底下放跑了他 并且告诉他要小心上员基金会 因为他明白这个孤儿院 似乎和组织员有关系 如果方人不管的话 男孩一定会被组织肃清 其实他的猜测一点没错 真有组织的人带着调查影 过来调查孤儿院情况 只是指向方宁的线索统统 被张警官抹去 过去回忆的画面逐渐淡去 此时一团光亮钻入男人脑海 他拼尽全力向着光亮抓去 可他手里抓到的似乎不是未来 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男人一边迷迷糊糊的说着梦话 一边吃着美味的包子 直到他听到了老婆的声音 他才猛的睁开了眼睛 老公你怎么了 再睡一会起床吗 这才凌晨四点 双排也可以晚点 男人直呼不可能我睡了那么久 怎么可能才凌晨四点 媳妇一边擦着眼睛一边打着哈欠 老公你都昏迷了三天三夜了 听到这话男人顿时不淡定 正常来说我怎么可能睡那么久 老婆黑黑一笑 那是因为聪明能干的我 吸收了戒指的力量 和我绑定的老公 你承受不了这力量就昏睡了 男人若有所思的看着老婆 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都比之前更强了嘛 他轻嗓子示意不要打断自己思路 繁衍后代的事情日后再说 他先要捋一捋现状 上网查完资料之后 他的疑惑得到了解答 原来海原小学背后也是由上原基金会资助 而蒋校长曾经遇到的神秘人和组织渊关系密切 也就是说渊可能是上原基金会的一部分 得出这个结论的男人只觉得热血沸腾 感觉自己终于触碰到了组织的冰山一角 而正在男人绞尽脑汁思考之时 老婆贴心地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新年挂面 五香俱全的面让男人大快躲 一会就把面吃了得干净 男人十分满足地夸着老婆 想不到我家里儿的手艺活那么好 到底是哪里学来的 老婆开心一笑 当然是翻你床底书上学来的 标题是拿下老公的七招 我现在来演示下一招 老婆一边说着一边解开自己的扣子 男人大喊停停停 顺便还把老婆的扣子给扣了回去 你到底看了多少我的书看了多少 老婆摇头表示不多不多 比如回复术识一点也不好看 她大概也就看了101点 老婆忽然正色看向我收起了打闹的心思 其实我力量恢复后记忆也恢复了一些 男人愣了一下点点头 挺好的你恢复了什么记忆啊 老婆张开五指看向了我 想知道可以你握住我的手 我带你去我的尸海里去 随着男人一把抓住老婆的手 巨大的信息犹如潮水一般向她吸来 沙纳之间她仿佛回到了过去 千年前的星夜 江里也是这样盖着红盖头 可在她面前出现的却是一地废墟 本本是一堆战士气 却只因吸收一只增强男人能力的戒指 让男人足足昏睡了三十秒的一万倍 醒来后鬼媳妇更是宣称得到了双排后的好 不仅追更真与漫画更有劲 更是觉醒了千年前的记忆 玄机媳妇让男人握住她的手 一同感受千年前的过去 原来记忆中千年前的星夜 她带着红盖头等着一中人迎娶自己 可四周除了废墟只有沙发 而废墟的尽头之处 一个长得很像方宁的男人沉着脸转身离开 梨儿我会回来找你的 男人顿时心头一惊 难不成千年前的梨儿相公诉说 我是梨儿命中注定的男人 正在此时媳妇忽然把灯打开 所以老公我恢复的记忆就这些了 完了要不要一起准备完会原神 男人每梦被打搅立刻就不乐意 就不能让我脑补个痛快 随即男人贪坐在椅子上冷静下 不过我千年前又怎么会存在 应该就只是长得像人 至此她也终于明白了媳妇的执念 为何会整整跨越千年而不变 爱而不得念而不见 五年前陪着你的人如今身在何谎 我媳妇该不会爱了我千年吧 男人为了清醒一下将手机丢给媳妇 比尔你在家玩会游戏记得别客气 老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转过头后却小声嘀咕 放心吧老公最多把你号上钻石清空了 男人一把捏住老婆可爱的小脸蛋 你不说我还忘了 上次我传的十万元时被你清空 这笔账还没和你算呢 那个什么的老公你在说什么 我不懂也不知道 下一刻却见老婆在房间一顿乱吞 男人脸上黑线乱冒 反正老婆我出去一趟回头再联系 男人出门后直奔咖啡厅 而另外一边张警官早已等候多时 还笑称只要有组织的好情报只当他买了 男人上来直接说明来意 我被组织的冤犬和冤屯袭击了 听闻此言张警官顿时愣住 什么你居然被十二位袭击还活了下来 他们从来都是形式狠拉不留活款 在张警官眼里 男人不过是一个勉强达到四级的受魂人 凭什么能在两位十二位夹击下幸福 可张警官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表示并不想过多了解男人身上秘密 可我如何相信 你不是归顺了他们才免于意思 张警官的担忧不无道理 组织的人确实曾想招降方明为己 若非男人意志坚强 他们可能就成功了 男人并没有怪罪张警官的冒昧 因为凭我的实力我把他们中伤了 他们使用了某种特殊能力 在一片红光中消失了 听到不但幸存还中伤了冤屯 张警官不由正色看向了男人 好吧我给你情报这能力叫霞光传送 是十二位之一鸢月的能力 男人若有所思的看着张警官 他明白自己这趟没来做 果然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情报 于是他大方提出自己满单 服务员给我来两瓶八十二年产 矿泉水做好 再给我拿两个红酒杯 张警官见男人如此大方请客 他再藏着掖着也就没意思了 他当即决定把男人的身份信息隐藏 延缓冤上的人找到男人的时间 可男人也不傻 他说冤屯都知道他叫方明了 张警官你这回在屏蔽已经晚了 张老六常常叹了一口气那道也是 那我还是给予你内心深层的鼓励好 我的思想与你同在 如果要寻求受魂人组织帮忙的话也可以 可那就是另外的价格 男人无语这可真是碰到对手 可他倒本来也没指望受魂人组织帮忙 毕竟他只是个边外人员 张警官白白手臭小子跟你开玩笑了 最低程度的保护还是可以给你安排的 那还有别的事吗 要说是的话还真有意见 不知张警官还记不记得天心孤儿院的事 三年前辉煌一时的将国补剂 如今却摆放在富二代家中无人问津 此刻就被富二代尊称为义夫 只因在普通人手里这枚戒指不但毫无价值 甚至还会发生顺一等诡异之事 可在男人手中却能发挥神奇存 不但可以增强男人实力 甚至还帮助老婆恢复了些许江国记 知晓了千年前的男人或许就是自己 此刻男人把手机丢给老婆 让他帮真语漫画点赞收藏 而他自己则是赶往咖啡厅约来了张警官 讨论起了多年前天心孤儿院的事 听到天心孤儿院 张警官陷入了久远的回忆 随即他点头我知道你的事 男人表示你恐怕不仅知道 甚至还曾经帮我掩盖掉我放火的事情 这件事我猜得没错吧 张警官神色逐渐肃默 帮你掩盖放火的人的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他的名字叫张俊 男人听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叫张俊 连忙追问恩公现在身在何处 可张警官闭上了眼睛似乎不愿过多回想 许久他才指了指地下 他很早就去舍了 男人心头大惊连忙追问是谁下的事 可其实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组织冤的人 张警官的肯定答复让两人有了共同的敌人 其实他当年离开受魂人组织 也是因为他被冤上的人警告了 他们警告我如果我再继续调查下去的话 我的整个家族都会遭遇灭顶之灾 上缘基金会 冤上 男人忽然一经这上缘两个字反过来 可不就是冤上吗 张警官示然一笑你终于发现了 对了凭我所知的情报 基金会应该在京城 后面如果有什么需要再联系我 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张老六离开片刻之后 男人这才反应过来 特妙的又不用他付钱还逃那么快 服务员轻轻咳嗽了一声你好先生 你总共消费了888元 男人一听顿时压麻呆准 什么情况这两瓶矿泉水怎么那么贵 就算是大过年的也不能涨价成这样 不好意思先生 因为你的朋友点过本店的限定红酒套餐 男人一脸无语好你的张老六 下次你给我等了 正此时男人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小胖打来的电话 小胖兴冲冲的把男人请到自己公司 恩公多亏了你给我介绍的奇才 咱们的VR游戏终于做好了 男人一愣居然这么快 那岂不是可以直接打造我们的VR滚了 到时候不止日入斗筋实现财富自营 还可以让提升我和老婆的实力 当男人把老婆从家中叫出后 老婆还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气死我了抽卡一个SSR都没有 正当男人抚摸着老婆头的时候 却注意到了周围似乎有视线盯着自己 可只是一瞬视线就消失不见了 男人并没有太不在意 很快就来到了小胖这边想要看看游戏成果 下一刻游戏制作大佬真语直接出现 方哥你可算带着嫂子来了 过您的福我已经把VR鬼屋探险完美呈现了 男人大喜过望兄弟你太给力了 咱要爆点赞就全靠你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款游戏支持连击吗 真语点了点头那当然了 上次你是一个人带着头盔而嫂子在边上谈 这一次你们俩可以一起戴上头盔 老婆欣喜若狂太好了老公 我还从来没有玩过VR游戏 可以给我摸你吃魂灵的虚拟现实吗 男人摸摸老婆的头 乖呀老婆 这游戏现在只有海源小学一个副本 咱们先体验体验以后会完善的 却见真语出现在屏幕另外一头 方哥还有大嫂 游戏加载完成了可以开始了 下来的秀儿终于去游戏世界了 可惜他帅不过三秒就被女鬼割破手 吓得老婆赶紧给他吹起疗伤 可男人很快想起了制作者真语给自己的提示 原来在这个虚拟的海源小学世界里 游戏角色恢复血条可以用道具 恢复满血之后男人自信满满 他一把拉开窗帘却没看到鬼的踪影 而一同体验的小胖则是注意到了一条系统提示 海源小学四十年前建立却发生过很多意外 你们三人是探险家 第一目标是平安度过今夜 正此时真语忽然从平板里探出头来 现在点赞收藏送十连抽哦 男人有些无语自己人还懂这些 下次一定 随即男人若有所思的走到镜子前 我读五毛钱下一刻应该有个女鬼冒出来 如果是莲香妹妹就好了 可冒出来的鬼不能说和莲香毫不相关吧 只能说是完全不像 男人下意识的一拳送上 V2鬼猛圈了怎么还打鬼了 原来男人记仇得很 刚才才进副本就被这头发鬼给偷袭了 正憋着一股子气没地方发泄了 可这头发鬼倒也并不容易 稍稍调整一下身形又漂浮到了男人背后 江里想要出手却被男人制止了 难得这么好一个练技机会 正好可以练练反应 可这反应直接把V2鬼给整毁了 你倒是害怕一点了我不要面子了吗 男人捏捏拳头你倒是上点强度了 你就当咱是培训师了 口味如果重一点的客户你打算怎么吓他 V2鬼黑黑冷笑了几声 原来如此这是要我使出全部的实力吗 那你不如看看刚才的伤口 男人低下头去看看自己刚才受伤的地方 原本愈合的口足再次裂开 无数黑气不断供入 男人顿觉来劲了 外面哪个密室逃脱比得上这里 这包裹的感觉 这喘不过气的感觉未免也太逼真了 未来一旦开了鬼屋那得赚多少零力 当然了出于娱乐性质 头发鬼点到为止还是把男人放了下来 对对位了 以后来观众了就得这么吓他们 然后艾特他们的朋友来这里再体验一次 如果在此之前咱也得先通关一下 凭实力通关 确见发鬼冷哼一声 想凭实力通关是吧 臭小子你给我等着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正此时小胖又注意到了新的提示 主线任务开启探索海员小学秘密 支线任务击败海员小学怪物 以及破除四个特殊事件 小胖特殊事件就交给你了 其他的交给我们 咱们分头行动 小胖一愣等一下咱真的要分开行动吗 咱们就是测试一下而已 不用那么敬业学密室逃脱了 可男人却表示这样才有意思 身为公司老总你得身先士族 再说你又不是第一次见鬼了该习惯了 小胖被男人忽悠离开后 厂商就只剩下了男人和老婆两人 两人对视着默契一笑 老公你也注意到了是吗 三楼那边有传来声音 应该是有好吃的灵气 男人一把捏住老婆脸颊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不过话说回来里儿 我总觉得这个海员小学之中 还隐藏着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蒋校长为非作歹的事情算一件 那其他的呢有我们遗漏的吗 会不会有第二起事故 男人咬了咬嘴唇 随即一把推开三楼音乐教室的房门 诡异的钢琴声在他们进入房门之时 戛然而止 明明平日里是男人的乖巧老婆 连买多大的内衣都要老公决定 可一旦牵扯上老公安危就立马变定 容不得老公受到一兵半点 时间回到海员小学第二起事件 音乐老师离奇死亡 男人快步冲向了钢琴的方向 可没想到扑了个垢 钢琴这边空无一人 还是在老婆的提醒下发现 窗户那边有报纸 根据报纸上所写 音乐老师脑袋是被琴盖砸烂的 说着老婆便急匆匆冲上前去 老公别害怕有我了 他说着就把音乐老师 残留的灵气吃了个精光 离奇的钢琴声就再也不出现了 男人倒是也没怪他 他认真思考着这事情 究竟是人还是鬼蛋的 正在他思考之际 离儿看到了音乐教室里的古墩 转而开始拨弄起来 还擅长音律 这是要走千万粉博主的节奏 到时候我作为老公排经纪人 岂不是可以躺在床上赚大钱 年纪轻轻走上人生巅峰 舍我方宁起水 离儿看到男人在笑 也不由自主笑出声来 对了老公我们现在呢 去隔壁美术室吧 你有没有听到那边有婴儿哭声 老婆开心到转圈圈 也又能吃小孩灵力了 男人特意提醒让老婆 悠着点先别吃 咱先把视频拍完了再说 原来美术室里的婴儿怪 就是之前男人他们对付的那只 如今再次见到还怪亲切 小子你们遇到我算倒霉 看看后面的干尸 整整一个班级的人数 然而魂鹰还没把话说完 就被男人一脚踹飞 魂鹰倒飞出去嘴里直呼不可 咱不要面子的 男人潇洒着回过头去 老婆视频拍完了吗 现在可以去吃掉他灵力了 而另外一面 单人行动的小胖可就不好受 他用了大半条命 破解了两个灵异室 要是这里有张床 他直接可以一觉睡到天亮 实在是被吓到崩溃了 可就算他有一趟 这里的诡异也不会放过他 只见眼前一只布娃娃 争鸣着靠近他 过去承受的痛苦 如同再次复刻 小胖被高高调起命悬一线 难不成我堂堂老总 要第一个挂了 传出去多丢人啊 可正此时一缕 黑光一闪破 布偶的脑袋 直接被斩首落下 缠绕着他的黑线 自然也随之断练 他重重落在地上 勉力抬起头来 谁 是谁救了我 可当他见到来人的时候 忽然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吸收完魂英灵力后 两人再次狂奔 系统提示破除三个灵异事件 男人心中对小胖肃然起敬 本以为是猪队友 没想到他还挺厉害的 而根据游戏任务的指向 男人和老婆再次来到了 熟悉的校长事情 明明不久之前 他们还在这里救过人像 打败了蒋昌 看来第四个灵异事件 也在这个办公室 可当男人刚刚踏入校长时办了 无数手臂从四面八方袭来 这是什么情况 这和说好的不一样 男人摆秘一书之下 他的脖子终究还是被某只手臂抓住 正在此时男人的背后 忽然亮起了一道金光 原本漆黑阴暗的办公室 顿时亮如白昼 男人猛地回过头去 想要看看到底是谁在救助自己 他知道那不是老婆的力量所持 终于等到你们了 我是海原小学前任校长长长江 明明平日里是男人的可爱老公 喜欢唱跳和偷看老公刷短视频 可唯独他看不得老公受到一点伤害 谁若伤害老公他定百倍奉管 此刻海原小徐前任校长出现 男人呆愣在原地 可他又很快回过神来 特喵的你不是拉面店的店长 怎么做海原小徐的校长了 可以想到这是真语创造的虚拟游戏事件 男人就又释然了 也就是说虚拟的事件 就算对面假灵姐跳科目三也很正常 可接下来常校长的话 却让男人陷入尘思 他说自己是被老婆杀死 而且老婆也是因为一个邪门的葫芦改变 男人神色一邻你等稿 我慢慢坐着听你唠嗑 说着男人果然坐上吃瓜味 听着眼前的鬼讲起了鬼故事 原来常校长老婆被葫芦中魂灵附身 他就和封卫一样惩罚学生导致停止 于是我就找来了一个龙虎山道长 男人有些尴尬 这外面的道长能行 是不是水货呀 老婆却抓着我的手可怜的想出去觅食 或者要老公抱抱轻轻开门 他真的是恶坏了 可他仅仅是被男人摸了几下头 他又恢复了之前的瓶颈 常校长咳嗽一声显示一下自己存在的 其实后来的事情你们应该就知道 老婆他不止杀了我杀了孩子 最后他自己也承受不住下来陪我 警方却以意外事件结案 明明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却还只是以意外结案 男人想起了组织的基金会 除了他们应该不会有别人有如此 常校长常呼出一口气 变成鬼的我们都被葫芦中的妖神控制 若非那个道长拼命就笑了 我到现在都无法恢复神志 而和道长的战斗中妖神损伤也很大 所以他一直也陷入纯睡中不知何事情 我本人也无法离开直到遇到了你 老婆忽然有些疑惑 男人一把抓住老婆的脸颊 再敢提吃小蝉猫 下次我就吃了你 所以我求求你们了 好心人请帮我们毁掉那个妖神服务吧 男人耸了耸肩我拒绝 我不是好心人 常校长刚放下心来 却被男人的惊人言语吓倒 按理来说男人不是应该欣然接受吗 只见男人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 我就是想测试一下你的反应 如果这个地方玩家不接受任务会怎么样 看来这个地方还得优化一下 常校长一脸无语地看着男人 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那还继续不 男人笑着点点头 那当然赶紧带路 其实那妖神虚弱的可能性确实很大 要不然早就出现把男人解决了 可刚开始袭击男人的头发鬼是怎么回事 男人不由陷入了沉思 却见常校长站在门口发梦 别发呆了你快点跟过来 随着男人被常校长带入一间密室 一只硕大无比的葫芦引起了男人注意 常校长正色看上了男人 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妖神葫芦 只要把他打坏就能把里面的妖神除掉 男人点了点头既然这么简单 你为何不自禁把他打坏 却见常校长向前几步却如被空气墙隔开 我不是没试过只是无法靠近 我现在是个魂灵了做不到这些 男人了解了现状逐步走向了葫芦的位置 既然如此的话 却见小胖跌跌撞撞地走进来 恩公千万别碰那个葫芦 你们被他骗了 人带女鬼去游戏世界翻箱倒柜 却意外发现神机密宝 眼前这只硕大无比的金葫芦 据说藏着妖神级别的存在 老婆当场就乐了 妖神级别的灵气该有多好吃 到时候老公和我的实力又可有所提升 可正当男人打算劈开葫芦之时 好兄弟小胖连忙制止了我 千万别开这个葫芦 男人要小胖赶紧给个合理的礼 不然这葫芦他开定了 可当小胖抬头看到老校长时大惊失色 特喵的你们怎么和他在一起 老校长一愣你别诬陷我 我可是小葱扮豆腐一清二百 小胖颤颤巍巍地看着老校长 他是不是和你们说他老婆被附身了 其实被附身的人是他 听到这话男人也不淡定 你口说无凭有什么证据吗 正此时一个虚弱的女子声音响起 我可以来作证 一听到这个声音 老校长脸色居然变化 怎么会是你 小胖解释之前遇到危险 就是被他死救 而他就是之前开场袭击男人的头发鬼 男人听到是头发鬼顿时 整个人压麻呆人 手心逐渐钻紧生怕有什么变故 实在是很难把眼前的温柔少 和头发鬼联系起来 其实我不叫头发鬼 我叫戏风起 之前因为被妖神控制了身体失了指 多亏你们的到来让妖神分了心 我才得以摆脱他的控制 可老校长立马就反驳了他 秦你别装了 你就是想阻止我们消灭妖神 你早就已经是妖神的走狗了 秦也是毫不示弱 不但说老校长才是被妖神促身 还掏出符传要男人贴在葫芦上封印妖神 男人亲了亲嗓子 你们两个先别吵架 这怎么整得跟真假美猴王一样 我来给你们理理头绪 老校长你是要我贴了这葫芦 至于秦你是要我用胡转封印葫芦 小胖你应该是帮着秦 觉得封印葫芦更好 而老婆你是想把妖神灵气吸光 更加赞成劈了这葫芦 所以你们猜我会选择 那还用问吗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是 全都不选 众人呆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发生 你什么意思你已经摆烂了 才不是摆烂 而是根据我的推测 你们两个在演双簧呢 秦不怒反笑 你倒是说说看 你凭什么这么说话 男人正色看着秦的方向 无论是劈开葫芦 或者是在葫芦上贴符转 结果上而言都会帮妖神出事 你们两个以矛盾为用 迫使我做二选一的选择 实际上我都选 或者选其中之一都会输 老校长文言大为害人 他哪里想到这方您这么鸡贼 你什么时候发现不对劲 因为太过巧合了呀不是吗 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出现 小胖遇到危险的时候秦出现 世上真的会有那么幸运的事情 拥有学校监控的你们 早就把我们行动记下 早就看在眼里了吧 可我当然知道 仅仅是用巧合二字无法解释完全 所以其实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 只见老婆漂浮到空中 拍下了男人推理的过程 我们到底还有哪一点没做好 你说吧 就是因为你啊 请你咬住了我丢出去的 这是一只封印了古代妖神的葫芦 老校长夫妻不惜眼上双簧 也要哄骗男人把葫芦打开 只因他们是妖神的狂热性 而此刻老婆看到这就生气了 怎么把我的形象弄成妖神 就算是游戏也不行 男人敢忙宽慰老婆 咱们请不起贾琳姐 只好请我们身边的美女 时间回到十分钟前 男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校长夫人 你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其实我让小胖去一楼是故意的 因为一眼就能看出她是我们中最弱的 你们知道打不过我们就会智取 如果你让我们支线失败小胖出去 我就不会那么怀疑你了 可你偏偏就是要让小胖回来帮你说话 琴笑着点点头你真的很聪明 可即使是这样 也无法证明我们在演双簧 确实你说的没错 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你们两个不敢接近这葫芦 是因为这边上有道长留下的七星剑 琴心是被说中再也忍受不了 还愣着干什么 既然败露了就一起把她砍 随着琴释放大招 无数阴兵从周围冒出 可就凭这些虾兵卸降 根本进不了男人的神 只见他在阴兵之中一阵灵活穿梭 绕得他们人仰马斑 有个不开眼的阴兵还想凑上来一战 直接当场就被男人搅得泄 双方的实力差距过于悬殊了 一阵电光火石之间 阴兵悉数被男人弹倒下 还有多的阴兵吗 我还差点经验应该就升级了 这话放在琴的耳朵里刺痛无 太侮辱鬼了 可只是他愣神知己 男人就将他的头颅取下 闹了半天就这点能难难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小胖一脸陪笑着说大哥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太巧了 普通人应该会去找通关的道具 可当男人回过神来 琴的头颅也修复了回来 琴双手和十一脸玩味的看着男人 你以为我和老公没点本事 敢在这座低头蛇吗 不仅我可以复活 就连你身边的这些阴兵 也可以复活 说着琴就控制着阴兵 再度向男人袭来 饶使男人一个能打一百 却也总有力气用尽的时刻 放弃吧 我老公化作魂域圆犬 在我这无数阴兵的加持下 你根本打不够我 男人黑黑一笑老太婆 你哪来的呢 我没有下杀手 那只有一个原因 我要刷几啊 这么多经验之一次性刷 我未免也太幸福了 正此时半空一阵血光飙射 阴兵瞬间化为乌勇 半空之中却渐离而凝立空中 琴还想奋力一搏 赶紧控制头发将将力困住 可半空之中一声剧 所有的头发在瞬间被炸成狠 随着老婆奋力之下 紧紧一望 头发鬼直接就被捏碎成了一滩血 而随着飓风逐渐散去 两人好不容易从魂域中回来 磅礴的黑气下 头发鬼和老校长的身形逐渐消散 妖神葫芦也被封印 游戏界面弹出一条提示恭喜通关 男人摘下了VR头盔 常常付出一脑气 像咱们这样不收集道具 直接破关的人 应该不会再有 真语无奈点点 是啊游戏的乐趣在于探索 你们直接就一路打出来了 男人黑黑一笑 话说回来这游戏确实逼真 但是总觉得boss还不够有灵性 老婆一愣不够有灵性吗 我觉得还不错 我在想既然真语你可以进入游戏 那莲香是不是也可以 如果让她做boss的话 你们觉得如何 这千年公主的女鬼老人 如今却被关在 常总的玲珑中无法挣脱 老婆危急时刻 求着男人赶紧跑路 可男人又怎会做事 老婆被带走 就是干架嘛来就对了 原来两人在家中正想祖罪元神 却听外面传来一阵凄厉声响 一道红光破空起来 千军一发之际老婆挺身而出 可也因此将老婆完全击飞 老婆知道来了追杀她的敬礼 赶忙要老公离开 可常总又怎会让她如愿 只见她上手就是王斩 随着她将傅灵牢三字说出 无数锁链汇集一处 砸向女人的灵气护照 护照的边缘很快就承受不了 只听咔嚓一声护照破裂 老婆被锁链附住动弹不住 男人从常总背后高高跃起 可两人紧紧只是对上一举 男人就轻轻松松被常总拍飞 闹滑出去十米才勉强停下 常总的手下怂怂肩 没想到特殊魂灵也就只有这种程度 果然还是清理掉比较好 男人咬着牙戒备着后方 此刻的他腹背受敌 而另外一边老婆坐不住 眼见男人受伤他简直要发狂 可即使他用尽全力也破不开这副灵牢 只得气喘吁吁着让老公快跑 常总贴心地给出解释 这副灵牢是博士的最新产品 你又如何能破开这副灵牢 老公我们不是他们对手 现在只要你能逃走就好了 常总笑着开口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就是方宁吧 方宁目自欲练 你们怎么知道我真明白 西装男呵呵一笑这还不准来 当然是从你兄弟手机里找到 放心你好兄弟已经和他儿子去天堂了 就是一想起他当时绝望的表情就好好笑 男人生气万分你们简直不是人 说你们是畜生都抬举你们了 可恰恰此时常总悠悠然开口 方宁22岁父母身份不小 4岁被送进天心孤儿院 常总和男人的视线终于对上 16年前天心孤儿院爆发了一场大火 大火没有伤及孩童 只有院长和三名员工遇难 警方定性这件事非人为故意 而是员工清点物资时引起了粉尘爆炸 随后警方在废墟下 发现了院长贩卖儿童的证据 捣毁了一整个产业链 可恰恰转运孤儿的时候 有一个孤儿却意外失踪了 直到十年后孩子被警方找到 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骑手 而那个资料里所说的失踪的孤儿 就是你方宁吧 男人沉默片刻反问对方宁是谁 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些 常总冷笑着看向方宁 那场大火是你放的吧 见男人并不承认 常总逐步靠近他 其实我丝毫没有问罪你的意思 恰恰相反你那么小的时候就有如此 我很欣赏你 男人握紧了拳头说了半天 你到底想做什么目的又是什么 常总摘下眼睛 既然你诚心诚意问了 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 我是冤的执行者 名为常百道 代号视为冤爵 而后面这个傻大个叫冤毒 魂鹰应该是你杀的吧 蒋昌可是人造魂灵的关键因果 你的行为让博士很生气 人造魂灵计划 男人的眼睛逐渐眠成了一线 常总对博士极尽赞美之词 这是他几十年前就提出的化石带劲 只因自然魂灵太少了 博士才希望制造人间惨剧 利用魂灵产生的原理 批量制造人造魂灵 然后再让我们这样的执行者 在他出生之际将他捕获 事实证明博士的猜想完全正确 我们得以获得了人造魂灵的关键技术 像你之前遇到的对手可大多是人造魂灵 只要把他们的自我意识允许 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长官 让我们冤阻之不断强大 可这种魂灵却无法升级 因此博士就想到了第二代人造魂灵计划 莲香和蒋昌他们两个 他们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 长总摇头你错了小弟 我们这样觉醒了能力的新人类才是人 而他们这种就像是家养的猪 你会对猪心生怜悯吗 男人冷然看着癫狂的两人 你们已经疯了 长总伸出一手 其实我是个爱才知人 我们都是新觉醒的新人类 我给你一个加入我们的机会 男人指了指老婆那他 长总摊手 这自然是上交给博士供他研究 顺带一说 如果你拒绝了我的提议的话 那后果就显而易见了 你小子现在就可以说一言了 想看天心孤儿院过去片的番校我主页其他事 莲香明明只是拇指大小的姑娘 如今却化身虚拟世界的boss 时间回到男人通关妖神葫芦副本后 男人对关卡boss的表现并不满意 尤其校长夫人虽然风韵有存 可眼神举止不够灵动 于是询问真鱼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可真鱼表示哥们尽力了 这已经是他能达到的最大灵性程度 于是男人灵机一动想到了莲香 要是把莲香魂体送进虚拟世界可以吗 真鱼摸了摸脑袋你在逗我吗 魂体进入游戏世界这种事 等等我自己不就是吗 只见真鱼拍着凶土保证 给我一天时间就搞定 老婆好奇地打量着真鱼 那我来做报复不行吗 我也想要过过瘾 可还没等男人回应 真鱼立马就拒绝了老婆的请求 不好意思你太大了 像莲香妹妹这样的大小尽出自如 我也方便输送她 男人点点头那还等什么 我这就把莲香叫出来 可随着男人召唤莲香 休息完全的莲香摇身一遍 竟然成了大人模样 男人惊呼见鬼了 这才几天那可能就成大人了 可想起之前莲香变成大人的模样 这或许是她个人的能力 莲香妹妹我看好你 老公你看好谁 男人很快感受到背后的死亡凝视 再多看莲香一眼的话 可能小命不忘 老婆粗意滔天之下 上前把男人和莲香隔开 可男人慌忙解释她没那个意思 只是觉得莲香适合作妆 莲香见识不妙赶紧把身材复原 她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似乎很乐意见到哥哥被大嫂欺负 男人宽慰着老婆 你看她就一个小孩子 你要对我和对你自己有信心 还有你莲香别笑了 赶紧来给你嫂子赔礼道歉 莲香立刻收了调皮心思 大嫂我错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不该捉弄你的 老婆吃软不吃硬 当即就喜笑颜开 其实我也看好莲香妹妹你做吧 正此时甄宇肃然看向大家 我刚才测试过了 莲香小妹妹和虚拟游戏高度符合 时至今日 我终于可以做出我心中完美的游戏 男人亦是大喜过望 那还等什么兄弟 赶紧联系广告商准备发布游戏 然后我这边现在要开一场宣传直播 老婆熟练的拿出了手机准备拍摄 各位关注我账号的老铁们好了 我的身份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曾经爆款作品海源小学是由我制的 可是兄弟们看视频哪有玩V2数 如今我保证让各位身临其境 明明是一则普通预告却收获千万播放 只因随后的时机演示太过惊人 评论区更是激烈讨论着真假 两天后大博主土豆自然也是注意到了这什么 都已经做出虚拟游戏了吗 不愧是我看好的新主播 今天下午必须开赶 而与此同时男人正好注意到土豆的家 有了大博主加持这款游戏的热度可以保持 老婆的恐惧之力自然可以得到恢复 可是等一下 为什么参加游戏的人 有人会取名鬼娘无妻这样的 他们不知道我媳妇是鬼女吗 正此时预约时间到 土豆迫不及待地将头盔带好 一个硕大无比的黑洞将他吸入混堵 海原小学的传说 我来了 本是一只被关在博士研究所的龙中鸟 却依然心存希望会有那么一天 他的相公会来救他 即使千年前有过遗憾 现如今他不但等到了千年前的相公 如今的老公 还靠着老公收获了大量的恐惧之力 尤其随着大博主土豆的加入 海原小学VR版的热度被推向高潮 老婆恢复的灵气也就越来越多 土豆看着游戏开赴时间到 立马迫不及待地进入 下一刻他就被传送到了海原小学的门口 土豆直呼这野特效也太逼真了 可问题来了为何我出生就带牙刷 而一起进入VR游戏的人 还有短发妹三人组 短发妹一眼就认出了网红土豆 土豆哥我是你十年铁粉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 土豆立马澄清自己直播还不到五年 话说回来你们怎么那么严肃 张哥历时激动了那当然了 海原小学事件我们有补拍过也爆款了 只可惜当年的第一手影像资料离奇消失了 要不然咱们也没准是大博主了 土豆查了查手机明白了现状 那你们这次进来VR游戏 是来找回之前的感觉吗 等一下你们快看手机发布的任务 黄毛摸了摸脑袋别激动 咱们还没进海原小学副本吗 这回应该不危险 再说咱张哥胆子大有怕罩着我们 张哥咳嗽一声你看这孩子怎么那么时常 把我胆子大的是到处说 可短发妹一看自己带来的通关小攻略 不对啊帖子们 为了让本游戏更有沉浸感 伪毅将无处不在 此言一出张哥和黄毛顿时吓尿了 这不就意味着 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吗 土豆一脸鄙视的看着三人 你们胆子小去玩 潇潇乐玩原神吗 何必来这打肿了脸充胖子 却见莲香抓着土豆的衣服边缘 哥哥你说得很对你会保护我的对吗 土豆温柔的看着莲香 没事你叫什么哥哥罩着你 哥哥我叫莲香 土豆点点头哦你叫莲香啊 可反应过来的他整个人都抓狂了 海原小学的莲香那可是宣传中的女鬼 下一刻可爱的小妹妹秒变女鬼 欢迎来到我的国度 预祝各位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刺激 我在小学顶层等着各位的到来 说完莲香的身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正在监控室里观察着玩家状况的男人 对莲香的表现很是满意 要知道土豆现在的直播间里 有很多观众正在谈 光土豆一个人带动的恐惧之力 就够老婆吃很久 却见老婆正在享受着恐惧之力的恢复 甚至她还想要更多 可土豆作为大主播自然也不会损 只见他马上开启了认真模式 而另外一边张哥也收拾好心情 土豆大哥我们一起合作通关吧 有我这个胆大的人开录你们只管放心 短发妹摇摇头只得自己开口 土豆哥有一说一 这个VR游戏似乎是四人复古 我们合作的话力远远大于弊 土豆倒是也并不排斥组队 那么我们先去一楼吧 拖后腿的话就丢下你们了 短发妹嘿嘿一笑快点跟上咱土豆哥 于是在土豆哥打的头阵之下 四人朝着海源小学一楼进发 当时被组织通缉的千年女鬼 却甘愿舍命为男人挡下致命一击 只因他们人鬼情未了 现如今VR游戏开发告一段落 老婆自然想着帮男人放松一下 男人老脸一红且慢 老婆我去发个公告 今天游戏上线第一天 真语漫画这里点赞收藏就送女鬼老婆 好了老婆你继续吧 老婆神情一代老公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可以打把王者或者英雄联盟 你该不会想歪了吧 我很震惊的我哪有想歪 好了这位小姐你的行李打包完了 你可以出门了 老婆嘟弄着嘴巴气鼓鼓的 老公你欺负我 可下一刻男人扔出的手机 却让他满心欢喜 可当男人将视线投向游戏监控屏幕时 他的表情大为震惊 他没想到的是大主播土豆 竟然和短发妹三人组成四人小队 一同向海员小学进发 土豆征询其他几人的意见 你们两个汉子去一楼 我和妹子去楼上有意义吗 黄毛摸了摸脑袋 大哥你是大主播 当然是听你的了 张哥一时一把手搭在兄弟肩膀上 那咱胆大人组又要重出江湖了 可他们刚在一楼门口溜戴一分钟 背后就有一只手搭在了张哥肩膀上 张哥痛哭流涕 我早就说了别来玩VR游戏 咱们就不是玩这些游戏的料 黄毛一时被吓得屁滚尿流 那张哥你不是说你胆子大吗 你回头看到底是谁啊 也许是美女小姐姐呢 可当两人回过头去之时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怪物 他们立时就被吓晕在当场 等待他们的自然是血条被怪物清理 短发妹一脸无语地看着提示 他其实之前有想过两个废物会出局 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 土豆大手一挥换的思路 少了俩脱油瓶也是好事 接下来就是本大爷的表演时间了 忽然短发妹神情一礼 你有没有听到婴儿啼哭的声音 咱们要不要去就一下 土豆赶紧摇头 这游戏里的婴儿有什么好救的 不用想肯定是鬼婴了 我今天要是去看那个鬼婴 我就是小狗 可是直播间弹幕 一直有人在刷要看鬼婴 甚至有土豪观众 给土豆刷了的龙年大礼物 这下子土豆也绷不住了 一边喊着汪汪一边 朝着婴儿方向奔去 可当他进到房间 寻找到声音来源之时 却彻底将在当场 大门打开的位置赫然是怜香 又见到你了小哥哥 闻声赶来的短发妹也是当场吓傻 只因眼前的怜香根本没有五官 而很快大门之下一声被关上 土豆直播间弹幕也是急剧增加 很多人留言这游戏质感怎么那么好 我差点把手机给扔出去了 土豆深吸一口气强行冷静下来 要是这回摆烂了可就真疏了 于是他抓起短发妹的手翻窗逃走 随即只见他一遍遍开着门 原来如此这里的布局和海源小学视频里一样 那我们要不直接去校长室 别做支线了直接做主线 果不其然校长室内 出现了珍贵道具梳子 原版视频中 丐帮长老方宁就是通过梳子过关的 短发妹也曾反复看过方宁的视频 知道这是他们扭转命运的转机 可和之前不同的点在于 莲香显然已经变身成为了新的Boss 本是一只人畜无害的小猎 却摇身一变成为成熟玉剂 可当博主土豆发誓要保护美女一辈的知识 他又发出真身给土豆致命一击 土豆直呼人与鬼之间的信任在哪里 女鬼的地址在哪里 短发妹一把揪住黄毛耳朵跑路 咱们什么支线任务都没走 什么道具都没有 怎么打得过报 土豆嬉戚一笑怕什么 你觉得观众更喜欢看我们通关 还是看我调戏美女女鬼 好了妹子你别拽我了 我还等着那只白发红铜的极品女鬼出现 好了我都说了别拽我了 歌心意已决 哪怕只是游戏 也要拿下这只白发女鬼 可当土豆回过头去 短发妹早已经不知所风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个鹿大妖 这一刻她彻底抓狂 怎么才一转眼的功夫三个队也就都死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只见她走位风骚脚底抹路 很快就甩开重腰来到了卫生间 她望着镜中的自己 不错不错表情管理了还行 自己果然是个大胆之人 可也正是此事 她看到下方正蹲着一个人 莲香嘶吼着嗓 朝着土豆的方向猛地抓去 下一刻却见大博主土豆光速响过 贪软无力地倒在了电竞里上 无法再铸造主播界荣光 随即她马上登陆自己账号 兄弟们都看到了吗 不说了赶紧来玩这款游戏 谁先拿下莲香 我悬赏一万欢乐豆 谁若能见到白发红铜的那个女鬼 我另外给你外卖买三个甜甜花酿鸡 而这一切落在男人眼 却是十分满意 有了大博主土豆的宣传 这款游戏的人气一定会很高 老婆这边也是一把抱住了 这是我有史以来吃的最饱的一次 谢谢你老公 为了报答老公对我的好 黎儿想 男人健壮立马出生至极 大可不必我跟你说真与漫画粉丝 是有未成年人的 那老公亲亲总可以打 我们上次都没亲成功不是吗 那就再来一下好吧 现在应该没人打扰了 黎儿你真的好美 就算你是女鬼博言 第二次了这是第二次了 男人气急半坏地打开手机 王导你可真会挑手了 有话慢点说不行了 正好有点事要处理 王导嘻嘻一笑大博主 什么是能比你视频 报道上亿流量还重要 现在各大网红孵化机构 都抢掉你 你赶紧在各大平台 一起发视频 男人一听傻眼了上亿的流量 这破天的富贵竟然和我有关 老婆我大衣服来了 我先去发下短视频 老婆气鼓鼓地嘟蒙着嘴 老公我记下了 反正事不过三下次 我就霸王硬上工 而另外一边组织冤这边 冤屯和冤犬二人 在和男人大战后身受重伤 组织召回了排名第七的冤居 对于长总的落败 他丝毫不感到奇怪 本来就是两个欺软怕硬的东西 输了也不奇怪 研究人员强行压住内心恐惧 他忙不迭地发问 冤狗大人虽然很冒昧 不过快点 我是他说要见你 且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冤居美好气地看了一眼研究人员 要我说实验人员 也该清理了一下 我是冤居不是冤狗 确见刚才说话的研究人员 身体不断充气再充气 大人饶命啊 我还不想死 只见他的身形如同膨胀到极限的棋局 砰的一声爆炸化作一道道血污 只明明许诺给男人荣华富贵 却被男人义正言辞地拒绝 只因他们不肯放过男人的女鬼老婆 一场大战后 男人帮助老婆脱困 随即便将冤组织的二人重创 可如今冤组织排行第七的冤居回归 才刚露面就把博士的研究人员秒杀 理由仅仅是因为对方把冤居说成了冤狗 黑暗中有个男人舔着刀子眼神冷静 不愧是冤居 你的魂术灭心越发强大了 可冤居看都不看对方一眼 他知道这个舔着刀子的男人不是什么擅长 可他多嘴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博士大人博士大人 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博士看了看手里的怀魄 用18分48秒 比我预想中慢了8秒 你是不是刚杀了人了 冤居满不在乎的耸了耸钱 博士你是你知道的 我非常讨厌别人叫错我名字 博士倒是也没多怪多 下次注意点有些研究人员可谈一用 影响了实验进度就不好 对了你给我接着这个 博士一边说着一边 把一个锥体扔给冤居 冤居愣了一下这是什么 对付一个区区六级的魂灵 我不需要你给我刀绝 这是我改良过的富灵牢 因为根据我的计算 就算是你冤居 捕获特殊魂灵的概率也只有七成 顺带一说长百道捕获的概率 当时也有五成 但是那个特殊魂灵潜能无限 博士你可真是坏心肠 明知道小长打不过还派他过去 不如直接派我过去的吧 博士瞪了他一眼 你有你自己的任务 没必要为了一个魂灵影响了自己 博士你未免太小看我了 如果我认真出手的话 对面活不过三十秒 别把话说太早了 那只千年前的魂灵实力 甚至在魂降之上 只是一直在沉睡中 所以自身力量下降 千年前的辉煌又有何用 现在是垃圾就是垃圾了 冤居冷哼一声转身离开 广形的特殊魂灵为何不一次作用 那你知道我改良的傅灵牢 还有什么设计吗 他会自爆的 到时候他们同归于尽的概率 就几乎是百分之百 当研究人员看到冤居大人 从大门口出来 他大气不敢出 却还是走了上来 找我什么事 如果是为你同事报仇就免了 别把自己性命搭上 研究人员吞咽了一口唾沫 怎么敢报仇呢 是博士让我告诉你 任务目标的模样和住所 网络主播方宁和千年公主江临吗 有意思 我会让博士明白我真正的实力 而另外一边 男人正和老婆在石海里玩耍 敌儿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说我们坏话 老婆从背后抱住男人 放心了老公有我在呢 而且现在的我们吸收了苦惧之力变强了 变强了的话会怎么样 只是实力上的差距吗 何止让老公也许还有别的感觉 随着老婆将灵气输送给男人 男人用心感受着老婆之间的灵气波动 而他的思绪也逐渐沉入一片黑暗 而当他再度睁开眼的时候 他满脸震惊 自己竟然回到了千年前的过去 鬼额头贴有一个扶纸 若非万不得已不会撕下 只因一旦将扶纸撕下 他就会瞬间失去理智化身羞辱 时间回到常总招降男人之时 他提出冤祖之提供五险一惊包吃包住 还有美女陪玩原神王者火影吃鸡 男人顿时陷入沉思 怎么办这福利不足 常总则是还在使尽呼应 既不可是师不再来 方先生果然乃龙中人放 正所谓实实物者为俊杰 可男人紧随其后的头锤 却让常总大惊失色 你说的这些能和我三六四的老婆比吗 看我今天不把你狗头打爆 常总气急败坏地看着男人 你竟敢 男人并未给他反应的机会 直接一掌把他拍地上 你看我敢不敢就完事了 男人挥起沙包大的拳 重重一拳向常总的位置打去 可男人立时感觉到了不对劲 原来在男人拳头落地的瞬间 常总到飞而出 甚至还绕到男人背后施展反击 若不是男人反应七快使出一梦千年 他可能当场就要报复 自己引以为豪的魂技竟然没有优势 男人只好选择和常总听一过之 两人双拳交击之时火星刺射 男人这边才刚刚倒滑出去数目 常总下一发攻击又接踵而至 原来常总的技能是瞬移 可男人不开魂技根本捕捉不了常总位置 然而他每次使用魂技都会耗费不少引起 常总笑得那叫一个欢 让你小子得意 让你小子装毙 男人被重重拍在墙上无法动弹 常总小弟更是落井下石 魂技时被重力一开 男人更是连站起来都很困难 你刚才使用的是时间系魂技吧 和我挺有缘的我很欣赏 所以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冤组织 可男人常常呼出一口气 抬头就是一击冲击波打向常总 可惜的是冲击波擦着常总身边飞过 常总没想到男人还留有魂力 小子你这招威力不错 只可惜你打疯了 男人冷眸看着常总 也许我没有打空了 我打的是你的身后 忽然常总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事 他缓缓回过头去 却见狸儿的笼子散发着致命的诡异妖气 傅灵劳竟然被硬生生打开了一个缺口 梨儿我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的就要看你自己 常总冷哼一声摇了摇头 你太小看博士的傅灵劳了 即使你外部打开一个缺口 可这傅灵劳如果想被摧毁 至少内部的人要达到魂降实力 男人绝望无比地跪在地上 明明他还有很多事没和老婆做 而另外一边 梨儿看着绝望的男人心疼不理 老公 很抱歉要让你见到另一个王 你不是一直想撕下我额头的符纸 可我却没让你那么躲 那其实是有原因的 随起老婆一把撕下胡纸 坦承可怕的灵气如同狂潮一般席卷全场 西装男恶然在当场 只因傅灵劳似乎有瓦解之事 他赶忙动用魂技时被重力压制 李儿还招呼老大快来帮忙 这小娘皮太强了快压制不住了 男人见状则是喜笑颜开 随着傅灵劳上缠绕的红线一一断裂 梨儿这边刚从牢中出离 就把西装男震飞 哈哈我出来了 我终于出来了 常总满脸震惊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破开了博士的傅灵劳 难道他是六级以上的魂灵 此刻的常总还心怀侥幸 想要靠自身顺移的魂技拿下李儿 喂 我有说过 让你动一下了吗 梨儿甚至没接触常总一下 常总的右手就被炸成一片血 常总痛苦无比的抓着自己的手 西装男从侧面出手想要偷袭梨儿 可即使他使出了二十倍魂技重力拳 梨儿只是伸出手指在他拳头上轻轻一点 随着绿色光圈不断扩大 西装男如同炮弹一般被弹飞 而他的左手也是直接被炸断 老大怎么办他好强 他到底是多少等级的魂灵 常总把仅剩的一手搭在西装男身上 继续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 当务之急我们要回去禀告给博士 谁允许你们逃了 只见梨儿放出可怕黑色魂器像的两人捆去 可就在梨儿的魂器触及他们的一刹了 常总二人已经消失在了一片暗影之中 男人支撑着站起身来 算了梨儿他们应该是传送走了 想要抓住他们就不容易了 然而黑色魂器如同绳子一般捆向了男人 梨儿你怎么了 我是你老公方宁啊 女鬼冷然开口 梨儿是谁我不认识 别笑我呀媳妇 梨儿就是你啊 咱们有同生共死契约的 下一刻却见梨儿用力抓住了自己的头 似乎很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事情 冷然间却见他睁开了眼睛 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了 我是江国的公主 我在等一个人再等一个回不来的人 男人小心翼翼地问 如果见到他的话你想怎么样 男人从未见过媳妇这样的一面 即使是第一次见面他也没那么好 媳妇我这有你爱吃的灵气 有你爱玩的原神 可下一刻男人的脖子被媳妇哄哄扣了 不就是像我吗 长得一模一样总不能是别人 杀了你的话一切就都结束了 像千年前本是一对恩爱夫妻 可如今却成了无法和解的死地 只因男人明明答应过会保护媳妇一辈 可到头来却成了一句无法实现的默言 此刻撕下福祉的媳妇已经想起了过去 他实在无法原谅男人千年前的背叛 凭什么他就可以这么好好活着 而自己却要承受千年的孤寂 男人迷茫之间意识仿佛回到了千年之前 再度睁开眼睛时 他已经附身在千年前的身躯之上 宁公子宁公子 江公主的大婚将至可别无了时辰 方宁看了看镜中的自己整个人是猛的 过去的自己竟然和现在一模一样 只不过自己的魂体似乎能出来 这么一想他真就灵魂出窍 侍女继续催促着 宁公子快点吧 明天就是您和江公主大婚之日 老爷让你快点去找他一趟 等一下 你所谓的江公主莫非是江丽 侍女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您公子可别说玩笑话了 谁不知道江国的公主是江丽啊 男人为了更多点的情报 赶忙向着大殿奔去 唯有侍女在后面追着大喊 公子你走错了 那便是茅厕 男人走到长廊之中 见到了自己的老爹 该说不说这老爹挺帅 男人拥有着过去的记忆 一句老爹也是没脸没皮地叫了出来 老爹冷哼一声都快大婚的人了 怎么还睡到日上三干 你这模样公主会喜欢上你吗 男人黑黑一笑放心了老爹 我和李儿从小是青梅竹马 我也答应过他要保护他一辈子 老爹嘴角勾勒出一道弧线 这个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我担心的是冤上教会 我怕他们会惹出事端 男人宽慰一笑没事了老爹 有你这个开国大将军在我怕什么 老爹没好气地看男人一眼 现在是活着万一我死了呢 我总觉得冤上教会那边不太平 男人听到冤上心头一惊 老爹我会小心的 真有难时我也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更不会让李儿受到委屈 老爹满一点头 对了还有仪式 你刚才吃的水果和点心是过气的 就因为你赖床我没告诉你 男人直呼上道 老爹我是你亲生的吗 一日一早方宁穿戴整齐 侍女亲生呼唤到时间了公子 咱们该去迎接江公主过门了 方宁点了点头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事 等一下小影你把我的配件给我 随着侍女把宝殿找出 她一脸疑惑成亲之日待见不好 可男人还是觉得有被无患比较好 他想起现在的冤组织 过去的冤上组织 总觉得京城之中暗流涌动 不过不管了我要先把李儿娶过门 他这回怕是已经有些等不及了 可忽然之间一道紫光一闪过 是我眼花了吗 刚才那个红光是怎么回事 老爹为了大婚顺利进行 也是增派了高手 此刻护送男人停下轿子 明公子我们到了 男人想起马上就要见到 千年前代驾时的老婆 他的心中一阵激动 他也真的很想要弄明白 好好的媳妇为何后来会变成一个鬼呢 正此时侍女抬起头来指着前方 明公子你快看是江离公主 真的是太美了 千年前本是人人羡慕的恩爱姑妻 也千年后他们却完全忘记了名字 只因男人口口声声说要李儿等他 可这一等境足足有千年之景 如今方宁魂穿过去回到了千年前大婚之日 而媳妇也终于私下符指想起了过去 原来早在千年之前 男人迎娶媳妇江离之日 纳慧的李儿笑得比谁都开心 只因他深爱着青梅竹马的相反 即便侍女说他新娘子直接出门不和李叔 李儿也不管不过 他如同一团火焰一般扑进相公的怀 真就不把李叔放在心上 可突如其来的一场爆炸 让所有人震惊当场 看着远处升起的巨大蘑菇云 那是王兜的方向 男人顿时想起了他老爹的安危 以及那个万恶的组织冤赏 此时王兜上空盘旋着红色气息 化作流星火雨一般向着四周发射 男人拔出宝剑仅是轻巧一击 就把席向江离的火光斩断 可周围的房屋还是被大火点燃熊熊燃烧 李儿望着眼前的地狱场景有些说不出话 他期待已久的出假日竟然变成了这样 男人望向了远处只觉得父亲凶多吉少 李儿你等我 我一定会回来的 还有余叔麻烦你照顾李儿 余叔点了点头 我自然会照顾好我家小姐 可媳妇伸出手来不想让男人离开 相公我怕 他怕的并不是死亡 而是无法和相公在一起 带我一起去好了 可男人终究还是拒绝了 就算是他也无法保证可以从援手上全身而退 李儿你好好等着我 等我解决完这些麻烦就回来去 千年前的过去到这里就戛然而止 只见方宁的周身无数的碎片环绕 而男人也终于是回到了现实之中 李儿 你受苦了 可李儿如同失了神一般 没有任何的回应 男人见他毫无反应 于是声音逐渐变大 媳妇你好好看看我 你的记忆应该也恢复了吗 毕竟我们有同命契约 可李儿瞬间放出黑色灵气息向男人 霸道无比的力量顿势的 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 男人好不容易才占我的身心 李儿我是方宁啊 不是你千年前的相对 可李儿却依旧一把掐住了男人脖子 你们长得一模一样 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 可很快他又松开了手 似乎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长达千年的执念 他的心中不知要承受多大的折磨 为别哭了李儿 确实我也无法证明自己不是他转世 那么就当是这样好了 千年后我遵守了约定 来娶你了李儿 从今往后无论生死无论平复 我都不会再离开你 不只是因为契约也是因为我爱你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李儿老脸一红 连他的眼睛都忽然变得清澈了许多 像过你 男人感觉束缚着自己的黑色灵气 为之散来 周围的场景也逐渐变成了花海一般的存在 媳妇一头埋进男人的怀里 那就说好了我们一辈子也不要分开 还有之前一直被打断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亲情 千年前曾是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 可如今却成了无法和解的死敌 只因男人曾在大婚之日许诺他一定会回来 可到头来却成了他心中千年的遗憾 此刻私下福祉的媳妇已经全部回想起来 现在的他们已经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可即使这样男人也依旧不放弃 希望用过去的回忆唤醒他 原来千年前的江国风雨飘摇 江离之母惨遭反对杀害 倒在了李儿的怀里 若非方宁强行拉住他赶紧逃离现场 或许就连李儿都要丧命歹人之事 而正是小时候的救命之恩 让李儿从小就侵怒方哥哥 没有方宁就不会有李儿 是方宁驮着李儿奔波数月 这才走出一片升天 从那时候起他就暗暗下定决心 长大后一定要做方哥哥的新娘 可千年前的美好回忆 如今却成了李儿的心头之词 更不能让现在的李儿平息怒 凭什么你要让我这么痛吗 他一把手将方宁重重摔在地上 质问他为什么让自己苦等了千年之久 知道这千年他是怎么忍过去的吗 然而正此时李儿身后传来一阵异想 原来是富二代和杜逢到了晚上回来 富二代只是往门里的方向瞄了一眼 他立马惊得连装原神手办的包都掉落在地上 只见他们眼前黑气环绕如同地义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就是路过的人 而方宁则是被捆在了半棚之中无法动的 他连忙大喊出声你们愣得做什么快跑 还有李儿你听着 他们是无辜的别对他们下手 可李儿对男人的话视若罔顾 别急等我吃了他们两个小点心 本会就来好好照顾你 富二代一听要被吃了哪里还敢流入 只见他跌跌撞撞的向外跑去 可下一刻被杜逢抱住大肚 强哥别走 我脚软走不动路了带我一起吧 可富二代这回自己逃命都来不及 哪里还管得了他 臭女人谁让你挡我道 他一脚结结实实地踹在了杜逢小腹上 给我滚开 随即他就一溜烟丝地跑得无影无踪了 等杜逢转过头去 他面对的赫然是一个阴侧侧笑着的鬼 杜逢心中一寒万神无主 方宁就剩咱俩了你可得想想办法 只见媳妇高高跃起伸手抓向了杜逢 而男人此时也是恰好挣开了灵气树 向着媳妇的方向猛地奔了过去 男人摔不过三秒 当即就被媳妇一巴掌扇飞 两人直接摔在墙上重重落地 方哥你感觉怎么样 刚才那一巴掌好像挺重的 他目自欲裂咬紧的牙关 比起身体疼痛他的心更痛 他没有想到媳妇此刻已经完全不认识他 居然对他下如此重视 也正是此时男人忽然想起了媳妇额头上的符指 当时打肠肚的时候 媳妇那会为了追求力量故意摘下符指 那么如果当下男人把符指贴回去了 媳妇应该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男人来不及思考太多 瞬间用出一梦千年靠近媳妇 媳妇你看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 趁着梨儿愣神之际 男人已经将符指贴在了梨儿的额头之上 明明是男人许诺一生要保护的公主 可如今他却成了无恶不作的鬼魔 若非关键时刻男人一稳定情 他可能差点就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 原来男人曾经口口声声说会爱他生生世世 可到头来却成了无法实现的诺言 然而男人的转世又怎会再让他孤单一人 即使媳妇已经忘了自己是谁 即使媳妇已经无差别攻击起了自己 可那又如何 如果只是被眼前小小的困难所牵绊 自己又怎对得起他长达千年的懂难 如今男人及时将他从过去的噩梦中吻醒 还将封印他的符指重新贴上 而就是这一期 他一瞬间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熔岩火海之中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似乎是来到了媳妇的试案 只应当他站起身抬起头来之时 自己赫然出现了江国城楼大门口 只见这城中到处都是死尸模样的灌物 更离奇的是 这些死尸身上散发出的灵气 统统汇集向了空中的遗除 男人下意识就想起了一个门 冤上教会 千年前就存在着的冤上教会 就是他们把媳妇当成特殊实验体去研究 除了他们男人想不到第二种 如今高台之上一群教会之人凝聚着黑球 而男人也是迅速奔了过去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梨儿怎么就惹上他们 冤上组织就是不可放过他 此刻半空之中 梨儿被黑色灵气席卷包裹 他整个人似乎已经丧失了意识 男人有些明白了过来 也许外面的梨儿失控 和冤上教会的家伙有关 于是他不管不顾向上方一跃而起 手掌触及灵气护照时 仿佛如同触点 可这并不是他停下脚步的理 他高高跃起一掌 将护照震随 然后来到梨儿身边深情吻想 他相信梨儿的实力 他要做的是让梨儿清醒过来 这一吻他等得太久 他也同样等得太久 多亏了这一吻 缠绕着梨儿周身的黑色灵气 逐渐消散 他眼睛迷蒙到睁不开 只能一袭喊出相公 你终于回来找我们 再然后就如同纸片一般 谈高空中坠下 男人一把将媳妇拥入怀里 看着这样的梨儿 他只觉得心疼无比 而另外一边 冤上组织的据点之中 常总两人互相搀扶着 从一片红光中出现 眼看着他们伤成这样 研究人员顿时焦头截耳 威风凛凛的十二位 怎么会伤成这样 下一刻眼前骤然出现了引路者 两位大人请随我们来 博士大人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 黑引路人话音刚落 就被一脚踹成胸口 你们俩混蛋是眼瞎了吗 没看到我们身上的伤吗 信不信我把你踩成甜甜花酿鸡 眼见西装男 几乎就要失去理智 常总伸出一手够得差不多了 别闹出人命了 我们也不好和博士解释 当务之急是要看看 博士那边有没有什么交代 那就麻烦小哥你带路了 小哥舔着老脸只得答应 可身后被踹成重伤之人 却无人问津 他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眼神逐渐凶狂 嚣张什么你们 只不过是十二位的木偶 等冤居大人回来 你们俩什么也不知 本是魔化失去自我的木星 可如今却被男人一吻心情 只因他是男人 千年前认定的媳妇 就算他此刻变成鬼娘 也不会离开 即使媳妇被冤上组织 团团包围 男人也会穿越人潮 与他相拥 当他想起过往 男人的种种美好 他的执念开始松动 黑色灵气也逐渐消散 他放心地向后倒去 只因他知道 相公一定会好好接住他 一日一早 媳妇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四处翻箱倒柜 寻找蒙德土豆 男人摊了摊手 媳妇你就别找了 对了我有事要问你 是想问关于之前 和你亲亲的事情 李儿一听是 亲亲的是 顿时小脸胀的痛苦 相公你还还想要 再来吗 那我准备一下 男人一把拉住 他的手 你等下 你误会了 李儿一论我哪误会了 相公你这么问我 可不就是这个意思 还是说你还记挂着 你的怜香小妹妹 你觉得她是戏康 我是粗粮对吧 男人连忙解释 那怎么可能 我对那么小的孩子 怎么会感兴趣 而且男人一回想起 千年前的种种 心中对李儿更加心疼 李儿我爱的是你 其实我想问的是 为何我腰上多了个印记 早上起来 刚脱衣服就发现 这个可以抹消掉吗 看着快害羞了 居然是一个爱子 李儿一脸认真地 看着男人 怎么了不喜欢这个字 这就是契约的印记 亲过之后 代表着我们之间的 羁绊更深了 你就更加无法离开我了 男人心头一惊 总觉得这句话 有更深的含义 但是深爱着媳妇的 他并不在意 放心吧 媳妇 我不会再离开你 李儿也是乖巧一笑 其实他所求不多 所求一切就是男人本身 只是男人经历了 冤上组织的那么多事 他总觉得继续 待在家里太危险 要不住到张警官家里 去避避难得 可媳妇依旧有些害怕 毕竟自己也是魂灵 住到受魂人的家中 实在是不同 可如果住到朋友 比如小胖家里 又或许会给小胖 带来特别的危险 要不还是出去 住到酒店里去吧 可在男人思前想后之时 一阵澎湃的力量 再次破空而来 男人大惊失色 这怎么还来 下一刻玻璃窗户 当即炸开 无数碎屑飞溅四射 一块铁片 几乎擦着男人的头皮飞毁 若非他及时用出 一梦千年 恐怕当即就要遭殃 而现在的黎儿 刚缓过神来 正灵气稀薄 可下一刻 恐怖的威压气势 重重压向男人 他连敌人都还没看清 就被压制了个死死 当男人好不容易调整 身形转过头去时 他却被这灵气震慑主 好熟悉的感觉 他又一次回想起了 千年前冤上教会的灵气 他是去脸上的血迹抬起头来 你到底是谁 为何不敢现身露面 难不成是没脸见人吗 梨儿则是在一旁劝着 相公小心此人实力十分强劲 是之前冤上十二位 两人之上的困在 可映入眼帘之人 赫然是一个白发青年 还是特殊实验体 你比较看得准的 我是冤上组织的冤居 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趁你特殊实验体 虚弱时代走 并且杀了芳妮 像千年前 曾是互相救赎的青梅竹马 可如今却成了反目成仇的死 只因千年前的男人 曾许诺自己会保护梨儿 可最后又无法阻止梨儿 被冤上教会污染心理 拥有千年执念的梨儿 才会如此恨男人 明明当初他如果知道 心爱之人 不会再回来找他 他宁愿自己 就死在母亲过世的那一天 索性男人 及时地深吻帮助媳妇恢复神志 如今两人才打退 冤上组织的二人组织角 很快冤居又被博士派出 目标就是杀死男人带回梨儿 然而恢复神志的梨儿 又怎会袖手旁观 他这边刚想在撕掉封印福祉 从而解放体内强大的连力 就被男人出声阻止 媳妇你短时间里连撕两次福祉 下次你的意识还回得来吗 咱们可不能冒这个险了 媳妇在细想了想好像也是 不过对手没有赴灵老的话 他应该可以应聘一下 玄机他认真看向了冤居 我国辅马超元神六世级申请出战 可冤居似乎根本没把梨儿放在眼 一道澎湃浩瀚的火焰 从他的散柄尖端迸发而出 可他这散柄的火焰才刚刚放出 紧接着又是一道冰霜拳气是否 男人猛地向前冲去 本想帮梨儿分担一下伤害 可却被梨儿一把拉了回来 相公这里交给我 他的冰火两重天没那么简单对付 毒兵毒火不可硬扛 下一刻却见他当空捏出一个灵气法球 毒兵毒火在法球上转溜了一圈硬是没跑 随即便当空爆炸而开 男人光是被爆炸的余波震慑就有些战故 可见这两股力量的厉害之处 若是用肉身硬炕的话肯定吃不消 冤居若有所无地点了点后 原来如此难怪博士如此看重你这个实验 不愧是特殊魂灵 看来是可以让我难得进行一下 等一下要打可以不过还是换个地方吧 就算是你们冤组织 也不希望在这个居民区闹出大动静吧 冤居冷冷一笑我倒是无所谓 反正肯定有帮我善后的人 但是如果这样会导致你们无法使出全力的 那还是换个地方吧 玄机男人一把抓起媳妇往外奔去 其实他心中还有另外一个算盘 跑到张警官家附近的话或许会有帮手 于是男人一路狂奔 足足跑了三公里左右这才转身停了下来 可奇怪的是冤居竟然没跟上来 直到男人看向前方之时才发现了冤居 保不齐这家伙还拥有传送能力 只听他冷哼一声还没到地点了 再不快开始战斗的话我可就要攻击你们了 男人摆了白手老哥你怎么那么猴急啊 你看这后山这地多开阔 多适合我们战斗啊 对了媳妇你大概可以拖他多久 我去给你叫帮手来 媳妇稍稍思考了一会儿 不知道啊也没认真打起来 但是拖个半小时应该问题不大 男人听完后摩拳擦掌地点了点 懂了懂了那就拜托你拖住他 我给你去请个强力帮手去 然而冤居冷然看着男人 我有允许你离开吗 你们应该还从来没见识过什么叫二戒能力了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本是相爱相杀的夫妻 如今却达成和解同仇敌凯 只因男人深情一文解开千年女鬼的心结 而另外一边强敌冤居的出现 也让两人不得不联手应对来自冤组织的对手 如今在红光的裹挟之下 冤居传送到了空旷之地 并且声称要让男人见识一下何谓二戒能力 下一刻冰火双翼从他的背后往往生长 一边是烈焰一边是玄冰 难怪他的代号叫做冤居 激动性是真的高 男人明白必须速战速决 等冤居真的能在空中飞了可就不好对 于是他凝聚全身所有的灵气发动一梦千年 却听半空之中砰的一声响 男人勉强躲过冤居抬手攻来的赤肉火焰 一次一次又一次 他本想接近冤居可却被对方折磨得够强 可这时候令他惊喜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一梦千年也升迹了 他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做到时间停止 时间不长却足够他躲过很多攻击了 原来如此这就是一梦千年真正的力量 冤居是在必得的焚天寒冰掌落了个空 此时此刻就连他也大为惊讶 你一个新兽魂人怎么可能也解锁二界能力 下一刻冤居又放出冰锥到此 也被男人一一躲过毫不费力 而他也终于测出了自己时间停止的视线 是整整两秒 这个能力放在战斗中来说是神迹 一旦能晋升这个能力简直无敌 可冤居也是个聪明人 他逐渐看出了男人的能力 不能给他晋升的任何可能 于是他转而使用大范围魂祭神双火天降 这么一来就算男人可以时停也会挨打 毕竟两秒的时间都不够男人逃跑 我承认你的能力非常有趣 可是你做受魂人不到两年半 可我差远了 眼看着男人即将对这漫天火焰吞噬 老婆这边已经正脱开兵牢转而帮助男人 你竟然敢对我相公出手 原本气势汹汹的冤居 却似是感受到无边压力 他猛地闪开半个声位 而就是这个瞬间 他背后的围墙已化成无数碎块 我本来不想用这招的是你逼我 这是博士新交给我的新款傅灵牢 我本来还以为派不上用场的 可果然还是博士想的周到 梨儿正想全力抵挡这新版傅灵牢的轻视 可这傅灵牢哪有那么好 转瞬之间梨儿又被傅灵牢困住 整个人的身体像之前一般动弹不对 虽然梨儿确实是有变强过 可是这傅灵牢也是博士的新款 这么一来梨儿想要靠自己脱困的话就很难 方宁你已经没有帮手了 我会在你女人面前杀了你 这也是为了以后的实验之中 你女人可以心如死灰安分的 老婆文言之下担心不语 她尝试了几次都没能突破这个傅灵牢 那个所谓的博士确实是个厉害人 男人咬紧了牙关心中免不了有些绝望 且不说自己应付不了冤居的大范围魂数 而且自己的一梦千年也不能一直使用 总会有灵力消耗完的一天 男人看着痛苦不堪的离开 看来当下的情况也就只有赌一把 明明是一个实力超强的千年女 如今却被胆大的男人捏住小脸蛋无法动弹 只因男人是他千年前相同的准事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心甘情愿 可当老婆闭上眼睛等着狂风暴雨袭来之时 男人却只是轻轻亲吻了他的额头 甚至还非常贴心地给他好好盖上了被子 男人自以为潇洒地离去 却被老婆嫌弃是戏口 什么情况就亲一下额头就结束了 要知道老婆都已经把三胎的名字想好了 时间回到男人抱着受伤的老婆回家之时 杜逢一脸担忧地看着黎儿 他没事吧 男人摇头明知故问 你看他这样子像是没事吗 行了我们已经清除你们别墅的怪物 我们也该告辞了 杜逢伸出手来叫住芳妮 等一下说好的酬劳和原神手办还没给你 这包包里有你要的酬劳 还有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男人的脚步突然停在了当场 不好意思他刚才光顾着耍帅离开了 忘了这重要的事情了 杜逢一脸黑线 这前男友财迷的属性是一点没变 小时候真是穷鬼了 话说回来杜逢你 你后面有什么打算 你那个男友都扎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许是回老家吧诱惑人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我被前男友如此对待已经自动分手 男人笑着指了指老婆 你看我是有女友的人 你说这话合适吗 可你那女友不是人了 你真的要和这样的存在在一起吗 不管老婆是怎么样 她都是我的女人 再见了兰逢 杜逢一脸无语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年 我是兰逢陪我是杜逢啊 密闭的实验室之中 一个秃头博士面无表情的做着实验 而在他的身后赫然站着冤屯和冤裙 西装男大喊大叫着博士那个特殊魂灵太强了 竟然把您的富灵牢都给打破 可博士只是淡淡问了一句 你们解放淋浴了吗 唐总一把拉住西装男示意他镇定性 博士那是因为我判断 即使解放淋浴也不是他对手 而一旦进入战斗虚弱期 我们甚至无法传送 博士仅仅是轻轻放下手中的屏幕 就让冤屯和冤犬两人愣在了当场 因为他们明白审判即将来临 博士靠在椅背上宽慰他们 把头抬起来吧 你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唐总心头一惊 这黑心老头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说话 博士拍了拍唐总的肩膀 听好了你们的能力是我赐予的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卖弄小聪明 该拼死解放淋浴就解放 作为对你们任务失败的惩罚 我就把你的传送月盘收回了 长总看着传送月盘还有些不舍 毕竟这是十二位的荣誉之物 可博士似乎并不关心属下的心理变化 怎么了你有意见 长总立马低下了头 骇然万岂 属下不敢 不敢就对了 今天的战斗情报总结一封报告晚上送过来 两人互相搀扶着灰溜溜的离开了 生怕触怒博士 而博士在他们离开之后脸色骤然变化 就连手中凿逝的药剂饭也被他当即捏碎 两个没用的东西看来是得处理掉坏心的 只不过在此之前先废物利用一下 话说回来千年前的那个女人 竟然提前觉醒了超过六级的力量 看来用寻常的做法对付你是不行的 只见她的掌心魂球当空生起 转瞬之间就变得越来越大 是时候该轮到你登场了 只见一个黑影怪物从魂球中散逸而出 冤龙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吧 只因他们被冤组织的头号人物盯上 不久后就会有专业刺客上门服务 而另外一边男人家中 男人正吃着泡面刷着真语漫画的视频 而他老婆正在床上呼呼大睡补充能量 男人回想起之前的对手总觉得不对劲 这些家伙似乎很早就盯上了 而且考虑到千年前的冤上教诲 事情应该不简单 怎么还不行的老婆 等一下怎么办老婆这嘴唇好软的样子 男人不由自主地靠近狸儿的嘴处 正要亲上去 可好巧不巧的是 梨儿这回忽然醒了 老公你刚才靠我那么近 莫非是想亲我 男人咳嗽两声正想解释 可却见梨儿双眼含泪情难自已 他当即就扑进了男人怀中 相公梨儿好想你啊 还以为梨儿再也见不到你 男人摸了摸梨儿的头 没事了梨儿 坏人都已经被你打跑了 梨儿一惊真的吗 坏人都是被我打跑的呀 男人连连点头当然是真的 你当时把头上的符纸撕下来 别提有多厉害了 梨儿有些呆呆地看着男人 我之前原来有撕下过符纸 男人点点头 是啊之前你撕下符纸 三下五除二的就打退了常总他们 可惜你还失控了 老婆摸着符纸回忆不起之前的事情 但是他说可以感受到符纸在帮他压制怨气 如果撕下符纸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那倒是也不错 哪里不错 男人一把捏住老婆的脸蛋 你当时差点把我都给杀了 为了惩罚你 男人一把手搭在老婆的肩膀上 随后男人一个用力把老婆推倒在了她上 像的 像的 你打算怎么惩罚我呀 老婆一边说着一边闭上眼睛 似乎已经默认了男人可以做任何事 可男人仅仅是在他的额头轻轻亲了一口 随即还帮老婆把被子盖上 你有还重伤症的今天就好好休息吧 还有就是准备一下我们要准备搬家 老婆一愣等一下真的要搬家吗 一晃三天的时间过去了 住在出租屋里的男人终于心定了些 他的伤势也逐渐好转不少 只见他把过去的手机卡掰断掉 这么一来冤上的人想要找到他就不容易了 当他好不容易做完一切 整个人几乎要陷进沙发里之时 他闭上了眼睛 只觉得意识越来越沉 那是一段怎样的回忆 当他睁开眼之时 他的思绪也仿佛回到了过去 不 不是我做的 真的不是我做的 只听哐当一声匕首掉落在地 发出一记清脆的声响 幼时的芳妮紧紧抱着头痛 不开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女鬼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的相公明明只是和他睡了一觉 竟然直接发烧到四十度昏迷不醒 而他的口中甚至还自言自语 女鬼俯下身去想要听听相公在说些什么 可他听到的却是 千万不要放我床底下的学习资料 好家伙女鬼老婆立马来到床下一阵翻找 果不其然找到了男人藏起来的特殊学习图册 这不得给男人安排到位 时间回到男人做梦之时 幼年芳妮带着小伙伴一路捏手捏脚的前行 忽然他回过头来 你们在这猫着我进去给你们找点事的 有人发现的话你们别管我直接跑了 可当小芳妮成功顺走冰箱里的水果之时 他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异想 原来这厨房里头还连着一个房间 里面偶尔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当他看向门里头之时 他整个人顿时压麻呆住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正传上裤子系好皮带 原来他姓秦明寿 而遭殃的赫然是一个妙龄少女 这一幕下的小芳妮连苹果都掉了 与此同时苹果的落地声也同样引起了两年的注意 秦寿一把将门打开 却只见苹果不见人 寿子不安地询问刚才那是什么情况 可秦寿却不以唯一认为只是个偷吃的家伙 此刻秦寿像是想起什么事了 里面怎么没声了你是不是弄死他了 可寿子连忙摇头怎么可能这货还没卖出去 两人苦苦寻找着方宁的身影 同时又开玩笑着说小朋友你出来 我送你原神一千连抽 殊不知方宁正停住呼吸躲在了柜子里 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 方宁听到一个惊天大瓜 上园鸡精会实验晚死的孩子可多了 他们这样的充其量算是小打小当 虚余的功夫一画而过 方宁小心翼翼的从柜子里走 可他推开房门之际 整个人如遭雷击 好端端的一个妹子竟然就这么被糟蹋 小迪你没事吧 方宁连忙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孩 他们都是一群骗的 明明说可以给我点吃的结果我就 方哥哥你告诉我是我错了 为何我父母不要我 还遇到这样的坏人 方宁是去小女孩脸上的泪肚 等我们长大吧小迪 不管是父母还是别人我们都可以讨说 而那些欺负你的坏人 以后也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现实里的方宁正呼呼大睡着 老婆打完火影却见方宁喘得厉害 他历时关切无比的来到老公身边 我家相公这是做噩梦了吗 更气单身狗的事 他竟然还主动贴贴男人的额头 而梦境之中 小方宁来到院长办公室告状 院长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我把证据都留下来 可院长并没有马上回应小方宁 反而走到他的面前 要小方宁把证据快点拿过来 他再多了解一下情况 看着小方宁离去的背影 随即他的眼神逐渐变得阴质 半小时的时间一晃而过 院长一巴掌抽在瘦子脸上 你做事的手脚这么不干净 以后我还怎么放心让你做事 瘦子跪在地上可怜求饶 院长咱们是一根线上的蚂蚱 你可得保我 院长边骂边让他起身 丢人现眼的东西 还能让一个孩子活住 还有你们两个也给我听着 你们怎么玩我不管 但是必须擦干净屁股 至于现在 院长一把拉开出门 你们给我把这孩子处理 手脚干净点 媳妇慵懒地晃荡着小脚鸭子 聚精会神地读着老公 藏起来的高考真踢卷 只因书里自有黄金屋 书里自有颜如玉 可老公却发着高烧熟睡着 完全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媳妇心想老公那么辛苦 今晚一定要好好学习早日时间 谁叫男人是他最爱的老公呢 而另外一边男人依然做着噩梦 原来孤儿院的他偶然一天 撞见好友被大人欺辱 他为了给好友出头 不惜跑去院长被告状 殊不知院长才是这些坏人的保护伞 他甚至还被胖大叔一笔踢起 还说要马上处理掉他 院长则是风轻云淡地表示 其他孩子也一样 全部送给上员基金会 这边孤儿院的孩子该换一批新的 瘦子黑黑笑着说 当然了院长 我这就去办 在水龙头的声音掩盖之下 瘦子狠狠一拳打在了方宁的父母 都怪你的小兔崽子去和院长告出 害我被院长打了一巴掌 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方宁勉力睁开眼向前看去 却见眼前赫然是一个断头刀 可这个瘦子并不打算让方宁解脱 反而一把将他甩出重重摔在柱子上 臭小子你不是很会告状吗 告状有什么用啊 方宁倒在地上意识逐渐变得有些魔 他即使还小 却也明白即将面临的后果 瘦子一脚踩在了方宁的脸上 没有实力的小孩子学什么大人去告状 此时此刻现实中的方宁满头大汗 似乎不愿回想过去 媳妇轻轻抚摸着方宁的额头 只觉得滚烫无比如同发烧了一般 但他能清晰感觉到相公体内有两股力量 一股来自江国骨戒 另外一股则非常奇怪 在媳妇的判断下只要两股力量融合 相公应该就能醒过来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快点学会书中技巧 好好犒劳一下在梦境里奋战的相公 等他顺利醒过来之后 给他一个惊喜 到时候相公一定会夸他能干的 殊不知此刻的方宁正被冷水泼连 他请求着别再侮辱他了 要来就来得痛快 地旁的胖大叔健壮抓住兽子的肩膀 好了哥们差不多了给他一个痛快的 有这个时间咱们大晚上再玩一个妹子 方宁也蜷缩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他清楚的知道不会有人来救自己的 兽子此刻也确实玩腻了 于是一把将方宁拎起 随即就把方宁按在水里想让他溺水而往 死了以后变成鬼可别来找我 要找就去找那个狠心的父母 方宁好几次想要从水中冒出头来 却都被兽子再一次按进了水里 可随着他的意识逐渐淡薄 毛子里却不知何时多了一抹红色 下一刻方宁的手上佛珠忽然多了数道金光 似乎慢慢在融化着绑住他的绳索 见此情形受子大为惊骇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而震撼仅仅是开始 方宁的全身被黑色灵气环绕 口中更是喃喃地说着可怕的一句 佛珠上的金光逐渐晃化成一个融细惯 他仅仅是发出了一副凄厉叫声 救下的众人瘫坐在地 这到底是个什么 这个孩子明明看起来人畜无害 却是点燃整个孤儿院的元凶 只因方宁的体内寄宿着一个强大的鬼 只有当他遇到生命危险时才会出现 届时他体内的人助力便可以爆发 觉醒成为3S级鬼王 如今变成鬼王的方宁一把掐住兽子脖子 他的指尖稍稍用力对方就血流如注 随着他轻轻一推 兽子再也支撑不住倒在地上 而他的胸口赫然多了个透明窟窿 此举顿时吓傻了另外两人 胖子怒吓催催着戴帽男赶紧开门 可情急之下他颤抖得无法开门 眼见鬼王方宁急不重来 胖子心想不如和他拼了得了 于是他当即抄起一把菜刀朝着方宁抬去 可还没等他进方宁的身 他的眼前忽然红光一闪 方宁的飞腿已然掠着他的面门 直接一脚就把胖子踹飞在墙 胖子头部遭到重击当场领了盒饭 鬼王方宁捡起地上的菜刀 他缓缓走向了余下内人 对方吓得屁滚尿流连话都说不利索 眼看着方宁一言不发 人带帽一起踹飞 随后他更是高高举起了菜刀 直到此刻对方才看清了方宁的眼神聚焦 而另外一边校长还在办公室悠闲看望 他接起了电话问老江那么久了还没处理完吗 可却被告知赶紧来厨房一下出大事 他起初不以为然 可很快电话那边就被挂棒了 原来方宁还没有杀掉余下内人 而是让他给校长打了一通电话 他神志不清地问方哥我电话打完了 可以放我走吗 然而刀光一闪鲜血飙射 方宁笑得很淡 走廊之中校长正拨打着号码生着闷气 搞什么鬼这三个人一个也不接电话 真是一群废物 连个小孩子都解决个大半天 于是他走进了房间 刚打算破口大骂 他整个人直接呆愣在了园底 这是怎样的地域场景 直到此刻他才终于想明白为何三人不接他电话 他转身就要逃跑 可却已经晚了 鬼王方宁伸出一手来放出黑色灵气 黑色灵气若有实质一般靠近校长 直接捆在了他的脚上 随后将他一路脱行 向着方宁那边拽去 痛苦惨叫之声从房中蹦出 解决掉众人的方宁这才有了苏醒的迹象 当他好不容易睁开眼之时 却发现自己整个人沾上了血迹 刚刚仿佛自己就恍惚了一下 怎么醒来周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最关键的是他现在的手上 还拿了一把胸器 他捧着自己的头部感知悉 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做的 可眼前的事实摆在面前 若不是自己那又能是谁做的 可他发狂了片刻后却又突然安静了 只见方宁捧着自己的脸颊 你还真是懦弱呢方宁 才这种程度就情绪崩溃了 这男孩明明是大火中的幸存者 可看到赖以生存的孤儿院被烧火 他不但不悲伤反而还一脸开心 只因这个孤儿院里有一群欺男霸女的恶鬼 唯有用一场大火方能换来孩子们真正的安宁 如今鬼王方宁再次发华 刚刚死的那些人全都是人渣 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多得去 鬼王方宁冷静地洗干净自己的手 随后看着厨房的一则用火安全通告 他心中忽然有了一个点子 放心吧方宁 我会带你离开这里的 正出门时方宁忽然遇到了两个女孩 她们饿着肚子本想来吃点东西 方宁主动走上前去黑黑一笑 我刚看到外面有彩虹 大家一起跟我去看吧 可当他们真的来到了外面 却又根本见不到彩虹的半个人 而与此同时方宁躲在暗处嘴角里开一个弧度 厨房这边骤然爆炸 孤儿院的孩子们几时见过这样的场面 一个个转过头去吓尿了 住了那么久的孤儿院此时复之一举 随着消防车赶到现场 方宁庄城受害者一样被消防员护送离开 可他不同于其他孩子一样只会吼闹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远处 原来这次火灾还惊动了警方 门洞之中一个消防员正向着一个警官报告 你好请问你就是张警官吗 对就是我 由我来负责本次案件 说说看你这边对事件起因的看法 消防员解释说看情况应该是厨房的粉尘爆炸 或许是物品储存不当导致的 张俊边走边说除了那四具尸体外 还有别人遇难吗 消防员摇头表示没有了而且有一件神奇的事 原来正好有个孩子呼喊外面有彩虹 其他孩子就一起跟出来看了 所以他们全都没有受伤遇难 这可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不然哪怕死去一个孩子我都很心疼 张俊皱紧眉头走向了孩子们的中央 孩子可不可以告诉叔叔一件事 到底是谁先说看到彩虹的 第一个说出这个情报的孩子 叔叔会送原神火影全套周边 看着孩子们齐刷刷的目光盯向同一个人 张俊警官的眼神逐渐变得文位 原来顺着大家伙的视线看去 映入眼帘之人赫然就是方宁 一副慵懒地晃动着脚丫子 催促着老公赶紧醒过来 还说再不醒来就要在评论区找老公了 时间回到方宁直面张警官之时 身后的警察在他背后议论纷纷 一个个都夸他是警局的天才 可负责的老哥还是嫌他太过年轻 未必可以单此重任 然而小警官赶忙让他轻点声 你知道他哥哥是谁吗 他哥哥是咱们警局的传奇人物张天涛 而另外一边张俊一把手搭在了方宁肩膀上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人神多少急了 方宁一脸默然地给出了回答 甚至都没有看张俊一眼 张俊对此并没有什么特别烦 继续追问方宁当时喊着外面有彩虹的海 是你吧 方宁推开张俊的手 是我呀但我好像看错了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正在两人谈话之际 一个嗨思美女笑盈盈的读 张警官你快看 这是我们在院长室发现的账本 而且还发现有大量黄金和外汇现金 张警官看到这账本 整个人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了不少 张警官将账本收入囊中 没想到一次火宅背后竟然藏着大量 张警官提醒美女警官把事件报告给自己后 他便摆了白甩离开 趁着张警官还有些恍惚的模样 方宁赶紧发问警察叔叔我可以走了 这么急着走干什么心里有鬼啊 来和叔叔去小树林里聊聊 方宁沉着一张脸只得低头答应 张警官坐在鞦韆上给出自己的推论 他认为这次火灾不是意外而是人为 对此你有什么线索吗 方宁哈哈大笑着警察叔叔你在说什么 我还笑我什么都听不懂 先别急着装傻小方宁 粉尘爆炸之前里面的人肯定会觉得浓度太高 可为何没有一个人去开窗通风 很有可能是在爆炸发生之前 他们要么是死了要么就被控制住 而恰好又在这个时间点 你说外面有彩虹而让孩子们出来逃过一劫 你不觉得太过巧合了吗 所以可以告诉我们方宁 昨晚你到底干了什么 方宁闻言嘴角裂开一个诡异的祸 手中的魂力也跟着开始释放 正值千钧一发之际女警官忽然赶到 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啊 这是你要的试检报告 我第一时间给你拿来了 而且在厨房里检测到了有特殊能量粉 可能需要通知专员来调查 张俊摆了白手知道了老妹 我会和我天涛哥说的 你先去忙吧 我这边还要和这个孩子确认情况 美女警官气补补地嘟起了小嘴 我可是你前辈啊 你可别把我当成你秘书 好了好了 晚上请你吃大餐怎么样前辈 我亲爱的前辈 本来不是因为你我才去吃的 是因为看在大餐的份上我才勉强答应 而当张俊看完试检报告后 他恍然大悟 试检报告显示他们四人的气管里没有叛成主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死后遭到焚尸的 结合厨房里发现能量粉 你应该很特殊吧方宁 方宁的脸色愈来愈冷 所以呢张警官 你也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一样 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踢判我 所以现在是要把我关进少管所还是监狱 我躁动不安的晃动着脚丫子 只因老公已经躺下三天三夜 再不醒来就要在评论区找老公了 时间回到小方宁和张警官对峙之时 原来张俊并没有把方宁送进橘子的打算 还会把这场火灾将判定为意外 甚至还很欣赏方宁的义举 那些人渣贩卖儿童本身就罪该万死 更何况你方宁用彩虹这一说法就像无辜的孩子 方宁默不作声地听着 甚至还为自己感到愧疚 刚才竟然有一瞬想要对张警官出手 比起这个事我更想和你确认一下 你觉醒了特殊的能力没错吧 没错 方宁正气脸色点了点头 张俊摸了摸方宁的头 等案件结束以后 我会把你推荐给一个特殊部门 我哥他也会好好照顾你 这一次的方宁并没有反抗 也没有甩开张俊的手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在大人身上感到温情 我可以相信你们张警官 当然可以相信我的小方宁 对了你听好了如果有一天 你也遇到一个和我们一样孤独的人 那就约定好了 尽量温暖一下对方吧 就算是鬼也不是生来就有恶念的 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一起见证的小方宁 毕竟未来的路还很长 好了我要讲的事情就那么多 你现在自由了方宁 回到你伙伴那边去吧 方宁故作潇洒地离开 可是心中却已然记下了 这个废话有点多的大人 那张俊警官 有件事其实忘记和你说了 你做的那个鞦韆其实是坏的 诶 张俊整个人压麻呆住 下一刻鞦韆上的锁链崩裂而开 张俊直接摔了个四脚逃天 当他好不容易踩五个屁股站起身来之时 方宁那边却是早早跑远了 这个臭小子你给我懂了 玄机他又拿起手机给哥哥打电话 魏哥今天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孩子 而且他应该是觉醒的能力 至于方宁这边他小心翼翼地返回现场 来到了一个小树林里跑起了桶 取出他私藏准备跑路的陷阱 可也正在此时 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诡异声响 原来是冤组织的二人感恩了 常总正和博士解释着现场的情况 表示这里的实验素材可能会出问题 而博士那边的要求很简单 把可能查到线索的人清楚掉 就比如说张俊张警官 小方宁心中虽然害怕 可更担心张警官安危 这是他打心底里第一个认可的大人 于是他一路狂奔着冲向了警局的方向 请问张俊张警官在吗 我有急事要找他 同事摸了摸脑袋回忆了一下 他好像才走 晚上据说家人有约 一听张警官才走不久 方宁赶忙跑出警局 希望能在半路截住他 设恐的他在大街上问着路人 只为寻找到张俊 好不容易他才算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发现了张警官 只见张警官手捧鲜花 他的脸上上洋溢着满满的信物 太好了张警官你听我说 你现在很危险 可正此时一辆白色轿车飞速驶来 小方宁呆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 怎么会这样 那个他唯一认可的张警官 竟然就这么把自己眼前对撞飞 一封染血的情书 如今却再也无法送达一中人手 她是有着显赫身份的女鬼公主 如今却主动给男人当媳妇为她 甚至还想和她进一步探讨人生剧目 只因他们早已私定终生情深一谋 时间回到男人熟睡之时 媳妇凑近贴到男人胸膛听她心跳 可她的心跳依旧还是很微润 全身上下只有一处有动力 随着男人一阵抽搐 她竟突然起身扎进媳妇的怀脸 而媳妇也开心地晃动着小脚丫子 二话不说就将老公抱紧 只因心爱的老公终于苏醒 方宁也是这才知道 自己已经整整昏迷了三天 等等什么情况三天 我游戏三天的体力都没清呢 可过当男人一回想起过去的梦 又是一阵头痛男人 多亏媳妇扶着男人回到座位 方宁的脸色才恢复平常 原来自己在睡梦中 还一直喊着上员两个字 男人逐步回忆着之前的梦 上员基金会和孤儿院有联系 甚至和海员小学都有所牵连 很多事也许就串起来了 由孤儿院提供儿童贩卖 而基金会进行儿童实验 可惜了张俊警官了 也是时候该去联系另外一位张警官了 光凭我和老婆不是基金会的对手 和张警官约定好见面后 男人挂断电话 可他才刚安心下来片刻 肚子又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 正此时他闻到一阵扑鼻的香味 下一刻却见老婆端着热腾腾的面条出来 老公你睡了三天 该饿坏了吧 在你昏迷的时候我也有学过厨艺 我下面给你吃 赶紧趁热尝尝 眼看着这面色香味俱全 方宁顿时食欲大增 没想到梨儿你还学了这个 何止学了这些啊 还学了很多别的知识 来老公张开嘴巴 我喂给你吃 随着方宁将面条细嚼慢咽 媳妇在一旁一脸担心 生怕自己的第一次料理失败 然而男人沉默片刻之后 他整个人顿时变得如痴如醉 这辈子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面条 看着老公如此大快朵頤的吃蜜 媳妇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 看来自己的学习能力还是可以的 随着方宁吃饱肚子瘫坐在沙发上 他突然感慨自己真有福气 梨儿的料理天赋竟然如此之高 却见媳妇撩了一下头发 梨儿想起来了一些过去的事 以前娘在世的时候经常教我做菜 方宁一愣老婆你恢复记忆了吗 千年前的事情都想起来了 可老婆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上 她反手掏出男人藏在床底的学习资料 并表示自己这方面学的比厨艺还好 方宁立刻羞红了老脸 不是说过好几次不能看那本书的吗 可老婆狡辩这不是考试必备 她只是在学习 男人轻轻捶了捶老婆的小脑袋挂 不行就是不行 你赶紧把你学到的知识全忘掉 老婆这才摸着脑袋敷衍称号 忘掉忘掉 不过下次还敢 我不其然当方宁说要洗个早时 媳妇表示带上自己一起 她可以帮老公图沐浴露 可她等来的却是浴室大门的禁闭 还有老公的训斥 你乖乖在外面玩圆神去 圆神哪有老公好玩 媳妇顿时气鼓鼓地撅起嘴 可下一刻她的嘴角逐渐上来 不过老公你错了 你以为一扇浴室的门 就能阻挡我学习的步伐吗 而另外一边男人正纳闷着 明明自己已经把书藏得挺好了 怎么还让她给找出来了 不过冤上还有上缘基金会 不管你们是谁背后力量有多强大 忽然芳宁神色毅力 只要敢对我和我老婆出手 我就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正当男人洗完澡擦拭时 老婆忽然穿过浴室大门闹出头来 芳宁立誓尖叫出声 谁让你进来了 甚至情急之下还把浴金蒸了出去 可媳妇似乎已经下了某种决心 芳宁看着老婆突然震惊的表情 她意识不知该如何应养 而老婆已然栖身上前 近距离盯着男人不放 甚至还让男人闭上眼睛用心感受 而随着芳宁真的闭上了眼睛 她所看到的是千年前的过去 梨尔拜堂成亲之时 此时的她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淡霧 只因那个爱了半辈子的男人转身离去 独留她一人在火海中黯然神伤 她本想用哭声换回那个承诺自己一生的男人 可回应她的只有火海和灰烬 原来如此梨尔你想给我看的 是千年前的记忆啊 梨尔点了点头式的老公 吸收了戒指力量后她恢复一定记忆 她感觉过去那个男人特像老公女 男人宽慰地摸了摸梨尔的头 明白了她此刻心中的不安和访望 当年的那个男人为何转身离去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这场大火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话说自己如果是那个负心汉转世怎么办 梨尔还能原谅她吗 正在芳宁胡乱一想之时 外头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这谁啊我也没点外卖 而半小时之前的拉面点 蓝发妹子神情错愕 冤龙你原来那么能吃的吗 地干就是八大碗的拉面 冤龙擦了擦嘴巴表示还差点意思 于是又叫上了三大碗的拉面 直到此时她才摸了摸肚皮打了个格 十一碗刚刚好 勉强吃饱了 老板差不多结账了 蓝发妹子叹了口气表示你悠着点 要不然咱们还没找到方宁就破产了 一听到方宁二字 拉面师傅忽然一惊 请问你们二位认识小方宁吗 还没等冤龙这边开口 蓝发妹子赶紧抢话呀 对对对 我们是方宁关系贼好的同事 听说她生病了就来看看她情况 可旁边这个大块头忘了门排号 拉面店长这才打消了戒心 原来是同事让我知道她住哪 她就住在蒙德小区666号100云医市 谢谢你来老板助你生意兴隆 当蓝发妹子还在和拉面老板告别时 冤龙此刻表情一脸凝沉杀气肆意 可回过头来拉面师傅又觉得不对劲 这两个人的穿着未免太过奇怪 正常人会穿得那么潮流吗 等等我懂了 这俩人应该和之前那个白色假发的妹子一样 都是一个公司玩角色扮演的 还是你们年轻人玩的花呀 听着屋外急促的敲门声 方宁快步赶到了门前 来了来了 别敲那么急骂我这不来了吗 大门打开 门外赫然站着冤龙二人 要你好啊 明明是高冷的千年女鬼 如今却成了男人的贴贴馆 不但会做爱妻变当 还每天喜欢玩变妆 每天不撩一下男人就浑身不舒服 时间回到方宁开门之时 看到眼前之人方宁一脸惊讶 张警官这个老六未免来得也快 而且抠门的他竟然还带了慰问的补 方宁赶忙将张警官迎进屋 不好意思家里有点乱毕竟才搬过来 张警官也不废话直接进入正体 听说你被袭击了 方宁冷静点头可不是吗 冤屯和冤犬袭击了我 这平淡的一句话落在张警官心头 却犹如惊威一般 你竟然遇到了十二位还幸存下来 要知道冤上的十二位是他们的最强战略 没想到以你的实力竟然能做到这种成果 方宁老脸一红马马虎虎了 也就断了冤犬一只手 然后冤屯仓皇而倒 这笔终究还是让男人装当 可他也实在无法说出老婆的存在 毕竟魂灵和受魂人是两个对立的阵影 谁料心细的张警官察觉了一样 我猜你还有其他什么秘密灵气 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对我坦诚相告 而至于冤犬他们逃走是所用的道具 应该是他们特有的魂七月牌 张警官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本写册 具体的情况你再和我描述一下 也不知过了多久 方宁把和冤上战斗的细节说了一遍 当然其中少了女鬼老婆参与的部分 原来如此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可是方宁你要明白 就算丢了电话卡 他们依然能用魂术找到 随后张警官抛来橄榄枝 再次询问他要不要真正加入受魂人子之 可方宁估计老婆还是婉俊了 见该了解的差不多都了解了 张警官终于起身 感谢你提供的线索 没有其他事情的话那我就尿顿 陪我就先走了 可方宁犹豫再三还是叫住了张警官 问他记不记得一个叫张俊的警察 此言一出张警官瞬间就不淡定了 他一反常态直接一把揪住方宁衣领 臭小子你是从哪知道阿俊的名字 方宁将自己和张俊的事粗略一说 随后表示冤上应该和他的死脱不了干系 张警官这才冷静下来放开了方宁 他颓废地坐到了沙发上 仿佛神情也苍老了好几年 我其实曾经是一个受魂人 而张俊是我的亲弟 正是因为他的死 我才退出的受魂人 其实当年出了车祸后 阿俊并没有死 相反医生说他应该过几天就能醒 谁知某天晚上阿俊忽然暴毙 我对他的尸体做过专门检查 他是在医院被魂体杀害的 伤口处检测到有大量的魂力 我曾要求组织彻查此事 可却被组织拒绝了 方宁满脸震惊 为什么会拒绝啊 这明显就是魂灵导致的 一说到这张警官情绪又激动 就因为阿俊为觉醒魂力不是受魂人 而且那会组织在筹划计划不想打草精神 方宁小心翼翼地询问了后来 组织的计划成功了吗 彻底失败了 我们中了埋伏损失惨重 虽然我们的整体实力比冤上强 可不够团结 我一直怀疑我们受魂人高层中 有冤上的卧底 也就是双重打击下 我后来放弃了功勋选择了引退 方宁回想着之前的梦 张俊警官16年前说他会推荐我 去到一个特殊的部门 张警官很快反应过来 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觉醒能力的郭 方宁并不想提太多当年的事 转而说自己找到了一个线索 那就是上元基金会 而上元两个字倒过来读就是冤上 而且16年前说要除掉张俊警官了 就是冤屯和冤居 他们想阻止张俊警官找到基金会内幕 听到如此劲爆的线索 张警官再也无法保持弹度 他知道上元基金会的总部在京城 而为了给弟弟报仇 他会不遗余力地调查下去 临别之际他再次叮嘱方宁小心组织 一旦有问题第一时间通知他 随着张警官离开 媳妇撅着小嘴从男人身体一出 这么久可把我憋坏了 老公给我贴贴 抚慰一下我受伤的心灵 他明明是一对恩爱夫妻 可就在他们情深欲农时 却被小胖打断施法 只因小胖是个单身狗 看别人谈恋爱比自己谈还有意思 时间回到方明和张警官道别之后 女鬼老婆好不容易才从男人身体一出 刚才可把她闷坏了 没有老公的一百个贴贴 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男人一把揪住老婆小脸蛋 好啊除了一百个贴贴外 再给你买个新游戏补偿一下 老婆力时一蹦三尺高 好爷太棒了 终于可以玩原神以外的新游戏了 说来也巧啊 这才说到游戏 小胖朱天华就打电话过来了 而另外一边 给渊龙两人开门的赫然是一个地中海老婆 原来渊龙他们要找方明 早在几天前就退租搬走了 渊龙表示方明欠他一本书没还 所以过来找找 房东指了指护远处的纸箱子 若方明走的极有些东西是落下 你们去那边瞧瞧 而随着渊龙一阵翻炒 还真被他找到了宝贝 也就是方明床底珍藏的小毒 房东则是不忘土逃方明 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 好好的突然要搬家连押金都不要 蓝发妹子黑黑笑着这方明逃得挺快 可是他不会这样就以为能摆脱我们追踪吧 渊龙将刚才拿来的小毒扔给蓝发妹子 讨了别废话了 赶紧用你的精心能力找到方明 随着一抹金光从蓝发妹子眉心亮起 原本平平无奇的小毒 如今周围散发出奇异的光芒 一眼就看出方明此刻正抱着老爷 一副松懈戒备的样子 找到你了方明 乖乖等着我 高速公路的出租车上 方明正回想着张警官的话出神 方明你就算把电话卡换掉也没用 他们可以通过魂术找到你 方明颇感无奈 世上魂术千千万 谁知道对方会的是哪种魂术 光我一个人的话可以寻求受魂人组织庇库 可我不会丢下我家老婆了 这三天时间昏迷都是老婆在照顾我 她应该也挺胃的 趁着老婆不注意 方明有些情难自艺的亲了上去 放心吧老婆 今后的时光我会和你一起面对 而老婆似乎听到了男人吐露的心声 嘴角扬起了幸福的微笑 也不知过了多久出租车停下 出租车师傅转过头来 我们到了 结果正瞧见这对小情侣一微而睡 司机师傅满脸不爽 这狗粮都快呼自己脸上了 起床的帅哥到地方了 司机大声的呼喊总算是把方明叫醒 梨儿我们到了 差不多该醒了 梨儿这才迷蒙着眼睛反反睁开眼 再也吃不下了 方明一脸无语 好歹也是个魂灵 怎么还睡觉流口水 恍惚之间梨儿忽然睁大眼睛 此时的方明仿佛和过去的她重合 男人的抽身离去 即使他们曾有过一生的承诺 她也无法触及男人的内心深处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男人越走越远 独留自己一个人受尽千年孤寂 忽然老婆神情一阵回过神来 原来男人挣前后摇着自己 梨儿快醒醒我们影响司机做生意了 本是高贵的女鬼公主 如今却只想吃饭睡觉抱老公 一言不合就跳到老公身上 不想让老公离开 只因千年前的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 好不容易才修成正果 如今方明捧着女鬼老婆的小脸蛋 正如千年前的她一样 告诉梨儿自己不会离开 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与她同在 梨儿还有些担心 毕竟千年前的她也是这么说的 然而方明宽慰她放心 如今的他们契约相连早已和千年前不同 正此时小胖的笑声引起了男人的注目 方明颇感无奈老哥你能不能别笑 你这样会让我有些感感 随后方明询问小胖什么时候到了 这才知道原来小胖从一开始就在 不愧是方先生 你们可真是狼台女帽天生一对 我也好想有一个女鬼老婆 对了就像我电话里说的那样 我们的游戏做好了 你们跟我来 两人进了公司大门 却连一个人影都没进来 原来小胖知道方明二人要来 于是让员工都回去了 理由很简单 如果员工看到了真语 那就不好解释了 不然的话又要说公司闹鬼了 而在真语的帮助下 我们公司各个项目效率提升百倍 明明是游戏公司 可手下员工甚至都没加过班 与此同时小胖也终于感到了目的地 他轻轻敲了敲门 真语呀方明他们来了 随着三人进入房间 树台设备顿时映入他们的眼前 只见真语广化出无数手掌 分别敲击着各种概码 随着他敲出最后一个代码 他这才转过来扶了扶眼镜 方明先生好久不见 方明笑着握住真语的手 其实也没有很久吧 也就一周多的时间 真语挠了挠脸颊 原来才一周多呀 我一旦工作起来 就没有什么时间概念 还以为都过了一个多月 小胖忙不迭地夸赞着真语 要不是你在 按这款游戏的复杂程度 就算是几年都做过 真语摆了白手说那倒不至于 不过方先生我把我根据你给我的视频 我成功复刻了海源小学 方明脸色一喜很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收集更多古剧之列 说起来你们有做过实际测试吗 小胖顿时汗如雨下 这游戏那么可怕谁敢玩啊 道士里面的模型测试 我已经做好了 每个小道具小物品 都和现实中一样 方明一屁股坐进模拟舱 随后便要真语说明一下 游戏规则和玩法 原来这个游戏玩法 类似密室逃脱 至多可以容纳六个玩家一起联机 而副本目前只有海源小学一位 海源小学是方明第一个参与的副本 自然她也很想重温一下当年的感受 于是询问真语现在能不能进去试试 真语立刻竖起大拇指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一句话 小胖眼看不妙转身想溜走 你们先玩 我奶奶要出嫁了我先回家一趟 可小胖才没走两步 她的后背就搭上了一只手 朱老板啊 您身为游戏公司的老总 怎么也得身先士卒你说对不对 一起来玩吧 小胖吓得眼白都出来了 可方明依旧不肯放过她 如今的方明就像小恶魔一般 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小胖进游戏 如同各位又菜又爱玩的兄弟 梨儿自然也不甘被抛下 想要和老公一起玩 男人自然答应 既然如此那老婆你也一起 原神启动 配海源小学副本起 而下一刻三人竟然真的被传到了海源小学 方明摸了摸门口海源小学的牌子 她当即就被震惊到了 什么情况这也太真实了 而另外一遍冤龙谋中杀鸡四血 他们也来到了海源小学 冤龙皱眉回头 你不是说他们在这里吗 那么他们人呢 嘿嘿 蓝发妹子似乎想要蒙混过关 我看到的画面就是这里 只可惜我只能看到画面听不到声音 却见冤龙攥紧了拳头 方明你到底在哪 明明胆小怕我 却和咸鱼男人一起玩鬼屋大逃亡 只因老公说通关后有甜甜花酿鸡吃 时间回到三人组刚来鬼屋游戏之时 男人随手撕下一张符纸 直接触发新手背景交代 原来他们三个是误入校园的登山客 滂沱大雨之中 方明一把打开大门 眼前的绿光逐渐汇聚成形 难道说这就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鬼 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别人 而是游戏指导真语玩偶 欢迎各位旅行者们 如果你们能顺利通关我将奉上惊喜礼包 方明一把揪住真语小脸蛋 有意思我就看看你能拿出什么礼包来 当真语的电子人形如光点一般消散后 也就意味着沉浸式游戏真的开始了 小胖神情一愣怎么还有额外礼包 我是游戏老板我怎么不知道 却见方明恶作巨刺的搭在了小胖肩膀上 吓得他直接魂不附体 喂喂你们等等我呀 走那么快做什么 楼梯上投影出数行红字 清除海源小学的三鬼并从教学楼逃脱 方明一愣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主动去找我 而深谙游戏运营的小胖直接点起了提示 提示表明天台大门才是他们逃离的关键 当下方明就提议一起去天台那里看看 小胖连忙举双手赞场 而梨儿则是摸索着想要点击投影 方明见状轻轻敲了一下媳妇小脑的瓜 傻瓜老婆你得在有案件的地方得才行 伟娘媳妇摸着自己的脑袋一脸委屈 相公别打梨儿头会打傻的 小胖看着这天降狗粮满脸黑鞋 要不我还是一个人去抓狗吧 殊不知这时候已经有一只鬼盯上了三人 一看就是一只猎口女 三人来到天台门前 却发现这里被符咒封印着 三个机关应该对应着任务里的三个鬼关 消灭他们后应该门就可以打开了 方明贴心地问小胖 你不是不想吃狗粮吗要不分头行动 可小胖却黑着脸表示自己最爱吃狗粮 一顿不吃饿的荒请务必让他吃狗粮 正这么说着 一滴水从天而降落在小胖身上 小胖奇怪这里怎么会露水 于是便疑惑满满地抬起头来 可却什么也没发现 方明脸色一黑发现了端女 赶忙提醒小胖快看身后 好家伙这一看下一天 长发裂口女正妖劳地盯着小胖脖子 小胖立时惊出表情包 只见他头也不回地直接逃离了现场 离而吸溜着嘴唇还想吃对方 却被方明一把拽着逃跑 现在是在游戏里不是现实啊 我们在外面的能力在这里不能用的 而小胖跑了许久终于停下来 他回头看看没有人放下心 可当他转过身去之时 却赫然发现房间里的电风扇上吊了个人 不好意思哈打扰了 我就是路过来上个厕所 裁出房门他又立刻剑步如飞 他这回只想跟着方明吃饱狗粮 可他却惊奇地发现门被锁得出不去 而身后的吊死之人似乎有了动静 原来他就是学校的第二只鬼 而另外一边方明正藏在厕所的拐角处 他思考着对付鬼的对策 毕竟现在的他们不能使用灵力 只能借助其他手段 忽然之间他们听到不远之处似乎有动静 只见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 前方似乎有什么奇怪的声音传来 随着两人捏手捏脚地来到了拐角之处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个绿火包裹的宝箱 天泥这是空头的补给包吗 里面一看就知道是把武器 媳妇忽然提醒快看系统提示狂 果不其然又弹出了提示 地图上会随机刷新对抗鬼怪的道具品箱 而宝箱的周围或许会有鬼出没 甚至宝箱本身就是 正此时两人听到了小胖的呼救声 可怜的小胖这已经是第三次体验窒息服务了 没敲门是我不对可我已经到过前了 咱们就是说能不能讲讲武了 我刚刚没准备好再来一次如何 不行了不行了我要退出游戏 可小胖手指轻点在退出上时 却弹出了错误的对话框 退出失败了 说实时那时快一道金光划过 方宁一剑将红色灵气线统统斩断 人被困VR游戏无法逃离 出场就要面对S级吊死鬼 然而游戏的退出剑已经彻底失灵 吊死鬼随意一击就差点要了两人小命 然而在游戏世界死亡也不知会不会影响现实 当下只能以通关游戏为目标 时间回到冤龙二人组来到海源小学之时 蓝发妹大发雷霆 明明精心给出的提示信息 就现实方宁他们在这里 而游戏则是安静看向了教室里的一神祖 随着他用魂力扫描了一遍 他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原来方宁他们是制造了一个相同场景的结界 从而误导了蓝发妹子精心的能力 蓝发妹这才恍然大悟吐槽方宁脚落 游戏摆了白手让他别废话 有这个时间嗶嗶不如赶紧去找方宁 可蓝发妹终究还是心中一难品 想要给方宁一个教训作为回敬 随后他们便如同疾风一般向着远处刮去 而另外一边 真语正站在监控屏幕前注视着游戏内场景 可突如其来的红色漩涡彻底下到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很快所有的监控屏幕被系统错误填摆 就算是他这种级别的电脑高手也无法解决 毕竟这是和魂力有关的事件 可最令真语担心的是眼前进入游戏的三人 不知道他们此时此刻面对的会是什么 而事实也确实令人揪心 方宁得到的系统提示便是一排错误 如今的他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游戏 面前的吊死鬼受到魂力波动影响 更是虎视眈眈的盯着方宁 如今的他仿佛已经不再是个普通的游戏角色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被赋予了生命的女 当然方宁也不是吃素的 他在游戏外是受魂人 如今在游戏内自然也很有经验 直接就是不慌不忙的展开两道符指 随即就贴到了小胖的胸口之上 这操作直接把小胖看傻眼了 这是玩的哪一出 不明所以的小胖还以为方宁贴错人了 这符指不用来贴在鬼身上 反而贴在自己身上岂不是就浪费 可方宁也顾不上解释 直接挥起一剑和吊死鬼对上了一招 好家伙 这个吊死鬼竟然丝毫没落下了 两人各退数步算是打了个平手 小胖这回继续发问方宁哥呀 现在可以说了吧 我这身上贴的是个什么 方宁得了空隙这才回应 其实是神行符和金刚符 至于这俩什么作用自己看系统提示去 千军一发之际方宁一个闪身再次躲过致命一击 可这回吊死鬼学聪明了 原来他攻击的目标不是方宁而是小胖 明明是鬼公主 却偏偏喜欢听人弹钢琴 只因他喜欢边打元神边听曲 时间回到男人大战吊死鬼之时 吊死鬼挥出铁拳将小胖揍飞数据之远 可怜的小胖直接就被击飞到了墙上 然而小胖却并不感到疼痛 这才明白是游戏里道具的故事 也正是这个时候 吊死鬼再次急冲而来 小胖拼了命一般躲开重击 随后告诉方宁完了完了 我发现咱们退不掉游戏 方宁还以为小胖这是在开玩笑 怎么可能无法退出 好兄弟小胖见方宁危险 于是急忙冲出使出猪突猛进 一击顶飞吊死鬼 对方重重被击飞在墙上 同时震惊两人 小胖这辈子没开过这样的挂直呼刺激 可恼羞成怒的吊死鬼卷土重来 老是方宁出声提醒也没能赶上 小胖被吊死鬼偷袭得手 猛然吐出三斤鲜血 方宁无奈一探大哥呀你悠着的 金刚服不是无敌服 你尽量别直接被他砍吧 玄机方宁大鹤出声 真与你人哪去了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系统出问题了咱们出不去了 可无论方宁如何叫喊都得不到回应 真与这个管理者就如同消失了以外 方宁无法确定这里死了外面会不会也死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通关这里的游戏 下一刻吊死鬼猛然袭来砸出深坑 小胖自告奋勇提出要创造机会 届时由方宁来完成致命一击 随即小胖全力一击被吊死鬼轻松躲过 他还正面被结结实实打上了一拳痛不欲生 可他关键时刻是个真汉子 冲上前去一把紧紧抱住了吊死鬼 方哥就是现在 方宁自然也不会浪费这次宝贝机会 只见他高高跃起 渐渐的光芒不断汇聚到一点 随着他双手用力狠狠按下剑柄 吊死鬼的脑袋被一箭罐穿 他这才化作无数光点一般消散 而两人也是累到虚脱 透过光点看去 方宁仿佛置身于一个教室 而在这个教室的一脚坐着的正式吊死鬼本 方宁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看到的是他的过去 戏狗你在写什么呢 这么认真给我们看看 同班同学大声读着小戏写给小林的情书 而这也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就你还想追班花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 两人的对话引起了孝爸的注意 更有小弟询问孝爸现在要不要教学下小戏 可孝爸却摇头还不到时候 等放学了咱们玩波大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小戏的脸直接被按在厕所地面上摩擦 你什么档次也敢追老大看上了你 你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样 而小戏也只是一位道歉说下次不敢 可孝爸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直接一把把他拽着向后摔去 小戏贵服在地不好意思是我错了 是我没长眼睛求你们不要打我 正此时小戏的肩膀上搭上一只手 想要放过你也不是不行 来爬过去把那边的好东西吃了 我就原谅你了 全机众人爆出一阵肆无忌惮的大笑声 不过没关系你不吃也可以 只是你以后可则惨了 想到以后戏狗还是颤颤巍巍的屈服了 校霸尽兴离去并警告敢打报告的话你死定了 留下小戏则是呕吐不止 谁料这件事的视频被人拍下发到了网上 一想到自己的丑态被那么多人知道并嫌弃 小戏心中的苦闷再也无法消退当场内奔 他最后还是决定了用吊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队伤 随着光点破碎逐渐晃化成一把绳子 方宁回到了现实之中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校园霸凌的故事 可是这故事太真实了 莫非是海人小学里真实的事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开始期待通关后的最终奖励 而另外一边琴房之中传出优美旋律 一个红发女人正娴熟弹奏着当情曲 而他就是VR游戏的第二个小关强 弹得真不错呀 李尔端坐空中阶梯情不自禁鼓起掌揽 血月硬衬之下 他的笑容很淡很淡 他本是千年千的天娇之鬼 如今却每天都要男人亲亲 甚至一天亲不到就浑身难受 嘟起个小嘴说怎么亲都不够 可就是这样如胶似漆的两人 却被卷入一个无法退出的VR游戏 一旦在游戏里死亡 那外面的肉身也会随之消亡 而就在刚刚 方宁和小胖听到远处传来钢琴之声 刚经历过一场人鬼大战的方宁自然小心 让小胖准备好战斗道具一起进去看看 随着方宁一脚踹开音乐教室大门 两个人瞬间实话一般愣在了当场 这是多么诡异的一幕 李尔竟然静静站在一旁听女鬼弹钢琴 媳妇你怎么在这里 还有你小心点 可谁料看到方宁两人前来 李钢琴家缓缓起身 随后竟然恭敬地对着三人做了一礼 亲爱的冒险家们 感谢你们听我弹奏了一首蒙德之歌 已经好久没有人愿意听我弹奏了 李尔小小的眼睛里透着大大的疑惑 为何会没有人听你弹呢 我个人感觉挺好听的 真是个可爱勇敢的孩子 看到本鬼竟然毫不害怕还听完了 那么恭喜你 恭喜你通过了我这一关试炼 李尔还没反应过来什么通过不通过的 我还想再听一首 下次吧旅行者 有缘的话我再给你弹奏李月之歌 随着万千玻璃消散 钢琴鬼的记忆逐渐浮现 这一刻起李尔仿佛闯进了钢琴鬼的过去 门口一对父子挂着职业假笑缓不走来 王老师的钢琴真是弹得出神入化 我家孩子乐乐可以拜托你教学吗 他两个月后有一个钢琴比赛 价格方面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王老师本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课外辅导 谁知这才是他噩梦的开始 起初两人还像是正常的老师和学生一般交流 可很快乐乐就露出了獠牙 抓起了王老师的小手一顿表白 王老师本以为是孩子的一时戏言没当回事 哪知这个不讲武德的琴兽 竟然直接亲了王老师脸颊 亲完还擦擦嘴说王老师你不干净了 要不做我的女朋友吧 王老师则是一把将他推开 咱们只是普通诗生关系你不要误会了 可不要脸的琴兽乐乐却声称长大后要娶他 王老师直接选择了无事 也当即就量明了态度 学琴可以但是不会和你谈恋爱的 恼羞成怒的乐乐的心里就此埋下了复仇之主 周末时分他独自一人躲在音乐室里 随后将刀片嵌入在钢琴的上年 随着机关砸下 王老师的手顿时鲜血淋漓 也正是那一天王老师的手被废了 医生给的诊断结果很简单 这辈子和钢琴无缘了 这样的结论让女钢琴老师心如刀割 他不清楚是谁做了这么悼念的事情 而且为何偏偏是自己遇到 正在他访黄无奈到绝望之际 始作俑者的乐乐出现在他的面前 以救世主的姿态向他伸出手 王老师本以为乐乐去参加比赛了 可乐乐原来是放弃比赛来找老师的 毕竟这也是他计划中的一环 你别担心王老师 以后一切由我 我早就说过了我会娶你的 正处低谷期的王老师 倒进了乐乐的怀中 你会保护我的吧乐乐 乐乐笑着回了一句 是要我亲爱的王老师 当着老婆面看JK小姐姐 可老婆不但不生气 反而还为小姐姐怜香感到高兴 只因真语的游戏世界 还需要一个引导者 从而保护玩家的安全 原来就在半小时前 方宁一伙三人 还在游戏世界奋力通关 明明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他们已经消灭了三只怪物 可令人奇怪的是 这游戏根本没有结束 反而眼前的怪物还越举越多 没完没了似的 明眼人一瞧就知道 这一定是游戏系统出了办 小胖脸色铁青着问方宁 老哥我们道具全用完了 现在怎么办 正此时一只牛头怪 更是突然发难 举起大手就要朝着方宁拍去 可即使如此 他也被冲击波震开树米之鱼 而且好巧不巧的是 他的背后便是天台台阶 一个不好的预感 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 可喵弟这豆腐渣工程 天台没有护栏的吗 下一刻方宁便摔下天台 好兄弟小胖想着要死一起死 当即就跳下天台 打算舍命陪兄弟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我再一次被女鬼老婆救 方宁被女鬼老婆稳稳接住 至于小胖那边就没有那么幸运 他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下坠去 可也正是此时 一道奇妙的光亮自平地升起 整个游戏世界在这一刹那分崩离析 小胖还以为自己死了 这里是死后的世界 可方宁却不由吐槽刚才摔死 只有你 我可是被老婆救了他 忽然方宁的背后一个漩涡旋转的手 刚看到漩涡中的人时 三人同时意警 好家伙这不是真语吗 随后通关提示出现 三人不但获得了S家的评分 方宁更是获得校园屠夫的称号 可方宁又不打算二刷 这称号说实在也没什么用 小胖第一个反应过来 方宁先生我们无法推出游戏 恐怕就是他真语搞的鬼 可方宁清楚真语的违缘 让他先解释一下再说 原来真语也不清楚系统 为何会忽然故障 脑电波的影响 甚至都对你们现实造成伤害 但是在你们通关的一瞬间 一切就恢复正常 所以方宁先生你们太棒了 这样子都能通关 作为对你们的奖励 我也临时决定 对你们的通关结算加码 真语摆出夸张的姿势 恭喜三位玩家通关 并获得神秘礼包 首先是大嫂 你获得的是方宁贴身小人偶 其次是胖胖 你获得的是带有灵力的运作 以后可以在现实里 应付三阶以下魂灵 至于方宁大哥 你获得的是 海员小学人体灵域开发报告 这是我在海员小学 扫描实景的时候得到的 也许能为你以后增强实力 还有胖胖你别小看这灵力辅助 可以储存14张辅 每张可以用两分半 小胖一把抱住真语的大哥 刚才误会你了我的好哥哥 然后大嫂你手里的玩偶 可以变成钥匙口 大嫂你可以躲进人偶中 隐藏魂力不容易被发现 女鬼老婆笑页如花 这礼物不错 看在这礼物的份上 真语我以后就不吃你了 方宁得到的礼物 需要再次通过 V2社会确认信息 可女鬼老婆都快吃完小蛋糕了 方宁这边还没出来的意思 忽然之间方宁扯下头盔 真语连忙凑上前来询问 怎么样大哥有没有什么收获 明明是绝美的女鬼 如今却安逸的躺在人类的床上 只因男人是他爱了千年的老公 时间回到白天 真语着急询问方宁这报告有没有价值 原来这个全称是冤上研究记录 领域展开的报告 如果学会的话 他的实力将会提升很大一个台积 当然这个研究也没那么快 比起这个是真语我有问题要问的 第一这游戏的攻击 会给我们现实造成伤害 如何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 真语连忙说自己会好好修复吗 并且制作一个一键退出的按钮 防止再次出事 方宁点了点头问出第二个问题 在可玩性的角度有没有什么考量 小胖也忍不住土豪 咱们不就是从天台跳下来的吗 难不成这也能算是通关 原来这只是其中一个结局 而且设计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嫂获得恐惧之力 而且可玩性上不用担心 游戏里的每个道具鬼怪甚至任务都是随机的 方宁点了点头好好好我信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引导者 就比如说可以设置一个像你这样的魂体 真语有些犯男毕竟他要负责整个游戏的运行 方宁贴心的给出了一个建议 他可以帮真语提供一个小助手 也就是书子里的魂灵莲香 出来吧莲香 刚才我们之间的对话你应该都听到了 下一刻书子忽然冒出一片红光 而这红光很快幻化出一个人形的谜 方宁哥哥好久不见你 莲香都快想死你了 方宁意识到背后有磅礴的杀气 他咳嗽了一声示意莲香注意 对了那个什么的真语啊 能不能给莲香一些权限 让他能做到保护玩家的安全 真语兴奋点头当然可以 我在数据库里曾经读过莲香的资料 很高兴认识你 方宁看着屏幕内侧的莲香宽慰了解决 你现在魂力太弱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恢复一些恐惧之力 莲香满口答应 随后又一副不嫌是大的样 哥哥我一直和你这么说话 姐姐他不会生气吧 方宁赶忙回过身去和真语说 可以给莲香关机了 反正要交代的事情都交代 真语好好干 他们能吸收多少恐惧之力就看 真语拍了拍胸壶给出了保证 放心吧大哥 对于游戏这一块他是有自信的 当晚月黑风高 男人凝视着熟睡的女鬼老 当他真想小小亲上老婆一盘之时 他却整个人实话一般僵住 他抓着自己胸口衣服 只觉得他的心跳越来越快 那是一种心计的感觉 忽然之间远处一个火光越来越深 方宁所在的房屋 巨大的冲击力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弹飞 下一刻映入眼 赫然是渊祖之的二人组 方宁神情错愕地看着两个人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可渊龙的神态宛如端坐九天之上的神明 以浮览众生的姿态降临人间 随后已经一团熟熟燃烧到火球亮 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也是惊醒熟睡中的老 这一轰轰一声巨响 方宁抱着老婆从火海中脱出 他缓缓没过头去 看对方这臭屁模样 看着攻击力度没错 渊上又来找他们夫妻俩麻烦了 本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如今却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 不但爱潮被炸毁 老婆全身更被带上了无形的枷锁 无法动弹 只因坚忍想带走男人心爱的老婆 做人体研究 原来就在刚刚 方宁遇上了有史以来的最强敌人渊龙 他端坐双天宛如天神 而他的搭档实力也同样不容小觑 竟直接将强体去炸出大力 邻居们一个个都被吓傻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蓝发妹子以为仅凭刚才那一击 没准就已经把方宁两人杀了 可渊龙还能探查到方宁二人气息 这就意味着二人还好好活着 蓝发妹子心生一计 既然如此不如我来攻击平民 他们若想救助平民必然会现身 果不其然随着蓝发妹封出一计好火去 一个母子眼看着就要葬身火球之下 正当母子已经任命之时 女鬼老婆还是忍不住出手就想打 毕竟是自己给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火 你们俩听着这里太危险了 还是赶紧跑路别留着 少妇捡了一条命很开心 随即抱起儿子赶紧跑路 至此方宁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得转移阵 不然这幢楼几百号人全都得黑了 随着方宁飞出窗外 女鬼老婆骑在男人肩膀上 他们现在要赶去的正是海员小学 楼下的吃瓜群众还以为他们大晚上拍电影 正打算找居委会投诉 蓝发妹子见状气不打一处来 投诉你妹啊信不信我把他们全杀了 可她话因为落脑袋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一击 老实点抓人别干多余的事 蓝发妹子气鼓鼓地垂下头 宝宝不开心了哄不好了 你居然为了这些普通人打我 谁知冤龙铁直男一个 并不顾蓝发妹子的心情 要她赶紧跟上别跟丢了 众人这下是亲眼目睹两人飞走 由不得他们不信 现如今他们也总算是反应过来 刚才的爆炸声不是假的 所以赶紧救火呀 而另外一边海员小学大门口 方宁两人气喘吁吁被追上 蓝发妹子自然不会放过任何吐槽的机会 行不行啊戏狗这就跑不动了 可她还帅不过三秒 她的小脑袋瓜又被冤龙轻轻一翘 我跟你说冤龙我不是好欺负的 信不信我咬死你 方宁如临大敌 你们看起来好强 为何你们冤上的又来找我 随着冤龙俯冲下你 听好了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让你老婆跟我走 要么你们一起死 毕竟你们已经惹怒了我 方宁正奇怪咱们明明是第一次见你 怎么就结下两则 而蓝发妹那边则已经开始回忆 她皱紧眉头你们俩不知道 本冤居大人为了找你们多辛苦 差点被你们耍到累死半年 不过既然找到你们了那就没事了 十二位最强战力的冤龙大哥会出手 而只要他出手 那就好比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女鬼老婆气不过直接发动影子攻击 可冤居本来就以速度见证 对于老婆的偷袭他根本没放心上 紧接着他便展开反击 随着他喊出火星之鸣 无数火焰犹如满天星雨一般飞射而出 方宁直呼你们没有武 对第一次见面的我们痛下杀手 冤居淡淡笑着一步步走来 不愧是稀有的时间系混击 对付起来稍微有一点麻烦 方宁通过石亭可以躲避大部分攻击 但是抱着梨儿的话确实有点行动 当即便让他躲进自己身体 可当方宁以为冤居要继续放火星时 他却反手放出一招水星 水星给我开 明明是实力超群的高级魂灵 如今却被束缚到无法动态 只因他面对的是组织最强魂灵冤龙 原来就在刚才冤龙手下发动水星技能 一个超大型的水龙卷竟然平地升起 刺散的冰锥宛如子弹一般击射出来 冤居大笑不止让方宁乖乖投降 当冰锥击中方宁的同时 对应的部位顿时结冰僵化 火光夹杂着冰光 这便是冤居冰火两重天的实力 冤居感慨小子你还是太弱了 可忽然之间他整个人神色异己 原来方宁不知何时竟然绕到了他的背后 蓄力一击直接轰穿冤居身形 然而男人也不想 刚才击中的明明只是一个冰块蓄影罢了 此时此刻他的肩膀上搭上了一只手臂 抓到了 水星零度冰封发动 下一刻男人浑身被冰块覆盖 他的时间加速便也无法使用 火星烈燕热 话音落下冤居将一把火焰之剑高高举起 随即他便猛地朝着方宁的身子劈砍下去 只此千军一发之际 蓮儿出手硬接住火焰之剑 他目中狠立之色异闪过 所有伤害相公的人全都给我死 冤居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吐血三斤 直呼不讲武乐 可蓮儿打算用尽全力乘胜追击 彻底让冤居失去行动能力 关键时刻 冤龙挡在了受伤的冤居面前 只见他微微抬手 一个红色晶体出现在蓮儿的头上 蓮儿察觉不妙猛然回过头去 会想自己竟然被无数红色晶体靠住 冤龙收工后便吩咐冤居打扫下战场 等会要去见博士了 方宁心中绝望完了完了 这下老婆要被带走了 忽然之间一阵枪响 冤龙的头上被灵气弹击中 四散的尘埃笼罩着冤龙的周身 在场的众人几乎是同时一惊 可冤龙不但毫发无损 甚至还用两根手指夹住子弹 向着高出看去 映入眼帘之人赫然是张警官 又我还以为是谁 原来是受魂人的大将张天道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可我没记错的话 你已经不是受魂人了 张警官缓缓落在地上 你说的没错 我早就不是什么受魂人了 我来这里就是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你们冤组织的所有人血战血潮 本是美艳绝伦的女鬼公主 如今却成为组织的接下去 只因他遇上了组织最强魂灵渊龙 就在刚刚张警官赶到现场 原来是方宁之前发消息告诉了张警官 而张警官因为亲弟弟的死去 和冤上的人有着不共戴天的血肠 于是他当着强敌面喝了一瓶82年的二锅头 方宁心想卧槽你小的有点狂啊 敢当着强敌的面喝酒 可原来这看似普通的二锅头可以解除冰封 玄机张警官朝着前方狂奔而去 并且要方宁之后好好解释一下 为何会和特殊魂灵在一起 可张警官想和冤居拼命 冤居却只想和他玩两分半 只因他向来自傲 认为在自己的冰火两重天之下 无人可以挡其锋芒 可张警官却并不以为然 毕竟在他看来 这是冤居二十多年前就用过的招数 冤居大笑不止你是忘了自己脸上伤疤死来的吗 当年要不是有你弟弟你早就死在任小姐身上 你来我 纵使张警官双枪攻击力飞快 可冤居平地力气了冰霜之臂 还是轻松将张警官的攻击悉数接下 冤龙明明还没出手 踩打一个冤居张警官就已经满头大汗了 这可怎么办 把我掰成两半也没法对付组织最强的冤龙 同样绝望的还有黎尔 他泪眼婆娑地看着方宁只求他快快离去 可方宁怎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老婆被人带走 既然冤龙要装那就让他装到底 我先和张警官一起把冤居给解决了 冤居对于方宁的冲击并不感到丝毫慌张 当即放出水晶钉导弹 两股头派的力量相撞之下 你老婆被抓走做人体实验你否不走 张警官见方宁如此看待生死倒也不劝我 好小子既然你不怕死那就和我一起上 还有注意他水晶的射程是15米 方宁闻言一愣没想到张警官对他那么了解 殊不知张警官和他曾多次交手 打他就跟原神收菜一样很寻常 冤居满脸怒意地看着两人 你们嘀咕什么呢 是不是在背后说我坏话 下一刻他的怒意画作 博宇向着两人交了上来 方宁二人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赌博宇 冤龙忍不住吐槽冤居你给我注意点 你刚才差点都把我也列入攻击范围 本本不可一世的冤居见到冤龙 就像儿子见了爸爸一样老实 不好意思啊老大我错了 随即冤居再次望向两人 不管你们两人一起上还是怎么样 我的火星爆弹都会教你们做人 方宁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后 已然摸清对方习惯 我看出来的对方是个远程法师 所以张警官你听好了 我们一起冲上去和他肉搏吧 话音落下两人如同鬼魅一般急速前冲 两人几乎是同时闪开了冤居 志在必得的火龙卷 本是逍遥太后的人物夫妻 如今却成了四处逃窜的带带高窑 只因他们的对手是组织最强的冤龙 势必要将老婆带走做人体实验 原来就在刚大 方宁二人同时闪开了冤居 志在必得的火龙卷 这无论是方宁猛攻他的上方区 还是张警官猛攻他的下盘 冤居都能轻易将两人的攻击化为乌有 原因很简单 这是他二十年前的弱点 如今的他早就已经用精心强化过 方宁一阵无语 他现在远近都不好对吧 岂不是无解啊 可是冤居的说辞 并没能真正吓唬到张警官 我承认二十年来你是有变强 可变强的不只是你一人 谁知冤居根本不带一点怕的 大叔你老年痴呆了吧 风铃的能力我二十年前就见过 然而张警官似乎预判了冤居的预判 执意发动魂迹风铃 可当冤居使出火星的招式之时 忽然之间他的眼神一领 下一刻他的全身竟然被火焰顶着 玩火者中被火反射 他本想群立 可依旧是利有未待无法控制火势的蔓延 方宁瞬间猛了张大哥威武霸气 不过你刚才做了什么效果如此霸举 冤居重重倒地显然是受了很重的伤 原来张警官之前喝酒并不仅仅是为了解除冰冻 也是为了扑下酒阵 张警官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将酒撒到冤居身上 而当冤居再次使出强烈火系招数后 他自然就会亡虎自负 张警官清楚的不只是冤居的实力 更清楚他的性格 而他也正式利用了这一点 让冤居被自身力量反噬 该和你说结束了 随着一声枪响 刚刚还躺在地上的冤居忽然就消失不见 张警官反应过来 立马看向了身后冤龙的位置 我不其然冤龙单手抓着冤居神太冷漠 可问题来了冤龙是什么时候动身的 无论是方宁还是张警官 他们都没能探清冤龙的动物 主书的鸭子这种回事 张警官气不过对着冤龙大肆出击 可冤龙当场表演了一个子弹停止术 他的目光之中更是丝毫不惧 可这还不算结束 忽然之间一个魂环在他的指尖行程 随着他猛的击射而出 之间打来的子弹 竟然裹挟着黑色魂七元路法 张警官神情大为震撼 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未有太大 这么一来张警官浑身上下劈开肉绽 急速向着后方倒去 冤龙缓缓将冤居放在地上 也正是放下的沙奈之间 他的身形已然赶至了张警官面前 狠狠抽他一巴掌把他脸都抽歪了 方宁心中担忧不已 毕竟是他叫来张警官帮忙 可不想因此害了他的命 可是面对冤龙的强大 再多的技巧也是突然 张警官脚步一个亮枪向前倒去 冤龙神色一阵 因为张警官忽然在他的眼前消失 当他转过头去之时 他这才发现了端倪 原来是方宁出手就下了老婆和张警官 这一刹那两人的时间仿佛静止 整个世界都染上了一层灰色 方宁啊方宁 这就是你的灵域展开吗 无数的小子 甚至还求他现在救药了自己 就连半课都不想等 原来这个男人是他的青梅竹马 不学无数只是他的伪装 他有多厉害狸儿心中自然明白 更何况他小时候还救过狸儿的命 然而上面这一些都只是方宁昏迷时的回忆 原来就在刚刚 他和冤龙正进行着真男人1v1战斗 方宁也是第一次才发现 自己的灵域展开 竟然可以暂停他人的时间 他不禁脑洞大开 如果配合他的一梦千年的速度 他岂不是可以做个刺客 于是他手脱螺旋丸 一个顺步便来到冤龙面前 然而方宁是在逼得的一击 却被冤龙轻松闪身避过 原来方宁的时间系魂迹 在冤龙这边起不了任何效果之道 这倒不是因为冤龙实力强大到可以以力破强 而是因为他可能也是时间系魂迹拥有者 然而刚刚想通这一点的方宁 已然被冤龙戳出一个血窟窿 梨儿虽然心中有万般心疼 可当下他也只能远远看着无能为力 方宁的意识逐渐变得薄弱 结束了吗 梨儿 我好不甘心啊 明明拥有着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明明我还想和你创造更多 方宁的思绪不断下沉再下沉 耳边只能听到他人呼唤他醒来的声音 殊不知此时的方宁竟然浑穿到了千年之前 千年前的他还是个不学无数的将军之子 不明状况的侍女纳闷了 谁家相公成亲睡到日上三干的 当他猛得睁开眼睛之时 方宁当场就纳闷了 他发现自己控制不了这具身体 只能眼睁睁看着身体的主人做出行动 而风韵犹存的侍女则略显着急 少爷快去大厅老爷等你好久了 向来散漫惯了的少爷自然不慌不忙 明天就是您和江丽公主大婚之日了 老爷应该是为这件事担心吧 此时方宁望着镜中的自己只觉得离谱 这家伙竟然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难不成我就是千年前利二的相公不成 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细想 一个凶神恶煞的老头黑着脸出现在他面前 这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老爹吗 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把你宝贝儿子叫来了 哦对了这果子不错 老爹怒不可恶的看着男人 方宁你看你不学无数的样子 以后和江公主成婚以后怎可如此行为不端 然而方宁却是摆了白手没有当回事 放心了老爹我和离儿又不是相亲认识的 咱们之间有着深厚感情基础没事的 老爹见儿子长大后那是一句也不提 心中怒意更胜 臭小子你代表的可是我们家的脸面 明日无数达官贵人皇家宗亲前来官邻 你还这副吊了锒铛的样子可这么办 老爹你这就不懂了 皇室忌惮我们这一脉的实力 我不当众表现的不学无数怎能让皇上放心 老爹默许着点了点头 那你也不能太过分了 还有我有点担心那个冤上教会 方老将军你就省省心吧 不就是一群漂亮小闯们有宁在他们不敢造次 岂料古代方宁此时的大义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 那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呢 方老将军面色忽然一鸣 其实昨天晚上你爷爷的牌位忽然碎掉了 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很担心你明天的婚礼 可能会出什么变故 直到此刻方宁才神色肃默了许多 老爹你是认真的吗 你看我平时像是会开玩笑的人吗 总之我也会做好后手准备的 你就先好好准备婚礼的事情 既然如此那我就先退下了 还有老爹你放心 赶上我方家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老爷的脸上浮现出久语出情的笑容 好很好不愧是我方家的好人 当天夜里大红花轿拉过街头 方宁望着轿外若有所思 到现在还没出事的话应该就是安全了 明公子我们到了 方宁走下轿子心中的激动异于眼表 只因他马上就可以迎娶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双向奔赴的爱情令人羡慕 梨儿用力向他的小宁哥哥招着手 相公我在这边 宫女文言不由失色 相公这称呼哪是未成理的人能说的 江公主咱们要重视礼仪 却未料梨儿完全将礼仪抛之脑后 非扑向了心爱的相公 媳妇我要娶你过门了 两人紧紧相拥在了一块 相公我们不要那些礼仪了 大晚上的我等不及了 听到主子话的宫女已经妈了 小姐呀老奴说过很多次了 这种事要等宁公子娶你之后 却见媳妇嘟起了个小嘴 不管不管 你就当我太久没见到小宁哥哥忍不住了 然而正在此时 一道冲天的火光从两人背后升腾而起 曾是旁人艳羡的神仙眷侣 如今却成了相对无言的表面夫妻 只因大婚之夜 他们遭遇毒素时刻的袭击 方宁让媳妇乖乖等他回来娶她 梨儿本能地想要叫相公别走 可是方宁却已经化作流星一般离开 谁知这一走便是阴阳两隔 长达千年之久 方宁没错 因为他的老爹身在火海不得不救 梨儿也没错 他一切所想就是和相公长相思 所以要找出错的一方 那就只有冤上教会 此刻火急火燎感到现场的方宁震惊无比 快把我老爹放下 然而冤龙那是万物为出口的眼神 就是他的答案 而另外一边现实中的方宁终于从昏迷中醒来 我想起来了 话音落下之时 一团黑色魂器包裹住了方宁的左脸 而冤龙的眼神同样一致 好久不见原来是你 无数磅礴的黑色魂器逆着时针旋转着 冤龙我从地狱回来找你了 方宁的速度比起过往快了数倍不止 明显让冤龙都感到了压力 然而冤龙的实力千年来已有长进 飞起一脚直接把方宁踹飞 可是魔化的方宁很快就调整好了身形稳稳落地 然而这才只是开始 方宁的神情一阵周围的空气再度凝聚 张警官心头大惊 方宁的灵力波动竟然从四级暴涨到了六级 而媳妇的关注点则不在这里 她想起了之前在海原小学的时候 方宁就使用过一次魔化的人力 当时那一击还砍断了强敌的一根手指 只可惜后来的方宁就陷入了昏迷之中 只是媳妇内慧就明白相公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而此刻进监后的方宁急步冲向了冤龙 魔化之后的方宁比起之前强了数倍不止 然而组织所谓的最强不是瞎吹的 只见她伸出手来先是化解掉方宁的灵气波动 随后猛地抓住方宁的手 一记暴摔将方宁摔在地上 随后更是送上仙仙玉卒 狠狠一脚踩在方宁肚子上 几乎要将其踩点 方宁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她眼神里的光辉逐渐暗淡 冤龙一把提起方宁的头 就如同千年之前她提着方宁的父亲一样 她将方宁身体里一个诡异红球吸出 方宁仿佛被抽干了力气一般躺倒 而冤龙更是杀人诛心一般吐槽了一举 你还不成气候 此情此景落在张警官眼中大为惊诧 这冤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大王 竟然能轻松压制六级 看来是到如今只好使出克林闪 拖到援军到来了 却见冤龙看了一眼地上躺的笔直的冤居 快起来的冤居别在那装死了 此言一出张警官和黎儿顿时慌了神 这冤居是小强的竟然还活着 却见冤居拍了拍身上的土 像个没事人一样从地上做起 有啥好催的我喜欢的大大针与漫画又没更新 我早回研究所也看不了新的漫画 我可是正版支持者 冤龙冷哼一声少看漫画多点小行星 总之我有事先走了 这边就交定你来收尾了 哎这么突然 冤居整个人压麻呆住 我本来只是想过来摸个鱼的 博士那边有新的任务给我 怎么了你有意见我给你和博士反馈一下 不不不完全没有意见 下一刻冤龙的身形便消失在了一片黑暗之中 少女面色潮红的踩着少年的头 心想现在我可以玩点花的了 反正组织的人也不会知道 然而正此时一把带着魂力的梳子飞来 正巧砸中了冤居的小脑袋瓜 又是谁来坏我的好事了 赶紧给我站出来 明明是人畜无害的女鬼公主 如今却被恶人用枷锁困住无法动态 即使她要男人用力再用力 也无法打开困住她的囚笼 原来就在刚刚 恶女冤居一族踏在方林头上正打算玩点花的 却不巧被一个木书砸中脑袋 她转过头去却见一个龙卷呼啸而来 出手之人竟然是小胖 以及本体是键盘的真语 然而这两人的出现并未帅过三秒 冤居整个人压麻呆住 你们两个是来搞笑的吗 这么弱的灵力也敢在我面前出现 真语使出虚数斩直击冤居 却被冤居以一块冰帘互臂轻松互助 而她也是很快反应了过来 好家伙这个灵气的气息 就是你构建了和现实场景一样的姐姐耍我的 害我和冤龙哥丢脸是吧 疏忽之间一团火球在真语两人身边爆炸而开 可是这样的战斗根本让她提不起兴趣 区区四级魂灵的真语给她提鞋都不配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背后 一把木书的灵气逐渐旺盛 就在她准备出手结果掉小胖之时 木书里忽然蹦出一个人影 赫然便是怜香小妹妹 只见她拿出VR阶线头直插冤居后脑 原来之前真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阳宫 真正的目的就是让她进到游戏世界里 冤居这回也发现了异样 自己的技能竟然什么也放不出来 紧接着在她眼前出现的是一行红字 欢迎来到海源小学 她再次睁眼之时 却发现自己身处游戏世界的海源小学 贴心善良的真语自然把最多最好的怪物安排给她 就连之前没有出过手的钢琴软妹 此刻也出来一起围剿她 面对群怪的围剿 冤居暗暗下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开启灭心的力量 只是这一招同样伴随着很大的副作用 那就是这招数是消耗性质的 需要她重新狩猎对应属性的异能者 只见她抬起头来 浑身雷电气息环绕领酿着大招 毫不绝情的莲香一把抱住芳妮 好棒啊 我们的计策成功了芳妮哥哥 莲香是你啊 原来这里是死后的世界了 芳妮的意识有些恍惚 她以为自己刚才都被打死了 不过当她反应过来 好家伙身边都是老熟人 好兄弟小胖满脸是灰的抬起头 芳妮兄弟为了你我差点成了烤猪了 是啊还好我们控制住了冤居 芳妮一愣这么狠 你们居然能控住冤居 话说真语你大概能控制她多久 这一摸了摸脑袋这个有点难说 冤居能有个半小时吧 但是在这期间不能攻击她 不然会影响她周围的魂力鞭码 一听魂力鞭码方明心头一惊 对了梨儿身上的富灵牢是灵力鞭码吗 可以用你的方法解开步 这大概需要五分钟的时间进行解析 然后我再想想办法能不能解开 可冤居的一声娇和却断绝了所有的念想 灭心之火 冲天的火光以她为中心四散过来 所有人都被这一顿操作给惊呆了 什么情况这游戏世界才困了她多久 伴随而来的巨大的气浪更是将她们全部吹飞 要知道这才刚刚困了她一分钟啊 而且方明能明显感觉到 现在的冤居比起之前更强了 很好很好 你们竟然能把我逼到开启灭心的地步 不过作为代价你们全都得死 亲上了 男人终于和女鬼老婆亲上了 只因他们意念合一 即使面对强敌冤居也毫不退缩 原来就在刚刚 恶女冤居放出豪言要所有人陪葬 方明本想拖到支援到来 可她的灵力已经消耗殆尽 关键时刻莲香小妹妹挺身而出 决定以一己之力拖住时间 毕竟她的这条命都是方明二人给的 于是她放出魂迹多重与分身 数个莲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灵之势冲向冤居 可冤居却处立空中一动不动 仿佛无事发生 只见她轻易用魂火烧灭其他分身 随后一把扼住了莲香紧搏 菜就多练 你这招和冤蛇的分身术比起来还差得远呢 而且说到底你这种自爆魂力一般的战斗方式 又能坚持几何呢 而另外一边 方明正和真语一起解开莲儿身上的枷锁 可尽管真语累到趴下 也仅仅是给莲儿的枷锁撬开一个缺口 而她自己更是灵力不稳激进消失 整个人都回到了键盘中休息 莲儿求老公用力打开缺口试试 方明也知道现在唯一的胜算就是莲儿 她不惜拼的双手血丝密布也要继续下去 可这博士制作的枷锁也太过牢固 并不是靠着信念和蛮力就可以解开的 正面战场上冤居正肆意玩爽着 可怜的莲香小妹妹重重追递 几乎被打到生活不能自理 冤居身处高位冷谋看着莲香 你一个维持自身存在都困难的魂领 有必要去为别人拼到这个地步吗 勇敢胖胖想要给莲香来的英雄救美 却是一击就直接被冤居秒了 可真正的杀招是在后面 张警官绕到了冤居背后发动困难时 蓝色的多动光辉一击事故 情况骤然有了变化 冤居终究是大意了 从前的大战里张警官明明还不会这一招的 这一招看来是张警官后来学会的 给他好好上了一课将他困住 可惜张警官自身灵力已经接近耗尽 已经脱不了冤居多久了 张警官让两人先走不要回头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而他自己则必须留下来保持灵力输出 维持困灵闪的效果 可芳宁冷静判断后还是决定留下 毕竟冤居拥有远程追踪的能力 即使现在逃跑也会很快被追上 我体内的那个人啊 你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就算要我把灵魂献祭一部分给你 你也要帮我现在把这个枷锁打开 此言一出方宁的力量暴涨了数倍不止 竟然真的一口气打开了博士的枷锁 众人见状喜出望外 这意味着他们之中的最强战力得以解放 可唯独冤居的脸上写满不屑 他抑制不住一般放声大笑 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你们一个都逃不掉了 果不其然一变突生 原本崩裂的魂力方块再度凝聚 即使男人拼尽全力去打破壁垒 也根本冲不破这凡人的魂力壁垒 反而还被距离反噬跌倒在地 老公我来帮你 在狸儿的御守帮助之下 方宁终于恢复了伤势 就连他几乎平级的魂力也得到了补充 可才恢复的方宁不敢有丝毫松懈 他想要尽快出去战斗 不然那些一起战斗的小伙伴可都要遭殃了 然而正此时 媳妇紧紧握住男人的手 似乎在心中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受父灵劳影响 自身暂时无法战斗 短时间里就只有一种方法 于是就在方宁一脸疑惑之际 媳妇你怎么了 媳妇双手环抱住老公的身体 他居然真的亲了上去 与此同时一股温暖的密魔之力 在两人的体内逐渐涌动 他们食指交叉双手合一 宛如千年相守的情侣 男人的灵气也终于得到了完全意义上的补充 而另外一边张警官的灵力耗尽之后 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无力垂下了手 毕竟他的手部已经逐渐消散 真男人的他已经占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终究还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补充而下的冤居才不顾男人的浪漫 憋了一口气的他恨不得把男人当场击毙 俊儿我来了让你久等了 原谅我这个不忠用的哥哥 去死吧大叔 冤居的火焰冲击几乎已经近在眼前 你的仇我应该是没法听 正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大手从精力中破壁而出 竟然恰好挡住了冤居势在必得的一击 醒了觉醒了 得到老婆魂力补充的男人觉醒了 他竟然直接觉醒了白发圣人形态 令恶女冤居当场傻了眼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的手臂便被白发芳宁扭断成了两截 他历史痛苦哀嚎不断 剧烈的疼痛让他难以平复 可白发芳宁的下一击已经接踵而至 冤居当场就被奏飞一丈之远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硝烟四散 张警官整个人压麻呆住 这还是他那个小伙伴方宁吗 方宁你开挂了吧 这还是你吗 确见方宁冷笑一声 我方宁没有开挂 张警官你辛苦了 接下去的战斗就交给我们了 冤居天天不信邪继续冲上前来 在他看来方宁只是虚张声势 明明刚才他和冤龙战斗的时候 已经快没气了 起料方宁一个顺步来到他的面前 沙包大的拳头再次袭来 无数冲击宛如雨点一般落在了冤居身上 这还没完 白发方宁急步冲至一记重拳出击 冤居被鸡飞重重摔到地上 冤居沉着脸喘着气 终于打算动用水火双星的能力 这么一来他的能力就增幅了两倍不止 受死吧方宁 只见天空之中一个巨大的冰锥从天而降 直落方宁头顶而去 可白发方宁随意伸出手来分成一个绿色护照 将冰锥悉数挡在了护照之外 这时候的冤居终于看出了门道 好家伙方你用的是那只特殊魂灵的力量 是又如何喷火啊 给你也尝尝束缚的感觉 只见树根锁链从虚空之中奉射而出 冤居被锁链困住行动受阻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一件事 为什么那只特殊魂灵会和方宁缔结契约 甚至还把力量毫无保留地给了你 不过都没关系 没想到我竟然被你们逼到了这种地步 灭星之金木 无穷无尽的灵力气浪不断汇聚成员 如今的他已经动用了五行中四行的力量 一把咖喱棒巨剑物字浮现在了冤居头上 五行猎天掌踢砍之下 就连天地都为之动容 可白发芳宁却单手抓住巨剑 表情轻松无比 还没意识到我们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没冤居 绿色的锁链顺着巨剑向上攀附而去 冤居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放的大招还导致自己被控了 白发芳宁重重一甩将他砸在地上 可恶啊本小姐真的生气了呀 动用完全的五行力量会大大折瘦的 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 灭星之土 下一刻无数石块凝聚空中 他交贺一声淋浴展开 灭星五星合一的力量终于在此刻一起释放 臭小子你给我等着 五星合一的灭绝之力可以瞬间把你化为灰烬 上次使出这一招之后我在床上躺了一年 作为代驾你的能力我就笑纳了 想要我的能力们来呀试试 五星汇聚之下我的力量已经增强了五倍不止 试问你又如何能做我的对手 两人拳拳相对 巨大的冲击力震得周围硝烟四散 怎么会这样 冤居的拳头一惊相碰当场就被震出血花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自己的灭绝之力怎么失效了 明明之前都无往不利的 殊不知如今的白发方宁体内 有着鬼娘媳妇的全部灵气 就让一切都结束吧 方宁凝聚全身之力使出认真一拳 冤居被巨力所震倒飞出去树杖之远 他重重倒在地上全身没一块不伤 可他很快爬起来徒苦哀求 对不起我错了你是好人 求求你放过我 可白发方宁又不是圣女 更不会对恶人怜香惜玉 他将凝聚出的能量之球重重拍下 想要将冤居的生命气息完全斩断 可他一击落下之后却发现手感不对 映入眼帘的哪里是什么冤居 而是一只青蛇 白发方宁终于注意到了高台之上 站着一个新面孔的预警 小马君没想到吧 到头来你还是需要冤居姐姐来救你 击了危机了 白发方宁的灵力耗尽了 无敌的圣人模式一经解除 两人便重重的摔落在地 原来就在刚刚 冤居正巧赶到救下冤居 若是没有他冤居出现 冤居今天必死无疑 所以作为救下你冤居的酬劳 从此你冤居须得听我号令 冤居本想拒绝 毕竟他知道冤居的厉害 可如今的他伤势过重 只能是无力瘫倒在冤居怀里昏睡了过去 其实他想做的是很简单 就是把冤龙拉下神坛 再笼络别人成为上三险 只见他缓缓走向了方宁 他即使是面对圣人模式的方宁 也毫无害怕之意 倒不如说他反而更兴奋 也许方宁可以满足他的战斗渴望 于是他上来很快就成情了 自己对带走江里没有兴趣 他只想把冤居安全带走人 可方宁又非圣母身之留下冤居的命 后患无穷 既然谈不拢耐打就完事 可冤蛇却反过头来劝方宁别激动 先看清自己捆住的是什么再说 下一刻却见方宁捆住的是一大堆轻舌 至于冤蛇本人早已不知所踪 方宁心头大害这替身术 到底是什么时候用的 这个女人又去哪了 谁知这个很烧的女人就在方宁耳边低语 怎么了想姐姐了吗 那么想姐姐的话 姐姐倒也不是不能 冤蛇话未说完 方宁便向着后方猛地轰去一圈 可不出所料的是 这一击依然落了空 方宁不由疑惑了 这冤居一个大活人被藏在哪里 可眼下当务之急 还是直接奏飞冤蛇再问冤居下落不迟 谁知这一击下去可好 原本的一个大姐姐分成了三个大姐姐 冤蛇倾笑原来弟弟喜欢人多点 可是人多点的话 弟弟你招架得住吗 冤蛇红韵飞满脸颊 来呀打我更用力一些 你应该不只有那么一点程度吧小弟 可无论方宁如何攻击 所有的劲道童童宛如泥牛入海一般消失 小弟弟你这样是伤不到姐姐了 要不姐姐陪你晚点别的开心 姐姐保证会让你开心的 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 让寄宿在方宁身体的媳妇彻底抱我 可这么一来就正中了冤蛇的下缓 眼见冤蛇使出多重影分身 方宁赶忙询问媳妇哪个是真身 可媳妇的回话却让方宁震惊当场 每个居然都是本体 小弟弟怎么不动啊 姐姐还没有尽性啊 方宁可信不管三七二十 管他分身是真是假全部打倒就完事了 正当他气喘吁吁干掉最后一个冤蛇分身后 却见真正的冤蛇在他的身后出生 真不愧是能和特殊魂灵契约的男人 竟然把我的所有分身都解决了 可是只是这样还不够啊 方宁怒意积攒到了顶点 手搓螺旋丸准备一击撂倒冤蛇 可正此时他的动作僵在了半毛 紧着的就是心脏一阵猛烈颤抖 怎么突然动不了啊 方宁痛苦落地口中吵出粗气 灵力终于耗尽了我们小弟 也不枉我刚才那么精明 果不其然下一刻 白发方宁的的圣人模式当场解剖 两人重重地衰落在地受了不写的伤 鸣蛇口中喃喃念出魂记蛇腹几个字 下一刻便将狸儿抓住了半口 不好意思哈两位我捡漏了 要是单打独斗的话 我确实不是你们对手 话说回来要是我超额完成了 没事 丢了得救了 受魂人组织的红姬终于出场 可千年猝鬼狸儿却不高兴了 谁允许你摸我家项目了 项目是我一个人的 原来就在刚刚 红姬和大叔抵达战场中心 原来他们就是受魂人组织的余小队 鸣蛇见识不妙本想跑路 可却被大叔从背后锁住了退路 一个被摔之下 鸣蛇当场就要喘不过气来 于是他当即故技重施化作蛇形逃离 可他的逃命计消耗不少灵气 无法连续使用 既然逃不掉 那就不如拼死一搏 只见下一刻他放出魂技龙马 呼嚇而去的舌头 直追两人所占位置而去 可这种程度的魂技 对于六级受魂人红姬来说 那就是小菜一碟 然而这不过是狡猾的鸣蛇的障眼法 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趁机带人逃跑 眼看着鸣蛇嚣张的就要离去 就连强如红姬也一时无法跟上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用月盘逃离 你叫方宁是吧 你给我等个有趣的家伙 可鸣蛇还没有帅过三秒 他的瞳孔就一阵收缩 谁能想到方宁竟然用出一梦千年风停时间 趁此机会抓住鸣蛇的手不让他离开 强烈的月盘暴走开始 狂流向着在场的每个人唏嘴 就连红姬也被逼得倒飞出去十米不止 太不可思议了这小子竟然敢阻拦月盘传送 他难道不知道这会出人命的吗 果不其然方宁在地上连打十几个滚 用尽了全身力气这才勉强停下 可恶啊 方宁一把抓住鸣蛇的手臂摇了摇头 没事的鸣儿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说起来你们都是张警官叫来的吗 没错我叫红姬那边的大叔叫月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张警官口中非常有潜力的新人吧 没想到你长得还挺帅的 媳妇张牙舞爪的看着红姬 仿佛自己戴上了环保色的帽子 放心啊放心我没有要抢你男友的意思 看着两人如此和睦交流 方宁心中疑惑 明明受魂人应该对魂灵特别仇视才对 而红姬也似乎是看出了方宁心中所想 觉得我对魂灵态度奇怪是吗 原来这些年来魂灵和人类签订契约的情况也不少 所以受魂人组织对魂灵的态度越来越放开了 正此时月盈背着张警官缓缓走来 原来张警官的伤势过重急需治疗 所以月盈打算带人先走一步 这一次渊组织都对你们派出了冤居渊蛇这样的怪物 下次他们的准备肯定会更加充分 所以 所以加入我们受魂人组织 寻求受主的庇护 方宁考虑到受魂人对媳妇的态度还有犹豫 可梨儿却一把手接过了受魂人的卡片 方宁神情一阵没想到媳妇如此果断 原来梨儿全是在为自己考虑 比起她的安危 她更担心相公会不会受伤 跑边外人员 方宁五天后组织会派人对你进行测试 如果你通过的话 红姬一踩风火轮脚底跟抹了油一般 那么受魂人组织将欢迎你的加入 男人带女鬼去酒店 可她刚坐下就感觉一样 就连女鬼老婆也觉得有眼睛冰着她 只因这家小酒店被装了摄像头 而酒店的老板是个卖影片为生的老六 时间回到红姬邀请方宁加入受魂人组织之时 方宁高举受魂令牌直呼我还没考虑清楚 大叔让方宁再想想 如果还是不愿意加入就把令牌还给考官 情深意重的方宁想起了受伤的小胖 希望他们也能救救自己兄弟 其料小胖这回正躺在地上装死 而且伤势应该还比较轻 方宁顿时无语了我把你当兄弟 你给我装死老半天 小胖老脸一红主要是她的符纸都用完了 就算战斗也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保命要紧 月黑风高之夜 方宁带着女鬼老婆在街上游荡无家可归 毕竟家都被炸上太天了 街边情侣酒店前台热情洋溢的上来打招呼 原来酒店正在搞活动只要99一晚 而且还提供护士教师各种角色扮演换装 效果包宁满意 方宁妈了其实她只是想找个地方睡一觉而已 前台双手递出房卡嘴上不饶人 那我也没说错可不就是来睡觉的吗 望着两人转身离去的背影 前台黑黑冷笑这俩狼才女帽的应该能值大价钱 于是她驾轻就熟的打开监控画面 原来她早就已经是个惯犯 就等着这对年轻男女犯错 成全她的财运了 回到酒店方宁累趴了当场倒下 可是刚刚两秒半后她就感觉到了异样 总觉得外面有什么家伙正盯着自己 梨儿也是无奈吐槽 自己一点也不喜欢被人盯着的感觉 方宁左右四顾想要寻找摄像头的位置 而另外一边肥婆正做着自己的发财梦 那个白毛丫头长得好俊啊 估计是那个什么的玩cosplay的 可很快监控的画面发出滋滋的声响 图像也开始变得不清晰 肥婆录了这关键的时刻怎么就信号不好了 赶紧出现画面啊 可画面是出现了不错 却是自己在屏幕中的画面 原来不知何时 梨儿的虚影已经悄然来到了她的背后 不得不说肥婆的第六感也很强 她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却见背后空无一人什么也没有 这可把她吓得够呛 还好她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她安慰自己一定是自己屏幕看多了眼花了 等会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然而下一刻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监控屏幕里又出现了老板自己的画面 关键她知道自己的房间从来没有安过摄像头 她彻底绷不住了大半夜的这是要干什么 她吓得屁滚尿流的逃开 在逃开之前更是一拳烘碎了监控屏幕 而另外一边方宁摇头颇感无奈 果然酒店便宜肯定是有便宜的道理 这不差点就栽了 话说回来梨儿这是她的恐惧之力吗 我们这么惩罚她的话会不会下手重了点 媳妇吸溜一声舔了舔嘴 放心吧相公她就是被我吓晕过去了而已 大不了也就是头疼个几天 我就知道我家梨儿是个有分寸的人 仔细想想这恶人做那么坏事理应如此 女鬼去过酒店的都知道 他们不喜欢被人盯着 喜欢和男人双排 一旦有看电视的机会就欢欣雀跃 只因这是一只千年女鬼 而千年前根本就没有电视机 但是谁要是偷看她和男人双排的画面 女鬼就会出现在那个人的背后将她吓晕 但梨儿也就是点到为止 并不是打算取人性命 现如今方宁泡澡休息 而梨儿则是在房间看电视 忽然之间方宁的神情一致 只因浴室外面传来的奇怪的羞耻声音 她老脸一红直接推开房门 梨儿你在干什么 可是下一刻她整个人如同石化一般将在原地 原来梨儿学着电视里的某些片段 竟然是穿起了兔女郎装 好家伙学得那么快 方宁急着想去关掉遥控器 可是梨儿的闪避似乎是点满的 滑得跟尼秋似的怎么样都抓不着 梨儿你听我说 你还小这个电视不适合你看 谁说的我算起来都一千多岁了我还小呢 两个人在房间中你追我赶着 好不容易方宁才抓住机会 将遥控器从梨儿手中拍飞 怎么了相公不就是要遥控器吗 我又不是不给 你亲我三下的话我就给你 方宁一边回应好好好 一边大呼等一下我去拉个窗帘 一日一早天微微亮 方宁的手机响起 他赶忙将手机拿起 生怕将熟睡中的女鬼老婆吵起 什么要我赔偿一百万 还有邻居的各种损失也要我来赔 好吧我知道了 方宁无奈叹了一口气 这下子还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怕是连拍视频的收益都要全部搭进去了 忽然之间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应该是衣服到了 而老婆也逐渐醒了过来 老公你怎么那么早就起来了 小卵猪终于是睡醒了 快来换上这件衣服试试 方宁虽然手头拮据 可是给老婆买衣服的钱还是有的 这件红白新时装正是他给老婆的礼物 老公这件衣服挺合身的我喜欢 对了李儿经过之前那一战 是不是你的灵力快耗尽了 没错老公就算没有力量 李儿也会尽力保护好相公的 方宁无奈叹了一口气 该说不说四天后就是受魂人考核了 感觉也还是要稍微认真那么一下的 两人正闲谈着忽然之间王导的电话打开了 王导是视频的收益到账了吗 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手头正紧 方先生收益还没到账 不过是这样的我有个事 是一家医院的院长重金求您驱邪 方宁生怕自己太张扬 到时候又被冤上教会盯上 于是婉言拒绝还说以前的视频都是剧本 王导不由感慨 这世间竟有如此高风亮节之人 就连八十万的酬金都不要 王某实在是佩服 都是特效把什么驱邪大师太中二了吧 我很忙的没什么时间 等一下你说什么八十万 王某明白了方先生没有时间 我这就去拒绝掉他 等一下王导实不相瞒 我正是当代驱邪大师 只是迫于世俗眼光一直隐藏世间 现在正是我出山之际 至于你说的时间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几几都是会有的 方宁挂断电话心头一洗 不只是能赚八十万用于赔偿房东 而且如果医院真有魂灵 也可以给李儿恢复一下 而另外一边受魂人基地之中 张警官三人行进在通道中 这里还是和十几年前一样一成不变啊 直到他们来到了一处高科技大门之前 他们才终于停下 直播了直播了 男人和女鬼老婆在医院开直播 吃瓜网友静停论放开那个女鬼让我来 以及无尽有萧雄之志 原来就在昨天 方宁和老婆刚双排完接到一笔委托 她本想拒绝委托被战受魂人考试 可无奈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 只好放下被讨为医院驱邪 可两人刚进医院不久 李儿就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于是急忙拖着相公来帮忙 放开那个孩子 你们这些坏蛋不能再扎他了 好家伙破案了 原来是他发现一个医生在给婴儿打针 只有千年前记忆的女鬼李儿 自然并不知道打针是什么东西 方宁一脸无语指的陪礼道歉 不好意思哈打扰了 领走了李儿还意犹未尽 像不我们真的不用把孩子救出来吗 多亏了方宁的一番解释 这才让李儿恍然大悟 两人来到咨询台 询问院长是在哪里 慈眉善目的老护士指了个方向 随即让方宁摘掉直播设备 这个按照规定医院里是不能拍摄的 可方宁表示院长特许的 等会也会和院长再次说明的 酒院的护士一脸担心这能行吗 让主播来驱邪靠谱吗 两人好不容易来到了院长室门口 方宁也是卸下了直播装备 毕竟后面他们要谈论点机密的事情 方宁刚想伸手敲门 里面就已经传出了老人的声音 请进 方宁推开门去 见到了花仲金请她来的院长 方宁大师你终于来了快请坐 还有这位漂亮的小姑娘是 才不是什么大师叫我先生就好了 院长说笑了 至于这位是我的老婆外家住室 院长点点头随后 直接了当的说起了事情经过 原来医院的诡异失踪早在40年前就有过 而且每隔5年就会发生些特别的诡异事件 比如一两名医生猝死 或者护士受到惊吓变成痴呆 我曾以为这可能是他们压力大所导致的 可是今年却不太一样 方宁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 因为新闻里说过有三个年轻医生离奇失踪 他们都是医院的年轻俊杰希望之心 就算有一个人亲生也不可能三个人一起亲生 警察来看过可是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我其实也有请其他慈悲似的大师来看过 可是昨晚不巧又失踪了一个人 这也是我下定决心要找方先生的原因 方宁转头看向老婆 你在这里有闻到好吃的味道吗 可是老婆却摇着头这里很刺鼻不好吃 方宁仔细思考着毕竟医院成分复杂 里尔也许会受到福尔玛林这种嗅觉误导 从而影响本应有的判断 可院长看方宁面露难色还以为他不肯帮忙 区区80万果然还是让大师为难了 他忍不住开口再加10万 放心吧老院长 在驱邪这方面我是专业的 此事情务必交给我来办 一定给你办成 事不宜迟方宁当即动身前去调查 顺便和老院长知会了一声关于医院直播的事 待两人离去之后 老院长的脸色逐渐变得阴沉下来 而他的一叠文件之下 有张纸赫然露出一个角 上员基金会 相公这里都真的有好吃的东西吗 我明明闻着都很刺鼻 那就说明这次的对手很狡猾 你想如果是人为的 那么这么多年来警方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 放心吧黎儿 这一次肯定能让你饱餐一顿 那么现在既然要探案 我们就去找医院里工作时间最长的医生护士吧 两人哈哈大笑的声音引起了周围人的侧目 这两个人确定不是从精神病院里出来的吗 于是他们找到了第一个目标 四十年前吗 扫地阿姨摸了摸自己胖红的脸颊 那是我失去的青春 话说小夫妻俩打算什么时候要挖呀 我把生挖的药领告诉给你啊 黎儿一边认真听着一边忙着记录重点 第二个采访对象是医院的老护士 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都是一些人为的怪谈 正当方宁两人准备离去室 另外一个老护士忽然开口 我倒是想起一件四十年前的事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们 女鬼换上护士装的都知道 他们不仅会害羞不肯穿 而且还会嫌护士袜勒太紧不方便穿 除非老公帮他套上袜子太可以 时间回到老阿姨提起医院怪事之时 原来四十年前医院有个年轻医生辞职了 这本是一件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可这个辞职的补医生非常帅 都快赶上方宁的一半了 医院里很多女医生和护士都暗恋他 方宁有些奇怪大婶谢谢你夸我 可你说的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老护士终于说出重点 原来失踪的都是暗恋他的人 而且最关键的是有一天 我目击到了我失踪的闺蜜 她一个人浑身散发绿光看上去极其不正常 而且肠子留了一地 三人正说的气氛浓烈之时 背后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原来是新人护士小美进来了 老护士一看该到点回家刷副本了 旋即就和方宁二人道了个别 望着老护士逐渐离去 新人护士小美眼神逐渐犀利 你们刚才是不是也听她讲了一遍她闺蜜的故事 说实话这个故事她真是逢人就说 我刚来的时候也被这个故事吓到了 说实话因为这起命案警方一开始还很重视 但是后来他们做了卢米诺测试 他所说的发现闺蜜的地方 测试下来后竟然一点血液反应也没有 所以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异想症了吧 要不就是值班的时候睡迷糊了做的梦 可惊艳老道的方宁却不这么认为 反而更加认为这里有鬼的可能更大 毕竟如果对方是魂体的话 检测不到血液反应也很正常 而且作为四十年前的失踪案 这未免也有点太大了 什么太大的老公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是不是喜欢看护士装 大不了我穿给你看不许你盯着别人 方宁一愣什么还有这种好事 呗你误会了老婆我不是这种人 女鬼有些发愣原来你不喜欢护士装 却还盯着别的妹子看 方宁一想不对劲 可千万不能把梨儿的病胶一面激发出来 而且也正此时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老婆太好了多亏你的提醒来亲一口 我想到了可以饮蛇出洞的办法 小美吃瓜不嫌事大 明理两只眼睛睁大却说我什么也看不见 而至于方宁想到的方法 就是他们两人一起假扮医生和护士 谁叫她方宁是一个愿意为艺术献身的人 那么这位小美小姐 就麻烦你给我们准备换装的衣服了 话我说完方宁的大脑瓜子狠狠挨了一记飞踢 毕竟现在的她看起来真的很欠糟 没多久之后方宁换上医生的衣服 对她来说也是新的时装了 而当她回过头去之时 她的眼睛却直勾勾的不动 只因护士装的老婆太有感觉 她本想干点吃劳饭的事情 可转念一想这不就是自己老婆吗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不好吗 起料女鬼有些着急了 毕竟她是千年前的女鬼 又怎么可能会穿千年后的护士袜 方宁赶紧拒绝这里可是公共场所 你就当普通袜子一样套上去不就好了 罢了罢了你乖乖坐好别乱动 我来帮你穿可以了吧 女鬼直呼老公真好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老公你了 方宁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她那样子明显是红温了 这时候的她只好开始墨被九九惩罚表 来压住自己荡漾的小心思 真男人就不应该在上战场的时候退缩 拼了只好速战速决了 而女鬼也是双眼瞪大 老公你睁开眼睛看看 你套错位置了 这一段我知道你们不爱看 于是就给你们跳步五百色了 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女鬼整装完毕 两人趁着夜色降临走在了医院走廊里 一样那我们就开一场新的直播吧 女鬼换过护士装的都知道 他们不但会傲娇不肯穿 还会求老公帮忙一起穿袜子 只因袜子太紧不怎么舒服 可最后的效果却往往令人惊喜 绝美的女鬼老婆谁不喜欢 被她双手环抱的感觉家人们谁懂啊 女鬼老婆解释这是电视里这么教的 方宁一脸陶醉胚无语 以后少看电视 说白了还是因为贪便宜住了小酒店 所以就算是他们家的电视也不正规 于是方宁一正言辞的敲了敲女鬼老婆的头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什么东西都学 好了快点我们要做正事了 女鬼老婆捂着肿起的包包有点吃疼 可怜巴巴的说自己一老是求老公放过 深夜十分病动之中 两人行进在医院的走廊之中 方宁不由吐槽晚上除了住院部 其他地方几乎没人了 这倒是方便他们直播录视频了 就算没有魂体出现 他们也可以拍个片头 下一刻方宁直接开启直播 各位观众老爷们晚上好啊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海城第九医院 我来因院长委托继续调查医生神秘失踪事件 通过白天的调查 我已经对这个事件的元凶有了初步猜测 一切的开始都要从一个天才医生的突然辞职说起 方宁一边说着一边指挥老婆拍摄医院走廊 传闻像这样的失踪案每隔五年会发生几起 这说明魂体不强需要积累能量才会出现 忽然之间他察觉到了不对劲之处 他竟然走了半天又回到了一开始的地方 但是以他的速度就算是环形也应该只走一半 方宁仔细思考了一下会不会是同意 然而这种可能被他很快捧毙 因为科室和职位是一样的 这么一来的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 也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上了 再说另外一边受魂人基地之中 数个受魂人高层正义脸严肃地看着重伤的张警官 其中一个白发老者破口大骂 是谁允许这个和组织无关的人进入海城分基地的 洪基和大叔对视一眼 最后还是由洪基来说明 孙庭长当时情况紧急他急需救治 所以才倒是张警官这边从容不迫地开头 张庭长周庭长许久不见了 慈眉善目的周庭长见识张警官 他的神色逐渐幻合 老孙你刚刚说的是什么话 张警官虽然脱离组织 但怎么说也曾立下赫赫战功 怎么能说和组织无关呢 张警官哈哈一笑倒是无所谓 毕竟他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商量正事 可不像某些人喜欢随意浪费时间 孙庭长文言顿时勃然大怒 你这是在提点我了你什么身份 不过是一个边外人员罢了 俩人赶忙给张警官求情 大叔更是一脸无语明明 张警官你让我几年慎行 怎么轮到自己就对那么凶 周庭长急忙拉住恼羞成怒的老孙 好了我们怎么说以前也是战友 别让小辈看了笑 洪基你来汇报一下这次的任务吧 洪基应了一声赶忙开始汇报 事情要从我接到张教官消息开始说起 随着洪基讲完方宁和他老婆的故事 他指出他携带的这只手便是方宁所留下的渊蛇手臂 周庭长一愣没想到这个叫方宁的边外人员那么强 毫无疑问相当于魂灵中魂匠的水平 大叔则是补充解释 方宁当时是用了某种秘术临时提高了能力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就陷入了虚弱状态 孙庭长一听顿时着急了 你们傻不傻趁他方宁虚弱赶紧带回来让我们研究啊 此言一出就算是好脾气的大叔也误了 孙庭长我们有什么抓他的理由 他是我们并肩作战的好兄弟不是敌人 孙庭长大笑得了吧还不是敌人 以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呢 他身边有个六级魂灵 他的眼线可都告诉孙庭长了 和女鬼谈过恋爱的都知道 他们不仅喜欢装得楚楚可怜 而且见老公就哭倒 甚至还喜欢带球撞人 然而方宁并没有因此乱了道行 反而思考起了抓住医院女鬼的方法 正在他思考之际 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女护士 而另外一边 孙庭长指出他派了兽魂人 来监视张警官他们的战斗 张警官顿时老脸一黑 也就是说刚才的战斗有兽魂人在场 却自始至终没有出手 一直藏在暗处 眼睁睁看着他张警官受重伤 张警官脸上愤怒至极怒喷 方宁二人从未做过恶事 孙庭长则是气急败坏的大鹤 现在不代表以后 魂灵的本能就是吞噬和破坏 张警官更是提到了兽主的女儿楚云 他的情况和方宁也差不多 孙庭长怒一滔天 你也知道他是兽主的女儿 他方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拿什么和楚云 张警官一脸严肃表示没事的 如果出了问题他来担责任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就你也配给六级魂灵作宝 就连一向慈眉善目的周庭长 也是对此表示了质疑 张警官见说不通就换了个说法 改为说起了兽魂人考核 到时候不如让楚云去考核他方宁 如果他认可的话那就行了 周庭长对于这样的做法 倒是没有什么意义 毕竟兽魂人之中 没有比楚云更合适的 他和方宁是一类人 孙庭长一听楚云的名头便也作罢 老周我给你个面子我也同意了 不过今天的会议 我会一五一式告诉给兽主的 全机只见半空之中 他的虚影一闪 孙庭长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外 空荡荡的大厅之中 张警官有些发愣 方宁你这个臭小子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大叔一摸脑袋张警官 真要让楚姐去考核方宁吗 张警官点头怎么了 你觉得不合适吗 大叔一叹气 那可是楚云楚姐的性格呀 要是他看不上方宁以后 方宁的麻烦可就大了 张警官倒是对方宁信心满满 反而觉得他们俩有不少共同话题 正此时一个授坟年轻人 急匆匆跑来 红基队长 你让我整理的海城的卷宗 我都整理好了 红基点点头 翻开了其中一个卷宗 正是海城第九医院失踪案件 原来就在当时有一个年轻医生 刚做完手术下班时 忽然听到门外有动静 只是看看门头那似乎有个年轻的护士 也许是来了新的急诊病人 可当他打开门之时 整个人却压麻呆住 原来是一个满身是番茄匠的护士 不知状况的医生赶忙询问情况 却见对方只是低垂着头 喃喃自语着 医生麻烦你帮我看看 像我这样的还有救吗 无数的魂力波动 瞬间席卷了整个医生办公室 美女护士对医生敞开胸怀 这个画面美如画 可怜的医生尸骨无存